刚进到屋里,赵若兰眉开眼笑地迎了上来, 露娜,斯明,你们回来了,快过来坐下,这外面冷吧。 霍斯明喊了生妈K,带着露娜到沙发坐下, 让司机老刘把拿来的礼物都放下, 紧接着道,爸妈,爷爷,这是露娜特意给你们挑的礼物。 霍老爷子笑咪咪地说道,露丫头太客气了,来就来了嘛, 还带什么礼物,下次来不用这么见外了。 赵若兰复合道,没错,露娜以后来就当这里是自己家,不用见外的。 露娜一脸问号,这不是霍斯明让他帮忙挑的礼物, 是他送的,不是他啊。 露娜张口要解释,不是的,霍爷爷,这都是。 赵若兰打断了他的话,笑着说道,露娜,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霍伯父,你也不用拘束,你霍伯父人很随和的。 霍斯明和霍振华长得有五分相似,本以为身为霍氏集团的董事长, 他为人一定很严厉,没想到看上去文质彬彬的, 比霍斯明平易惊人多了。 霍振华满脸慈爱地望着露娜,道,露娜,你好, 我早听斯明他妈妈说起过你,但之前太忙了, 一直在国外,都没能抽空和你吃顿饭, 不过今天这一看,你果然是个好孩子。 露娜很多话到了嘴边,看着慈祥和爱的霍老爷子和霍振华他们, 都说不出来。 今天是除夕,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儿子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肯定会很伤心吧。 露娜尴尬地笑了笑,道,霍伯父,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他又不是霍斯明的女朋友,要见家长当然跟他没有关系。 赵若兰趁着说话之际,拆开了礼物, 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越看露娜越是满意。 赵若兰,爸,你看,露娜就是贴心, 给你挑了你最喜欢的茶叶,给我挑的丝巾也很好看, 这一阵华的,这两瓶酒一看就很合他心意。 霍老爷子拿过茶叶,喜笑颜开,也跟着连连夸赞起露娜。 露娜被夸得心虚不已,张口要解释说不是他买的, 霍斯明却不给他机会,道,妈,今天可是除夕, 你就没准备礼物给露娜吗? 话音一落,露娜连忙说道,不用的,我不用礼物的, 他跟霍斯明没有任何关系,凭什么要他们的礼物? 谁知霍斯明话音一落,赵若兰摆了霍斯明一眼,道, 我当然想好准备礼物给露娜的,今天晚上有一场慈善拍卖会, 我给露娜的礼物就那里,还有我让你带露娜回来, 你怎么不让他好好打扮打扮? 霍斯明一听慈善拍卖会,知道赵若兰要给露娜的礼物肯定不一般, 他解释道,回家吃年夜饭自然要穿得舒适些, 等吃过晚饭,我再带他去换。 这道也是,还是斯明想得周到。 霍真华道,年夜饭准备好了,露娜和斯明也该乐了, 我们先开饭吧,大家边吃边聊。 赵若兰跟着道,好,我们边吃边聊, 露娜,你跟伯母过去,伯母今天特意亲自下厨给你准备了几道菜, 保证你爱吃,看他们这么热情, 习惯朗朗轻轻一个人过除夕新春的露娜, 有点不知所措,略微木嫩地回道, 谢谢霍伯母,谢谢霍伯父, 这孩子就是太贱外老,跟我们不用说谢谢, 坐下吧,伯母给你盛汤,望着放在面前的汤, 还有加的满满一碗的菜,露娜心里有一种说不上的感觉, 就好像妈妈还在世的时候一样, 虽然年夜饭只有他们两个人, 妈妈也是一直不停地给她加菜, 叮嘱她多吃一点。 霍伯明察觉露娜一直低着头, 加了一块肉放在她碗里, 靠到她耳边小声道,菜不合胃口, 要是不喜欢,加到我碗里给我。 露娜猛地回过神来,收敛了自己的情绪, 摇了摇头,道,我没有不喜欢, 伯母做的菜味道很好, 哎,那就好,看两人吃饭都不忘摇耳朵说悄悄话, 赵若兰笑得嘴角都快裂到耳朵后面了, 曾以为她抱孙子无望了, 多亏露娜出现,她不日肯定就能抱上孙子了。 赵若兰道,露娜啊,上次思敏跟我说, 你们江峰别墅不打算装修了, 结婚的婚房另外再买, 想好要在哪里买了吗? 婚房? 露娜吓得已愣, 刚咽下去的菜差点没把她噎死, 捂着嘴剧烈咳嗽了起来。 哎,小心点,快, 王管家给露娜倒杯水, 快点。 露娜接过王管家递过来的水杯, 勉强说了声谢谢, 喝了两口才渐渐缓过来。 她转头瞪大眼睛望着霍思敏, 仿佛在问婚房怎么回事。 谁知霍思敏给她拍着后背, 慢条丝里地回道, 妈,血婚房自然要慎重, 短时间内还定不下来, 你放心吧,我让人再留意了。 这倒也是, 你要是忙不过来, 就跟妈说一声, 把你们喜欢的户型装修风格告诉我, 我亲自给你们选。 霍思敏道,好。 露娜在一旁听的木凳口呆, 睁眼说瞎话也得有个限度吧, 这根本就是一本正经的胡扯。 不过转念一想, 霍思敏肯定是为了敷衍赵若兰说的话, 不会当真的, 将来他妈追问起来, 跟他无关, 也就没再说什么。 吃过你夜饭后, 霍思敏率先道, 我带露娜去换身衣服, 妈,晚点我们在慈善拍卖会的酒店碰面, 哎,你们快去吧, 到慈善拍卖会现场再打电话给我们。 车里, 露娜眉头紧促地看向气定神闲的霍思敏, 布满地道, 霍总, 这慈善晚会我不想去, 麻烦你前面路口放我下去。 为什么不想去, 哎? 露娜道, 今天是除夕, 不是霍总你才有家人要陪, 我也有家人要陪的。 她又不是她的女朋友, 被带着去敷衍家长已经够了, 现在还要抛头露脸, 万一再碰上个跟她有关系的女人, 她可不想再被误会, 被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这种情况下, 她宁愿去找叶思雨一起跨年。 霍思明曾让张周调查过露暖, 知道她妈妈去世后, 她孤身一人生活, 因此不由分说地将她带到一家高档的店里。 一进去, 店员工进地道, 霍先生, 你让我们准备的最新款晚礼服,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霍思明微微汗手, 低头看着露暖说道, 带她去换上, 再让造型师帮她化妆。 好的,霍先生。 露暖被店员带到市衣间换上一条米色的修身长裙, 仪字领的设计将她精致的锁骨和优美的脖梗线条展露无遗, 长裙一侧又开叉, 露出她比例均匀的长大腿, 性感和清纯在她身上结合得很完美K。 小姐, 我帮你把高跟鞋穿上。 见店员蹲下来要给自己穿鞋, 露暖赶紧拿过银色的细高跟鞋, 摇着头说道, 不用了, 我自己穿就好。 穿好高跟鞋后, 店员微笑着道, 小姐, 请到这边坐下, 我们会有专业的化妆师为你化妆。 露暖坐下后, 两名化妆师围着他弄头发, 化妆等等。 过了半个小时后, 化妆师道, 小姐, 你可以睁开眼镜了。 露暖睁开眼镜,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猛得一吃惊。 镜子中妆容精致的自己, 相貌没有多大变化, 但气质变得截然不同, 看起来仿佛变了一个人的感觉。 小姐的皮肤底子都很好, 化完妆之后真好看。 另一个化妆师打开一套首饰盒, 笑着道, 等把首饰戴上一定会更好看。 把耳环和项链给露暖戴上, 化妆师脸上满是羡慕的表情, 这套是知名牌子的限量款, 全球可就这一套了, 价值不菲, 是霍先生特意让人送过来给小姐的, 霍先生对小姐你可真好。 露暖听得确实心底一颤, 看这条镶满钻石的项链的豪华程度来看, 价格肯定是他意想不到的昂贵。 要是丢了他可赔不起, 等下一定要小心仔细着。 店员带着露暖下楼, 来到霍思明面前, 道,霍先生, 露小姐已经换好衣服, 也换好妆了。 霍思明抬头一看, 脸上毫不掩饰露出惊艳的表情, 看到他精致的锁骨石, 他眸光暗了暗, 线条凌厉的喉结微微滚动。 霍思明的目光让露暖觉得不自在, 皱着眉头道, 我,我还是换回刚才的衣服吧。 霍思明走过来, 将店员手里拿着的披肩披在露暖身上, 给他拢好披肩, 沉声道,不用换,挺好的, 只不过到了慈善拍卖会现场, 披肩不许脱下来。 哇,霍思明握住他的手, 霸道地说道, 我们走吧,时间差不多了。 半个小时后, 霍思明带着露暖来到慈善拍卖会现场, 刚进场, 人们纷纷将目光落在露暖身上。 无一例外, 那些人皆是惊恶的表情, 不敢相信霍思明竟然会带着一个女人出席, 而且那个女人还挽着他的手。 霍思明不是向来不让女人近身的吗?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精神通广大到让他破例了。 只有露暖满心不解, 低头仔细打量起自己。 这些人好奇怪, 他和霍思明不算是奇装一幅吧? 为什么看他们眼神这么惊讶? 一道带着戏谑的嗓音在他们身后响起, 思明, 没想到你也来了, 还是带着露暖一起来的。 南宫臣走过来, 嘴角扬起一抹坏坏的笑, 道, 露暖, 新年好啊。 露暖一见南宫臣, 面上一喜, 高兴地道, 陈总, 新年好, 之前离职的事,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应该亲自跟您说一声的。 结果, 结果, 结果霍思明这个混蛋把他手机里南宫臣的号码给删了。 南宫臣, 没关系, 你在南宫集团任职的时间不长, 工作上交接问题不大, 况且我知道你当时应该不容易。 最后一句话, 他眼神已有所指地看向神情冷漠的霍思明。 从露暖跟他说话开始, 这个人脸色冷得能掉下冰渣子了。 见南宫臣没有任何一点怪自己的意思, 露暖更是觉得不好意思。 他带着歉意说道, 无论如何, 陈总你之前帮我很多忙, 我都没能好好感谢您, 加上之前手机坏了, 没有你的号码, 您看你方便给我留一张名片嘛, 我以后请你吃个饭, 可以吗? 嘖嘖嘖, 这真是手机坏了吗? 南宫臣又拧了眼霍思明, 勾唇一笑, 道, 当然可以。 南宫臣从上衣口袋掏出名片, 刚要递过去给露暖, 霍思明突然握住了他的手, 一道大道南宫臣抽吸一口凉气, 我看到南宫伯父在前面, 陪我过去打声招呼吧, 可是, 霍思明没理会南宫臣的可是, 低头对露暖说道, 你在这里别动, 妈他们等下会来找你, 我很快也会回来, 说完, 露暖只能眼睁睁看着霍思明拽着南宫臣离开, 气得牙痒痒, 这个混蛋肯定是故意的, 霍思明拽着南宫臣走远了点, 南宫臣实在忍不了, 呲牙咧嘴地道, 思明啊, 松开, 疼疼疼, 我手都要断了, 霍思明嫌弃地甩开南宫臣的手, 冷漠地看着他, 警告道, 以后没事离他远点, 南宫臣揉了揉自己被抓得生疼的手臂, 挑了挑眉烧, 不是吧, 思明, 你至于吗, 这么小心眼, 我不过跟露暖说两句话, 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醋味, 隔着时迷远都闻得到了, 霍思明眼神一灵, 微眯眸子, 哎, 南宫臣知道再嘴尖下去, 自己说不定得挨打, 赶紧改口道,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我不喜欢露暖, 不会跟兄弟抢女人的, 霍思明还是冷冷地诱补了一句, 以后离开他原点, 哎, 不是吧, 你不相信我刚才的话, 那我可是太伤心了, 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霍思明微微垂眸, 对于南宫臣幽怨的画质若网文, 小女人一见她除了生气就是害怕, 刚刚见到南宫臣时, 她脸上喜悦的表情, 她看得一清二楚, 两人走后, 露暖在这里没有认识的人, 对这个地方也陌生, 就想着找个地方坐下, 没想一转身就见到了南宫雪, 旁边还站着上次在地豪会所一起为难她的女人, 南宫雪也见露暖了, 看她脖子上戴着她最喜欢牌子的限量款项链, 她本来想买的, 但没买到, 听说早被人花重金没走了, 没想到现在被这个贱人带在脖子上, 她怎能不弃, 怒不可遏的南宫雪快步走过去, 语气讥讽地大声道, 露暖, 你这个会所的陪酒你怎么会在这里, 谁让你进来的, 是不是你勾搭的野男人带你进来的, 南宫雪话音一落, 周围的人看露暖的目光明星不一样了, 露暖咬了咬下唇, 南宫小姐, 请你说话注意点, 不要含血喷人, 南宫雪冷吃一生, 直高气阳地说道, 什么叫含血喷人,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你没在地毫会所陪酒, 你没跟那些客人拉拉扯扯, 就个不清吗, 还有能进这个慈善晚会都是像我们这样有头有脸的人, 你这种货色, 他鄙夷的上下打量了露暖一眼, 最好识趣点, 自己赶紧滚出去, 站在南宫雪旁边的王娜娜道, 雪儿说的没错, 要点脸吧, 别以为用手段攀上个男人, 就真的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露暖被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气的肩头都微微发颤, 你们少胡说八道, 我在地毫会所只是兼职, 从没有做过你们说的这些事, 王娜娜冷哼了声, 道, 雪儿, 别跟她一般见识, 显得我们掉档次, 直接喊保安来把她轰出去就好, 你说的没错, 这种地方她根本没资格进来, 南宫雪刚想让服务生去喊保安, 一道气势十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雪儿这是要轰谁走,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今晚的慈善拍卖会, 南宫集团是主办方了, 众人纷纷顺着声音看过去, 赵若兰身着红丝礼服裙, 端庄得体, 挽着霍振华的手, 优雅大方地走过来, 赵若兰来到露暖面前, 微微一笑, 柔声问道, 怎么就你一个人, 思明呢, 她怎么当人家男朋友的, 都不知道要陪在你身边, 赵若兰突然出现, 露暖也愣了愣, 啊, 那个, 她碰见陈总了, 好像两人有话要说, 刚刚走开, 原来是碰见小陈了, 可她那也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回头伯母替你说说她, 我们不跟她生气, 好吗? 南宫雪见赵若兰对露暖这么亲切, 脸色一白, 心底满是不甘和怨恨, 但不得不笑着跟赵若兰打招呼, 霍伯父, 霍伯母, 你们过来了, 雪儿给你们拜年了, 新年好, 赵若兰十分冷淡地扫了南宫雪一眼, 并没有回答她, 上次她跟南宫雪把话说得很明白, 没想到南宫雪还敢为难露暖, 她的主儿媳妇, 谁都不能欺负, 赵若兰环视了一圈周围的人, 拍了拍露暖的手背, 面上挂着淡笑, 道, 大家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思敏的女朋友, 叫露暖, 旁边的人很有眼力近, 立刻上来公围道, 刚才看陆小姐跟霍总站在一起, 真是太般配了, 金铜玉女, 天生一对啊, 想来霍太太和霍董市长, 很快就要双喜临门, 明年能抱上孙子了, 是啊, 没错, 我说今天霍太太的气色看起来这么好, 原来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赵若兰听了这些话, 自然是喜不胜收, 眉开眼笑地跟他们寒暄起来, 而故意被赵若兰朗落在一旁的南宫雪, 脸色苍白, 眼眶都微微泛红了起来, 霍伯母这是故意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露暖是思敏哥哥的女朋友, 摆明了是想让她难堪, 王娜娜想安慰南宫学几句可爱与赵若兰在面前, 她也不敢开口说话, 露暖则是一脸生无可怜的表情, 在赵若兰这里, 她就跳进黄河都喜不清和霍思敏的关系, 到底要说几次, 她不是霍思敏的女朋友, 就在这时, 霍思敏跟南宫成回来了, 南宫成笑着打招呼, 霍伯父, 霍伯母, 新年好 小陈, 新年好 打过招呼后, 赵若兰把将露暖推到霍思敏身旁, 语气不悦地数落起她, 思敏, 你这个孩子也真是的, 露暖他对这些场合不熟悉, 你怎么能留他自己一个人, 万一有人不知道他是跟着你来的, 要轰他离开拍卖晚会, 让他受委屈了, 你说怎么办? 赵若兰话里有话, 霍思敏和南宫成都听出来, 仰人眉头紧簇, 目光都下意识看向了南宫学, 霍思敏目光微朗, 南宫成满是无奈和责备, 霍思敏道, 妈, 我知道了, 不会有下次的, 这句不会有下次, 他语气咬得有些重, 说的时候更是目不斜视盯着南宫学, 言下之意很明显, 南宫学察觉到霍思敏是对他说的, 眼眶更红了, 晶莹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难过得紧紧咬着唇, 霍伯母这样对他, 连思敏哥哥都要如此让他难堪, 露暖这个贱人到底有什么好的, 南宫成心底叹息一声, 站出来打圆场, 道, 霍伯父, 霍伯母, 我看到家里有长辈在那边, 我先带雪儿过去打声招呼, 失败了, 霍真华道, 没事, 小城快带着雪儿过去吧, 南宫成拉着南宫学往那边走了, 赵若兰看着霍思敏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的儿子总算开窍了, 懂得疼人了, 他这道妈的太欣慰了, 赵若兰拉着露暖的手, 笑咪咪地道, 慈善晚会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过去坐下吧, 露暖你坐伯母旁边, 露暖被赵若兰拉过去入座, 思绪却飘远了, 实在搞不懂南宫学就是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霍思敏这种混蛋有什么好值得喜欢的, 转头看像坐在身旁的霍思敏, 除了脸好看点, 他还真看不出这混蛋身上有什么优点的, 另一边, 南宫学心里憋着怨气, 被南宫成拽到没有的走廊里, 他用力地拍打南宫成抓着他的手臂, 大声地吼道, 南宫成, 你放开我, 快点放开我, 南宫成无奈地松手了, 眉头紧簇地看着哭泣的南宫学, 抬手给他擦眼泪, 叹息道, 雪儿, 听哥哥的, 思敏他不喜欢你, 你不要再想着他了, 南宫学使劲拍开他的手, 怒气冲冲地道, 南宫成,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妹妹, 现在是露暖那个贱人勾引了思敏哥哥, 你不帮着我就算了, 还想帮着外人, 不是我不帮你, 思敏他不喜欢你, 就算没有露暖, 他也不会喜欢你, 而且今天霍伯母的态度你看到了, 要是再胡闹, 你只会让你自己更难看, 懂了吗, 南宫成苦口婆心地劝道, 南宫学满心怨恨, 哭着吼道, 才不是, 都是露暖那个贱人迷惑了你们, 我不会放过他的, 南宫成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家中语气和赤道, 雪儿, 你要再这样无理取闹, 我会把你做的事都告诉爸妈, 让他们把你送到国外去, 南宫学钻紧手心, 指甲深深陷入了肉里, 他却好像一点都感觉不到疼他要是被送到国外的话, 露暖那个贱人岂不是就顺心碎意了, 他不能被送走, 南宫学哭得越来越伤心, 哭,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也知道我一直喜欢思敏哥哥, 我, 呜呜呜, 看着气不成声的南宫学, 南宫成于心不忍, 将他搂入华里, 抬手拍了拍他的后背, 安慰道, 好了, 别哭了, 我刚才说话是重了点, 但你要明白, 哥哥是为了你好, 呜呜, 哥哥, 我知道的, 对不起, 南宫学哭了一阵子, 南宫成推开他, 给他擦了擦脸上的眼泪, 道, 慈善拍卖晚会要开始了, 去卫生间整理一下自己, 我们回去吧, 好的, 哥,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我怕爸妈找不着我们会着急, 我很快也会过去的, 诶, 那你快点, 看着南宫成走远后, 南宫学脸上悲伤的表情慢慢退下, 眼神阴森森的, 哼, 露暖这个贱人, 等着吧, 他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思民哥哥只能是他的, 谁都别想抢走, 慈善拍卖晚会现场, 拍卖会正式开始了, 赵若兰笑着跟露暖说道, 这是今晚的拍卖品, 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让思民给你买回去, 露暖结果拍卖清单一看, 瞪大了眼睛, 手都颤了颤, 一眼看去, 这上面的东西最低起拍价都过百万, 他摇了摇头, 将拍卖清单还给赵若兰, 惶恐地道, 不用了, 霍伯母, 真的不用的, 我没有喜欢的, 赵若兰将拍卖清单重新塞到露暖手里, 你都还没看仔细, 怎么就知道不喜欢了, 拿着吧, 再仔细看看, 有喜欢的尽管跟思民说, 别跟他客气, 露暖拿着那份拍卖清单, 惶恐不安, 霍思民见老, 侧身靠过来, 低沉着嗓音说, 没事, 拿着吧, 要是有喜欢的, 记得跟我说, 露暖闻言, 嘴角狠狠抽出了一下, 霍思民为了在他父母面前演戏, 可真是下血本了, 也不怕他真的随随便便说喜欢, 让他大出血一回, 露暖这一路也想明白了, 霍思民今天为什么带他回霍家老宅, 大抵是父母一直希望他结婚, 被催得烦了, 所以带自己回家敷衍父母, 然后他好继续当他的花花公子, 坐在后一排座位的男工学低着头, 见霍思民对露暖宠溺的表情, 极度地恨不得享手撕了露暖, 不行, 他要冷静下来, 要沉住气, 以后总能找到办法收拾这个贱人的, 拍卖会正在进行中, 露暖看着许多拍卖品以高价拍出, 动辄上百万过千万, 心里暗暗感叹, 这些人真有钱, 拍卖会接近尾声, 台上的拍卖师拿着麦克风说道, 诸位, 接下来的拍卖品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 也就是压轴拍卖品, 知名珠宝设计师林娜女士的作品, 名为永恒的吊坠项链, 由一颗100颗拉的钻石和其他小碎钻组成, 十分难得, 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而且林娜女士为了支持慈善, 将以五千万开始起拍, 话音一落, 底下的人纷纷沸腾了起来, 林娜女士的作品, 真是太难得了, 听说她一年才出一件作品, 每次作品都惊艳是人, 是啊, 这条吊坠简直太漂亮了, 也不知道今晚谁能拍下, 王娜娜拉着南宫雪的手, 羡慕地说道, 雪儿, 这条吊坠项链你戴上一定很好看, 这在场的人, 恐怕也只有你配得上它了, 南宫雪微扬下巴, 势在必得的眼神望着那条吊坠项链, 几千万拿下一条项链, 他们家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南宫雪举牌喊道, 六千万, 拍卖时兴奋地道, 南宫小姐叫价六千万, 还有没有比南宫小姐出价更高的, 六千一百万, 六千二百万, 叫价的人不少, 价格一下子涨到了七千七百万, 南宫雪神情坚定地再次举手, 道, 八千万, 这下场内的人都犹豫了起来, 好像没有人打算再叫价, 拍卖时手中的木锤敲了一下, 道, 八千万一次, 场内没有人举手, 拍卖时又木锤又敲了一下, 八千万两次, 还有没有人要叫价的, 要是没有, 这条名为永恒的吊坠项链 就属于南宫小姐了, 南宫雪坐直了身体, 下巴微扬, 脸上露出明媚的笑容, 十分享受在场人头来羡慕的目光, 拍卖时举起木锤正打算敲下去的时候, 有声音突然响起, 在场的人朝声音的方向看过去, 才看到叫价的人是赵若兰, 纷纷窃窃私语了起来, 这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夫人, 这条项链肯定跑不了, 肯定是她的, 可南宫家和霍家不是一项交好吗, 这项链南宫小姐分明很想要, 这是不是, 南宫雪也正住了, 不知道还要不要叫价, 犹豫了一下, 她一咬牙, 喊道, 一亿五百万, 拍卖时激动的声音都发颤了, 道, 一亿五百万, 现在南宫小姐出价一亿五百万, 还有其他人要叫价吗, 赵若兰不仅不慢地举起手, 道, 一亿五千万, 露暖的反应更在场的人差不多, 震惊不已, 脑海里想着, 一亿五千万, 她得几辈子才能赚得来啊, 拍卖时木锤重重地敲下, 一亿五千万一次, 还有谁要叫价的吗, 一亿五千万两次, 如果没人叫价, 这条收藏价值极高的吊坠项链将由霍夫人拍的, 南宫学脸色十分难看, 心里开始怨恨起赵若兰, 这条项链在场的人都看得出他想要, 霍伯母为什么一定要针对他, 南宫学一气之下, 正打算再次举手叫价, 南宫成在他身旁眼急手快地抓住了他的手, 眉头紧簇, 冲他摇了摇头, 正在此时, 台上拍卖师手中的木锤敲下了, 大声道, 恭喜霍夫人以一亿五千万拍下这条琳娜女士作品, 名为永恒的钻石吊坠项链, 慈善拍卖晚会上响起鼓掌声, 赵若兰站起身, 微微笑着点了点头, 他道, 今天是除夕, 思民第一次领着女朋友回来见家长, 我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 这个项链送给他吧, 代表我们长辈希望他们的爱情永恒不变, 旁边相熟的人说道, 霍夫人对这未来儿媳妇可真好, 真让人羡慕, 是啊, 那我们提前恭喜霍夫人, 相信您很快就能抱上孙子了, 赵若兰到过些后, 拉过露暖的手, 满脸温柔地说道, 露暖, 希望你能喜欢伯母为你准备的礼物, 露暖瞳孔紧缩, 满脸惊恶的表情, 连忙摇着头拒绝, 霍伯母, 这不行, 这个礼物太贵重, 您还是自己收着比较好, 一亿五千万的项链, 被说让她戴在脖子上, 就是放在她家里, 她都得每天担惊受怕不敢睡, 这么昂贵的项链, 丢了可怎么办? 哎, 你这孩子, 不贵重, 等将来你和思明结婚了, 你就是我们霍家的人, 这条项链不算什么, 这也是伯母给你正式的见面礼, 你不许不收, 露暖还是要拒绝, 霍思明搂住她的肩头, 轻声道, 没事, 妈给你的, 你说着吧, 露暖整个人都有点萌, 那条项链几乎是被赵若兰强行塞到了她手里, 而在后排座位看到这一幕的南宫雪, 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最后眼含泪光跑出拍卖会现场, 南宫沉皱了皱眉, 对王娜娜说道, 麻烦你跟过去看看雪儿, 好的, 南宫先生, 那我先去看看雪儿了, 王娜娜紧跟着追出去, 南宫沉若有所思地望着露暖和霍思明等人, 最后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晚上十点, 拍卖会结束后, 赵若兰挽着霍真华过来, 笑盈盈地道, 思明, 你这是要带露暖回去了吗? 霍思明汉手, 诶, 赵若兰松开霍真华, 从包里拿出两个红包, 拉过露暖的手塞给她, 伯母和伯父等下就赶飞机出国度年假, 这红包本来应该明天春节才给的, 现在只能提前给你们了, 伯母, 不用的, 你真的不用给我红包了, 诶, 拿着, 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孩子就是得拿压岁钱的, 拿了红包, 接下来一年都会身体健健康康, 每天开开心心的, 赵若兰的话让露暖心里微微移动, 眼睛有点酸涩, 曾经妈妈在世的时候, 给她红包也会跟她说这些话, 她双手接过红包, 从心底感谢地道, 伯父, 伯母, 谢谢你们, 赵若兰满脸欣慰地拍了拍她的肩头, 诶, 乖孩子, 跟我们不用客气, 赵若兰又叮嘱霍思明几句, 让她要照顾好露暖类事的话, 霍思明垂眸对露暖说道, 你在这里等等, 我送爸妈上车, 等一下我们就回去, 露暖道, 好, 看着霍思明三人往前走的背影, 露暖眼里流露出一丝羡慕, 她很羡慕霍思明有疼爱她的父母, 而她这么大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 也再也感受不到母爱了, 想得正入神, 带着戏谑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思明呢, 她怎么舍得让你一个人站在这里, 露暖猛地回神, 转头一看, 南宫臣笑盈盈地站在她身后, 陈总, 是你, 诶, 思明她呢, 她去送霍伯母和霍伯父, 等等就会回来, 你来找她的, 南宫臣多情地挑花眼微挑, 不是, 我特意来找你的, 找我的, 露暖一愣, 眨了眨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满事不挤地看着南宫臣, 南宫臣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烫金的名片递过去, 你刚才不是问我要名片吗, 给,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可以找我, 当然你要请我吃饭也可以, 露暖很感激南宫臣上次帮她的忙, 接过名片后, 神情诚恳地说道, 陈总, 你上次帮我这么多忙, 等过阵子你有空, 我好好请你吃顿饭, 感谢你, 行, 那这次可得收好名片, 别又把我的联系方式弄丢了, 南宫臣笑笑地说道, 露暖郑重地回道, 陈总, 你放心, 这次肯定不会的, 两人刚闲聊几句, 霍思敏已经回来了, 看到露暖脸上的笑容, 脸色骤廊, 大不留心走过来, 大手握住露暖的手腕, 将人拉到身旁, 他没好气地对南宫臣道, 慈善拍卖晚会都结束了, 你还在这里做什么? 南宫臣一脸无奈地怂怂间, 思敏, 你至于吗? 小气鬼, 我不就是跟露暖说了两句话, 察觉到霍思敏眼神更冷了, 南宫臣赶紧道, 好好好,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见色忘意, 他这是有了女人, 严一块长大的兄弟都嫌气上了, 南宫臣对露暖使了一个眼色, 对他摆了摆手, 就脚底抹油赶快了, 否则再慢两秒, 他这个兄弟说不定要为女人插自己两刀, 南宫臣走远了, 霍思敏垂眸望着露暖, 见他还盯着那个方向看, 不悦地一把圈住他的细腰, 骨节分明的大手捏着他下巴, 抬起来, 露暖被迫对上他漆黑深邃的眼眸, 心骤然一紧, 结结巴巴地道, 你, 你, 要干什么? 刚才跟他说了什么, 霍思敏沉声问道, 两人踢得很近, 他身上古龙香水的味道浓郁, 温热的气息喷勃在他脸上, 露暖莫名的心跳有点加速, 他攥紧了手心的名片, 心虚地道, 没, 没说什么, 陈总只是问你去哪里了, 然后你就回来了, 真的, 真的, 你快点松开我, 露暖使劲推散着霍思敏见识的胸膛, 他却没有松开半分, 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他怕被人看到, 一着急就把脸埋在了霍思敏怀里, 下一秒, 他懊回想给自己一巴掌, 他这是慌不择路了, 那个混蛋现在说不定把他当成在头怀送爆了, 霍思敏垂眸看着他乌黑的发顶, 脸上的冰朗在慢慢融化, 嘴角勾起宠溺的笑, 等身后的人走过去后, 霍思敏柔声道, 走了, 我们回去吧, 江峰别墅, 霍思敏洗了澡出来, 发现卧室里的露暖人不见了, 眉头紧簇, 正义去找人, 听到阳台外面传来露暖高兴的声音, 小雨, 快快, 帮我点一根, 我这根仙女棒要烧完了, 霍思敏迈步走出了阳台, 一眼看到露暖和林小雨等几个女佣在玩仙女棒, 而顾管家拿着烟花放好, 准备零点的时候开始放烟花, 依稀记的往年春节的时候, 家里的佣人到了零点都会放烟花跨年, 露暖拿着手里点燃的仙女棒, 笑得眉眼弯弯的, 看样子很高兴, 手里的仙女棒烧完之后, 顾管家道, 陆小姐, 小雨, 你们快走远点, 马上就到零点, 要放烟花了, 好, 露暖和林小雨他们往后退了退, 林小雨高兴地看着时间开始倒数, 三, 二, 一, 顾管家, 可以放烟花了, 顾管家用打火机把烟花点着, 然后迅速跑开, 碰的一声, 绚丽多彩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露暖和上眼镜, 嘴角上扬, 双手合十, 对着绽放的烟花许愿, 妈妈在世的时候说过, 跨年的时候对着烟花许新年愿望, 那就一定会实现的, 希望新的一年, 他能多挣钱把妈妈的手褶修复好, 生活越来越好, 早日摆脱霍思明这个混蛋, 夜空上绽放的烟花璀璨夺目, 霍思明一眼都没看, 眼眸微垂, 眼神难言宠溺的注视着露暖, 等到烟花放完后, 林小雨一转身, 看到阳台上站着高大的身影, 吓了一大跳, 霍, 霍先生, 露暖跟着转身看去, 树地对上霍思明的视线, 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 霍思明诞声道, 上来吧, 外面冷, 不用想, 这句话肯定是对露暖说的, 露暖磨磨蹭蹭地, 不愿上楼, 林小雨怕他着凉了, 霍思明会怪罪, 连忙推着他回屋, 露暖回到卧房, 霍思明预袍的衣巾微微敞开, 白皙的胸膛若隐若现, 长腿交叠地坐在沙发上, 抬眸看向他, 手拍了拍身旁的位置, 示意他过来坐下, 露暖走过去, 但没有在他身旁坐下, 而是将包里赵若兰给他的红包和项链拿出来递给他, 这是霍伯母给的, 你收好吧, 霍思明垂眸看了眼露暖手上的东西, 单声道, 妈给你的, 你说着吧, 别, 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还是自己说着吧, 露暖心想, 万一丢了, 何止卖了他赔不起, 多卖他几辈子都赔不起, 霍思明单纯以为他怕会弄丢, 道, 一条项链而已, 丢了就丢了, 丢了再买就是, 露暖嘴角狠狠抽住一下, 一亿五千万的项链, 说丢就丢了, 露暖决绝不要, 把项链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总之你自己收好, 我给你放在这里了, 要是丢了可不关我的事, 霍思明神情颇有几分无奈, 骨节分明地拖着线条硬朗的下额, 语调慵懒地道, 过来坐下, 露暖嬷嬷蹭地走过去, 坐下的位置与霍思明相隔一段距离, 警惕地望着他, 问道, 有什么事吗? 霍思明长臂一身, 圈住他纤细的幼稚, 不由分说地将人搂到身边, 露暖下意识要挣扎, 头顶上方响起他低沉的声音, 喜欢放烟花, 露暖一愣, 一脸莫名其妙地望着霍思明, 好端端地, 他问这个干嘛? 但他还是如实回道, 当然喜欢, 以前在小区里是不允许被放烟花的, 都只能站在阳台外看别处方, 再来就是妈妈打几份工才勉强够两人生活的费用, 他也舍不得花上几百去卖烟花来放, 那时候几百块够他大半个月的生活费了, 霍思明温厚的大手摩缩着他修长的伯格, 明晚我让顾管家多准备些, 让你放个尽兴, 露暖眨了眨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神情更是不解地望着霍思明, 他今天怎么怪怪的, 谨慎起见, 露暖总觉得霍思明没安好心, 拒绝道, 不用了, 我今天看顾管家他们放过烟花了, 也不是特别再想要放烟花, 吴吴恩, 话还没说完, 不耿后的大手突然用力将他压过去, 小嘴被他堵住了, 接下来的话变成含糊不清的声音, 他霸道不时温柔地吻着他, 轻咬着他柔软的唇瓣, 勾着他的舌头与之交缠, 抗拒的露暖被吻得浑身伐里, 被压倒在柔软的沙发上, 那双温热的大手在他身上温柔的抚摸, 外面夜空时不时绽放的烟花璀璨夺目, 屋内一片春色以泥, 直至深夜, 露暖累得昏睡过去前一秒, 在心里暗暗中骂霍思明, 混蛋, 又占他便宜, 霍思明瞒眼瞅溺地望着昏睡过去的女人, 附身亲了亲他的嘴角, 亲生道, 新年快乐, 时间一转, 等到一个星期的春节假期过去了, 诸多上班族开始恢复正常上班, 露暖一时如此, 回到飞讯开始上班, 财务总监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 对露暖来说, 甚至有一点吃力, 但飞讯有明文规定, 所有员工不得加班, 因此工作对露暖来说倒是不累, 不过每次单独碰见孟清廷时, 孟清廷给的冷眼倒是让他很无奈, 另一边, 陆浩宇神色慌张地从地下赌场跑出来, 四处张望了一下, 直接钻进旁边的垃圾桶里躲了起来, 陆浩宇刚躲好, 四五名男人追过来没看到人影, 为首的光头男人朝地面狠狠脆了一口, 骂道, 陆浩宇这王八蛋, 牵了老子的钱还赶跑, 等着, 别让老子逮住他, 否则非得打断他一条腿, 让他给老子跑, 李哥, 那现在怎么办, 还继续在赌场守着吗? 李哥气愤地踹了手下一脚, 你是猪脑子啊, 守着有用吗? 陆浩宇他又不傻, 怎么可能还会回来, 去想办法弄清楚他现在住哪里, 去他家门口赌他? 是, 李哥, 听着外面没了动静, 陆浩宇才从垃圾桶里爬出来, 一身的臭味, 他忍不住扶着路边的墙杆呕了起来, 呕了一会儿, 身上味道太难闻, 陆浩宇又害怕刚才追他的男人回头, 陆浩捂着嘴, 脚步亮亮呛呛地跑走, 陆浩宇暂时不敢回家, 先找个地方把自己身上梦干净了, 戴着帽子和口袋漫无目地走在街头上, 要是没还钱, 先不说李哥他们一伙人会不会找到家赌他, 这地下赌场他也不能再去, 得想办法把钱还了才行, 回家肯定拿不到钱, 他爸欠下以屁股债就像无底洞, 他爸妈手里那点钱都不够花, 哪有钱给他? 陆浩宇想到了露暖, 忍不住骂道, 见人, 都被有钱人包养了, 也不知道拿点钱给家里, 还敢躲起来, 等我见到他, 一定给他两巴掌。 陆浩宇路口等红灯, 一亮家常板卡宴从他面前驶过, 他猛地瞪大了眼睛, 挣了片刻, 他迅速跑到前面路口, 张口栏下一辆出租车, 一上车就迫不及待地道, 快点, 给我跟上前面那辆卡宴车。 出租车师傅道, 好嘞, 脚踩上油门, 启动车子跟了上去。 陆浩宇眼睛一眨不眨盯着那辆车, 刚才他没有看错的话, 露暖坐在那辆卡宴车里, 陆浩宇一直催促着出租车师傅, 快点, 再开快点, 你再快点啊, 那辆车都快要看不见了。 出租车师傅皱着眉头, 无奈地道, 小伙子, 你就放心吧, 前面的车我一定不会跟丢的, 你一直让我开快点, 这段路都是限速的, 我超速是要被罚款的呀。 你别管, 我多给你200交罚款, 总之一定要给我跟紧前面那辆车。 出租车师傅没有办法, 只好踩油门开快了点跟了半个小时后, 卡宴车驶进了一处高档别墅区。 出租车师傅压抑地道, 小伙子, 前面那辆车里面有你认识人吗, 这一片住的人可都是非富即贵的, 这里有一栋别墅的话, 少说也得上一把。 陆浩宇眼中金光闪烁, 看来姐说陆暖这个见你人被包养了, 还真是一点都没错。 车停下来了, 出租车师傅说道, 小伙子, 前面进不去了, 你要跟的话, 只能下车了。 陆浩宇暗暗中骂了一声, 急急忙忙推开门下车要走, 出租车师傅喊道, 喂, 小伙子, 你还没给钱呢? 陆浩宇从裤兜里掏出两张一百元和七八张零钱丢过去, 然后急匆匆地走了, 也不管有没有多付还是少付了。 结果应该是没有少付, 出租车师傅轻点完他给的钱, 开车掉头离开。 陆浩宇紧跟着那辆卡验车, 看着车在一处豪华别墅的大门前停下, 司机拉开后车座的门, 一个女人从车里下来, 正是陆暖。 陆浩宇怒不可乐, 正一上前拦住陆暖逼他给钱, 还没走过去, 就看到另一辆车警跟着停下来, 五名身材魁梧高大, 身穿黑西装的男人从车里下来, 让他默得顿住了脚步。 这些男人看起来是陆暖的保镖, 现在茫然过去的话, 别还没有到钱, 他就被人仙打了一顿。 看着陆暖走进那栋豪华的别墅, 陆浩宇眸光坏暗地站在原地, 他要找到一个好的时机再找陆暖要钱。 天气寒冷的, 陆浩宇竟然在别墅外面守了整整一瓦, 第二天看到那辆卡燕车从别墅出来的时候, 他立刻又打车跟上去。 跟了一段路, 陆浩宇看见陆暖下车, 然后独自一人走到飞讯有限公司, 进去了。 陆浩宇满脸不紧地看着飞讯公司, 之前找不到陆暖, 他们来飞讯找过, 他们不是说陆暖被辞退了吗? 可现在看来, 陆暖根本没有被辞退, 肯定是这个贱女人故意让保安骗他们的。 陆浩宇越想, 越觉得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他眸光阴森森的, 这个贱女人, 这次看你还想怎么多? 陆浩宇直接冲进飞讯公司找陆暖, 但看到飞讯前面停着那辆黑色商务车, 猛地遁住了脚步。 他没想到陆暖这些保镖 会在公司楼下守着不走, 他是想冲进去B路能给钱, 可他也很怕闹大佬, 自己会被打。 想了想, 陆浩宇拿出手机拨通了张云的号码。 电话一接通, 张云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浩宇, 你又跑哪里去了? 一整晚都没回来, 你爸都快气疯了, 你现在快点回来听到没有? 妈, 我们回去是有重要的事。 电话那头传来录制蓝讥讽讽的声音, 他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不回来无非就是去哪里赌博了, 妈, 你别听我姐瞎说, 我真的有重要的事, 我找到陆浩了。 张云道, 真的, 你找到陆浩那个贱丫头了, 她在哪里呢? 你给我抓住她, 问她要钱, 家里欠的债务, 她是不是觉得跟她没有关系, 想撇得一干二净。 陆浩还在她原来的公司上班, 以前我们过来保安说她被辞退了, 那都是骗我们的, 而且我还看到陆浩有豪车接送, 出入高档别墅小区, 妈, 你跟爸快过来吧, 这次可不能就这么放过陆浩了, 起码得让她给一大笔钱。 张云咒骂道, 这个贱丫头, 倒真是长本事了, 还敢骗我们, 好, 我们现在就过去, 看你爸这么整只这个贱丫头。 陆浩依眼底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哎, 你们赶快过来。 挂断了电话, 陆芷兰着急地问道, 妈, 怎么回事, 浩依说找到陆浩了。 张云坚酸刻薄地骂道, 可不是, 听说这个贱丫头现在住豪宅, 每天有豪车接送, 日子过得不知多有滋有味, 哪像我们, 她看了一眼餐桌上的白粥小菜, 连顿像样的饭菜都吃不上。 骂完后, 张云道, 走, 我们到楼下找你爸爸, 一起找陆浩那个贱丫头去。 陆芷兰听说陆浩过得这么好, 脸上满是嫉妒和不甘, 哼哼地在心里周骂两句了陆浩贱人, 紧跟着张云出去。 别说他们今天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菜, 春节都过得不像样, 想找人借钱, 可亲戚朋友见他们到家门口, 都赶紧关上门, 避而不出。 张云带着陆芷兰下楼, 找到了陆文昌, 一起前往飞讯公司。 飞讯有限公司楼下, 陆浩宇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 可谓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飞讯公司的门口, 唯恐没看住, 让陆浩跑了。 就在他眼睛色痛不已, 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后,张云等人赶过来了。 陆文昌脸色阴沉沉地, 上前怒气冲冲地问道, 陆浩这个贱丫头呢? 她在哪? 陆浩宇顿时一个机灵, 道,爸,妈,你们过来了, 陆浩就在里面上班, 我亲眼看着她走进去, 不会错的。 陆文昌朝飞讯门口看了眼, 朝地上狠狠催了一口, 这个贱丫头, 看老子怎么教训她? 或是集团有限公司, 或是明年了你长疼的额角, 聚美的脸上神情难掩疲倦。 张周在一旁问道, 霍总,您看您, 要回家休息吗? 昨晚海外项目临时出了点问题, 霍总立刻召开视频会议, 一直到现在会议才结束。 霍思明低头看了眼万表, 已经是早上的十点半, 这个时间点小女人已经在飞讯上班了, 想到一整晚没见到她了, 霍思明道, 在飞讯附近的餐厅定一个位置, 让司机背车, 我要过去。 张周瞬间明白, 霍总这是要去见陆小姐, 果然是热恋中的情侣, 一日不见如隔三敲。 张周道, 好的, 霍总, 我现在马上去办。 霍思明, 嗯。 陆文昌想进去, 但被飞讯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保安道, 这位先生, 不好意思, 飞讯公司的员工不得入内。 陆文昌目声目气地道, 我是来找人的。 先生, 你可以先打电话给你要找的人, 让他打电话跟我们保安部说一声, 这样我们才能放你们进去, 或者你们打电话让要找的人下来。 陆文昌等人就算有陆暖的号码, 都早被他拉黑了, 要么新号码打过去, 一听是他们的声音, 陆暖毫不犹豫挂断, 再次拉黑。 张云一想起这个, 就气得不行, 往前一站, 大声嚷嚷道, 我们是陆暖的父母, 是要来找他的,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让开, 快点放我们进去。 陆暖, 我们的陆总监, 保安一脸怀疑地望着他们, 我在这里上班很久了, 听说陆总监的母亲早已经过时, 你们真的陆总监的家人吗? 什么, 陆暖那个剑丫头还当上了总监? 也得不说, 这工资肯定涨了, 还有被有钱人包养, 这次他们一定要多拿点钱。 我们当然是陆暖的父母, 你快点让我们进去。 陆志兰扯着嗓音跟着嚷嚷道, 没错, 快点让我们进去, 我们要见陆暖那个剑, 总之我们要见陆暖。 保安被他们心事淡淡的样子弄得迟疑了起来。 过了片刻, 保安说道, 这样吧, 你们稍等, 我先打个电话问问陆总监。 张云不满地尖着嗓音道, 那就快点打, 还愣着做什么, 有你们这么当保安的吗? 保安心生不悦地皱起眉头, 但也没再说什么, 用座机拨通了楼上办公室的电话。 财务总监的办公室, 陆暖正在查看文件, 外面有人敲门, 他道, 进来吧。 财务部一名员工推开门进来, 陆暖放下手中的文件, 问道, 有什么事吗? 陆总监, 是这样的, 刚才楼下的保安打电话上来, 说下面来了几个人, 说是您的父母, 叫陆文昌, 要求上来见你, 您看要让他们上来吗? 陆暖脸色骤变, 抿紧了淡粉色的唇瓣。 陆文昌和张云竟然还找到公司来了, 他们找他无非只有一件事, 就是想从他手里要钱。 财务部的员工见陆暖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列威不解地问道, 陆总监, 陆总监, 要让他们上来吗? 陆暖猛地回神, 神情冷漠地道, 我妈妈早已经不在了, 我不认识他们, 跟保安说, 请他们离开。 好的, 陆总监,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告诉保安。 飞讯公司楼下, 保安挂断了电话, 走过来, 冲路文昌等人没好气地道, 走走走, 赶紧走, 我们陆总监说了, 他不认识你们, 请你们赶快离开。 陆文昌文言, 满脸愤怒地瞪大眼睛, 粗声粗气地道, 什么, 这个臭丫头敢说不认识他老子, 是不是他亲口说的, 这是反了天了。 面对陆文昌的愤怒, 保安只是不耐烦地催促道, 走吧, 赶紧走, 别在公司门口妨碍我们工作, 快点走。 陆文昌怒上心头, 不管不故意把推开保安, 妈妈咧咧地往公司里面闯, 臭丫头, 连生他养他的爹都不认了, 看我怎么教训他。 保安推得身形一辆呛, 险些刷倒, 反应过来, 赶紧拦在陆文昌面前, 急声道, 先生, 请你快点离开, 你不是公司员工, 擅自闯入公司是违法的。 当地的要件女儿, 这还违法了, 去你妈的, 陆文昌狠狠狠一拳打在了保安的脸上。 其他几位保安舰自己同时被打了, 急急忙忙冲出来, 推散着陆文昌和陆浩宇等人。 你们干什么, 怎么动手打人呢, 还不快助手。 滚开, 让我们进去。 兼保安人多势众, 陆文昌和陆浩宇被拦得死死的, 不得往里一步, 张云和陆芷兰也加入混乱中, 对飞讯公司拦住他们的保安是又抓头发, 又拽衣服的。 飞讯公司楼下一片混乱, 前台小姐赶紧打电话上去通知公司的人。 陆暖在办公室里沉着脸还没缓过来, 刚才进来的员工又神色着急地进来了, 甚至急得都忘记了敲门。 他着急地道, 陆总监, 你快下去看看吧, 刚才说要见你的那几个人, 把我们公司的保安给打了, 现在还在打, 下面正一团乱呢? 什么, 他们还敢动手打人? 是的, 陆总监, 你快下去看看吧。 陆暖紧紧地咬着下唇, 因为愤怒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陆文昌他们真是太过分了。 陆暖怒气冲冲地从办公室出去, 静止地坐电梯下楼。 孟清廷拿着杯子从茶水煎出来, 看到陆暖急匆匆而去的背影, 心里疑惑不解。 出什么事了吗? 正在此时, 孟清廷听见财务部三两个同事围在一起, 窃窃私语地说着什么。 他听着好像跟陆暖有关, 于是走过去问道, 你们在说什么呢? 同事抬头一看, 见识孟清廷, 于是拉着他八卦地说道, 孟主管, 你听说嘛, 公司下面来了几个人, 说是陆总监的父母, 要见陆总监, 可陆总监说他不认识, 让保安把他们赶走, 这不闹起来了, 那些人还把保安给打了, 陆总监刚刚急急匆匆地下去了, 我们都在猜他们到底是不是陆总监的父母。 另一个同事小声地道, 看样子应该是吧, 不然陆总监为什么要下去, 可要是陆总监的父母, 他刚才为什么不认他们? 这谁知道啊, 总不能像电视剧演的情节一样吧, 农村的女儿好不容易读完书, 到城里上班, 转头就对贫穷的父母不管不顾了, 这谁说得准呢? 孟清婷听着, 眼眸微垂, 脸上浮现一抹若有所思的表情。 露暖的父母, 露暖到飞讯上班时间也不短了, 倒还真的没听他跟谁提起过家里的事, 难道真的有什么不可高人的秘密吗? 撕存了一下, 孟清婷往电梯口走去, 坐电梯下去, 想去一看究竟。 飞讯公司楼下, 露暖走出去, 一眼就见到和保安扭成一团的陆文昌等人, 脸上的表情别提多难看。 看到陆文昌一脚狠狠踹在保安身上, 他忍无可忍地走过去, 立一声道, 你们想干什么, 还不快点住手。 看着露暖出来了, 张云怒容满眠地指着他, 你这个贱丫头总算啃出来了, 真是长出戏了,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 陆芷兰紧跟着骂道, 没错, 露暖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 对自己父母都这么狠心, 当心遭报应。 见露暖出来了, 达成一团的保安门和陆浩宇, 陆文昌斗住手了K。 保安不明所以地看了看陆家一家子, 又看了看陆暖, 不解地问道, 陆总监, 你认识他们吗? 陆文昌怒意翻腾, 一刻往前走了一步, 指着陆暖的鼻子骂道, 臭丫头, 连你老子都不认, 真是要反了你。 说着, 他冲过去想给陆暖一巴掌, 但被眼疾手快地保镖拦了下来。 陆暖紧紧攥着拳头, 暗暗深呼吸一口气, 努力让愤怒的自己平静下来。 他冷冷地望着陆文昌, 一字一顿地道, 我没有父亲, 我妈妈已经过世了, 我不认识你们, 请离开, 再继续闹事的话, 我会让人报警的。 什么, 你这臭丫头, 早知道有今天, 我还生你养你啊, 你一出生我就掐死你算了, 一了百了。 陆暖面对陆文昌的话, 心中冷笑, 生他养他。 陆文昌真有脸说得出这句话, 生他养他的是他妈妈, 他有尽过一点做父亲的责任吗? 陆浩宇眸光闪了闪, 上前拉着陆文昌道, 爸, 你憋气了, 跟他生气, 气着自己多不划算, 你别忘了我们今天过来的目的, 说着他递给张云一个眼神, 妈, 你说是吧, 张云已走上前附和道, 对啊, 文昌, 你身体本来就不好, 别气了, 别忘了我们来找这个贱丫头的原因。 陆文昌在两人的安抚下, 没再暴躁地要冲过去教训陆娜, 板着脸, 冲梦能理直气壮地道, 你现在有钱了, 家里还欠了一屁股债, 当初为了供你上大学, 弟弟妹妹我都没有钱让他们去上大学, 现在你是不是该帮帮家里了, 给家里一点钱。 对啊, 陆娜, 你爸身子还不好, 我们要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 也不至于逼得来找你, 你不想见我们可以, 但总得帮家里一把的,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看着一唱一鹤的夫妻两人, 陆娜气急返校了, 呵呵呵, 供他上学, 陆浩宇和陆芷兰没法上学, 怪到他身上, 他上大学是自己打工挣钱读完的, 跟他陆文昌有半毛钱关系吗? 至于那两人自己不愿上学, 整天换日子, 张云和陆文昌还一直无休止地宠溺着他们,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陆暖神情坚定, 咬牙道, 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最好赶快离开, 否则别怪我报警, 说你们寻衅滋事。 陆芷兰第一个扯着嗓子大声骂道, 陆暖, 你别太过分了, 你对自己父母不顾不顾就算了, 还要报警抓自己父母。 对啊, 就是, 陆浩宇同仇敌开地说道, 张云眼底闪过一抹算计, 现在是在陆暖上班的公司前, 他还当上了个什么总监, 那肯定是要面子的, 想要他给钱, 很容易, 闹得他丢了面子, 不信他不给。 张云直接坐了地面上, 拍着地面, 哭着大声喊道, 老天爷啊, 你开开眼吧, 这个女人太狠心了, 家里好不容易将他养这么大, 现在他生活好了, 不肯赡养自己父母, 为了供他上学, 家里欠下的一大笔债, 他爸身体也不好, 要钱治病的, 他却见死不救啊, 呜呜呜, 陆芷兰懂张云的心思, 跟着贾义抽气了起来, 大声喊道, 大家都来看看, 看看这个女人多狠心, 多不孝, 这是要逼死自己的父母啊, 呜呜, 太狠心了, 老天爷开开眼, 帮帮我们这一家子的可怜人吧, 张云和陆芷兰这哭着控诉陆暖醉行的声音, 比外面做生意摆摊的吆喝声还大, 惹得公司前厅和宝洁阿姨偷偷伸头张望, 前面路过的一些行人也开始靠过来, 对路能指指点点的, 飞讯的保安们看路芒的眼神也变了, 这个姑娘看着挺漂亮的, 怎么做人这个样子, 连父母都不善呀, 真是白费父母把她养这么大, 还辛辛苦苦地供她上大学了, 可不是, 要是我家的孩子, 我肯定王思丽打, 以后谁家有儿子, 也不能要这种狠心的女人当儿媳妇, 要不然家里得闹得鸡犬不宁, 对自己亲生父母都不好的人, 怎么可能会对公公婆婆好, 就是就是, 这些话一字一句刺在露暖的心里, 她咬着牙, 脑海闪过是她和妈妈日子最困难时, 连一顿饱饭都没有, 还有妈妈最后躺在医院瘦的皮包骨的样子, 她眼睛酸涩, 大声地冲旁边指指点点的人吼道, 你们懂什么,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有什么资格对我说这些, 背后的路人直皱眉, 更加不满地说道, 小姑娘, 做人不能像你这样的, 人都会有老的时候, 将来你也被你的子女这样对待, 你会不会难受, 你自己换位思考一下吧, 这个小姑娘真是狗咬里动兵, 我们劝她, 都是为了她好, 她不领情就算了, 还对别人恶言相对, 我, 露暖委屈地红了眼眶, 肩头微微发着颤, 面对这些不明真相路人的指责, 她白口莫辩, 心底涌上一股无力, 张云和陆芷兰对视了一眼, 假意哭得更加厉害, 露暖不答应给钱, 今天就别想他们能善罢甘休了, 梦蜻蜓站在公司里, 望着门外发声的一幕, 不屑地冷哼的一声, 露暖这个贱人,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露暖被各种各样指责的声音包围着, 她清晰看到张云和陆芷兰他们眼里的得意, 愤怒地紧紧咬着下唇, 太过分了, 愤怒和无助, 委屈等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露暖目光乎地落在公司旁边花坛上修剪立直的大剪刀, 眸光一领, 她心底产生偏激的想法, 好,既然要往死里逼我, 以为我会再次投降吗, 那就大家都不要好过了, 就在露暖转身, 想去拿起那把大剪刀不管不顾地和他们拼命, 一道熟悉的声音及时在身后响起, 出什么事了, 露暖回头一看, 才发现是霍思明站在他身后, 视线相对, 霍思明发现露暖的眼睛红红的, 眉头当即紧拧了起来, 再开口的声音比刚才冷伤了几分, 怎么回事, 张周听出霍思明话语里暗藏的含义, 忙不迭地冲飞训的保安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不快点告诉我, 保安城皇城孔地说道, 霍总, 是这样的, 他们说是陆总监的父母, 要见陆总监, 可陆总监说不认识他们, 我们就请他们离开, 没想到他们闹起来了, 不仅动手打人, 现在还在公司门口撒泼耍赖, 张云坐在地上, 毫无形象可言, 一边抽气着, 一边尖锐着嗓音骂道, 什么叫我们撒泼耍赖, 是陆暖他这个不善养父母, 父亲病重了, 家里还因为公他上学欠了一批股债, 他别说管了, 看豆腐看家里一眼, 呜呜呜, 我们可真是命苦啊, 陆志兰看到俊美如斯的霍思明, 愣住了, 男人就站在那里, 身上就透露出与常人不同的优雅尊贵, 一看身份就是非富即贵, 这就是包养陆暖的男人, 陆志兰经不住心跳加快, 他还没见过这么英俊帅气又多金的男人, 陆文昌粗声粗气地道, 没错, 像他这种连父母都不认的臭丫头, 良心都被狗吃了, 围观的人又跟着直直点点起来, 这怎么当人家儿女的, 都说父母养儿能防老, 养了他这种孩子, 爱, 他怎么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 他这种人太自私了, 对, 就是自私自利, 迟早会遭报应的, 陆南紧紧地抿着唇, 这一声声不明是非的指控, 让他委屈得双眼发色, 霍思明将他的难受金收眼底, 俊美的脸上冷得能掉下冰渣子, 无动声色地握住他的手, 低声问道, 你认识? 陆暖虽然不明白霍思明为什么要问, 但他咬了咬牙, 语气坚定地道, 不认识, 他没有陆文昌这个父亲, 霍思明抬眸看向浪在一旁的保安, 冷声道, 还傻站着做什么, 有人到公司寻衅滋事, 打伤了公司的安保人, 还不报警吗? 保安起初没反应过来, 啊, 罗生, 一接触到霍思明冰冷的目光, 他蒙的一个机灵, 连忙道, 好的霍总, 我们现在, 保安拿着手机要报警, 陆文昌见了, 脸色大变, 快不上前就要抢手机, 你们报什么警, 我们正是在处理自己, 什么寻心姿势, 都是他妈的胡说八道, 霍思明都发话了, 保安可不能再由着陆文昌作威作福, 他刚想动手, 其他两名保安已经演急手快地上前, 抓着他的手扣在身后, 不得, 松开, 你们快点松开我, 否则让你们好看, 陆浩宇上前要帮忙, 也被保安给牢牢摁住了, 不得动弹, 张云见保安开始动真章, 不敢贸然再冲上去, 于是将怒火指向了陆暖, 一脸愤怒的表情望着陆暖, 你竟然要报警抓你爸, 心肠真是狠毒, 太狠心了你, 张云想冲过去教训陆暖, 人还没走到陆暖身旁, 已经霍思明身旁的保镖给来了下来,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救命啊, 这里有人要打人了, 尽管张云鬼哭狼嚎地嚷嚷着, 但保镖冷着脸, 面无表情地将牢牢他抓住, 张云眼睁睁看着陆暖在面前, 又拿他眉招, 气得脸都快扭曲, 于是更恶毒地咒骂起陆暖, 见丫头, 走着瞧, 你一定会遭报应的, 老天爷有眼, 你就等着遭报应吧, 陆暖一脸冷漠, 心中只想冷笑, 老天爷真的有眼的话, 遭报应的人肯定不会是他, 陆暖一脸冷, 眸光微沉, 喊道张助理, 张周往前站了一步, 霍总, 你留下来等警察过来, 接下来这些寻衅滋事的人, 你知道该怎么处理的吧, 张周道, 霍总, 请您放心, 我明白了, 少得让这几个人在警察局拘留十几天, 霍总的意思分明是说不能轻易算了, 霍思明这才收回目光, 对陆暖说了句, 走吧, 中午了, 我带你去吃午饭, 说完, 不由分说地拉着陆暖往前走, 霍暖也难得一次没有抗拒霍思明, 乖乖被他拉着往前走, 陆纸蓝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心里满满的嫉妒, 霍暖这个贱人凭什么被这种完美的男人看上, 他有哪一点比不上霍暖的, 被嫉妒冲昏了头脑的陆纸蓝, 不管不顾地大声喊道, 那位先生, 你以为霍暖是个什么好女人吗, 你怕是不知道她的过往有多精彩吧, 她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就私生活混乱, 交过很多的男朋友, 不知道跟多少男人上过床, 还经常到夜店酒吧这种地方玩一夜情, 她现在清纯的样子, 就是想吊个有钱人才故意装出来的, 霍暖顿住了脚步, 回头不可置信的邓卓陆纸蓝, 陆纸蓝怎么可以这样诋毁他, 做出这些事的人不是陆纸蓝自己吗, 话音一落, 周围的人看霍暖的眼神更加鄙夷, 霍暖怒气冲冲想往回走, 去跟陆纸蓝理论, 但霍思明攥着他手腕的手紧了紧, 诞声道,狗咬你一口, 你还要咬回去, 他曾经让张助理调查过霍暖, 真相如何, 他比谁都清楚, 霍暖从没交过其他男朋友, 只有过他一个男人, 而且学业是靠自己勤工俭学完成的, 什么为了供他上学, 家里欠下一屁股债的话, 他一听就知道是假的, 霍暖本来愤怒不已, 背货思明的话问了一愣, 他的话是挺有道理的, 他甚至还有点想笑, 但那一家子在那处着, 太过于碍眼了, 他又实在笑不出来, 走吧, 接下来的是张助理会处理好, 霍思明牵着霍暖走到车旁, 李伟拉开车门让两人上车, 关上车门, 他紧跟着也上了车, 李伟启动车子引擎, 车子缓缓驶离飞讯公司, 临走前, 霍暖透过车窗看到两辆警车开过来, 几名警察从车里下来跟张周他们说着话, 车开远了, 接下来的是霍暖不得而知, 飞讯公司里, 孟清廷看着霍暖被霍思明带走, 气得直咬牙, 霍暖这个贱人, 竟然还纠缠着思明不放, 可人都走远了, 孟清廷再气也没用, 收回的目光突然落在了露芷兰身上, 她是霍暖的妹妹, 那她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 李伟将车开到一家六星级饭店前, 停下车, 打开车门道, 霍总, 到四季饭店了霍思明汉手, 带着霍暖从车里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在飞讯公司的事, 霍暖小脸微白, 有几分心不在焉地跟着霍思明往四季饭店里面走, 饭店经理在饭店门口等候, 见霍思明来了, 脸上瞬间扬起灿烂的笑容, 快步走过去, 道, 霍总, 您来了, 包厢我们已经准备好, 请往里面走, 霍思明神情淡漠地嗡了声, 牵着霍暖走进包厢, 看得出霍暖没心思点菜, 霍思明凭借以往的记忆, 点了几样他喜欢的菜, 把菜单还给饭店经理, 好了, 就这几样吧, 好的, 霍总, 您请稍等, 我马上去吩咐后厨做菜, 哎, 经理理开了包厢, 霍思明定定地看了霍暖片刻, 问道, 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霍暖默得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 不解地眨了眨眼镜, 说什么? 霍思明道, 刚才在飞讯公司的那些人, 霍暖垂下眼毛, 线长浓密的睫毛遮住眼底的思绪, 纯半井敏成一条线, 过了半晌, 敷衍地回了剧, 不认识的, 他实在不想再提起那一家子, 也不想再和他们扯上任何关系, 可他们像个吸血鬼似的, 想尽办法要吸取他身上每一滴血, 他该怎么办, 才能将他们水到, 还有今天在公司闹这么一通, 明天公司的同事会怎么看他, 也会误会他的吧? 想到这些, 露暖身心俱疲, 面容上难掩眷色, 霍思明眉头微醋, 看得出来露暖不想再提, 他没有再往下问, 柔声道, 吃过午饭跟我回江峰别墅, 明天再去上班, 其他不用担心, 我会让张助理处理好的, 他也能猜到一些, 露暖父母早就离异了, 母亲患病去世, 他独自勤工俭学完成学业, 父亲可见对他并不好, 现在闹上门来, 无非为了钱罢了, 他已经让张助理去处理, 给他们一点教训, 相信以后不敢再上门找露暖的麻烦, 露暖抬毛望着霍思明轮廓分明的侧脸, 心里闪过一模一样的感觉, 是被陆文昌他们气得脑子出问题了吗, 竟然会觉得这个混蛋给他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警察局, 张周随着警车一同过来的, 过来的还有几名保安和陆文昌等人, 警察路过口供出来后, 将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警察局长, 听警察说完后, 张周微微一笑, 道, 江局长, 你也听到了, 这几个人就是到飞训公司寻衅滋事, 还打伤了我们公司的保安, 还希望张局长依法处置, 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张局长一正言辞地说道, 张助理, 请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禀公职法, 严惩这些故意寻衅滋事的人, 多谢江局长, 那我录完考供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毕竟公事繁忙, 有点抽不开身, 希望您能理解, 张局长忙不迭地道, 理解, 我们理解, 毕竟您身为霍总的助理, 平时肯定忙得分身乏术, 这要是还有什么后续的话, 我们电话联系, 来, 我送送张助理, 张局长留步, 您太客气了, 不用送, 我自己走就行, 没事, 我送送张助理, 张局长坚持送张周出去, 看着张周在警察局门口拦了辆车离开, 这才转身往回走, 身旁跟着的警察不解地问道, 局长, 他不过是一个助理, 你对他是不是太客气了点, 张局长道, 你懂什么, 张周可是霍斯明的助理, 这谁不知道他做事代表着霍斯明的, 说着, 张局长不忘再提醒一句, 对了, 刚才抓回来的那几个人, 记得依法处置, 行政拘留和罚款, 知道了吗, 局长, 你放心, 我知道了, 还有, 不允许他们保释, 想了想, 张局长诱不了一句, 是, 我明白了, 警察局的审讯是, 警察推开门进来, 陆文昌是欺软怕硬的, 别看刚才在飞讯打保安横行霸道, 现在面对着警察, 他心底也害怕到不行, 陆文昌胆怯地问道, 警察先生, 我们已经录完口供了, 是不是可以走了? 张颖也迫不及待地问, 是啊, 口供都录完了, 我们也如实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做贼心虚, 张颖在警察局里, 总觉得浑身上下都不对劲, 只想快点离开, 陆暖这个贱丫头, 没想到真敢让警察把他们抓走, 等他们出去了, 找到机会一定让他好看, 不止张颖心里这样的, 陆浩宇和陆芷兰也是如此, 警察披了他们一眼, 神情严肃地道, 你们打伤飞讯公司的保安, 属于寻衅滋事, 行政拘留15日, 处罚5000元, 什么? 行政拘留, 陆文昌一听要被拘留, 一下子就慌了, 不是的, 警察先生, 你听我解释, 我们没有要犯法, 我们都是在处理家事, 我女儿在那家公司上班, 我就是想要见她, 找她商量一些事而已, 对啊, 我们就是去找那个贱呀, 那个我们的女儿, 好端端的, 我们怎么就犯法了? 陆志兰咬着牙道, 你凭什么抓我们, 我们犯什么法了吗, 你快放了我们, 否则, 我们找律师起诉你们滥用职权, 警察严肃地板着脸, 用力地拍了拍桌子, 立一声道, 你们动手打人, 就是犯法了, 我不管你们要找谁, 现在人正物正皆有, 你们就是打伤人了, 行政拘留和罚款, 我们都是依法处置的, 你们要是有任何异议, 随时欢迎你们找律师起诉我们, 说完, 警察带着怒意对外面的同事喊道, 小张, 小李, 你们进来, 给他们登记资料, 全部送去拘留, 外面走进来两个警察, 好的, 我们知道了, 两人拿出手铐给他们四人考上, 催促道, 都快点, 别默默唧唧地, 跟我们走, 陆文昌脸色苍白, 哀求道, 警察同志, 误会啊, 这都是误会啊, 不信你们打电话给我女儿, 我真的是去找她的, 不是想寻衅滋事的, 张云想到要被关到监狱里, 更是痛哭流涕地喊道, 没错, 张云想到, 求求你们打电话给我女儿, 你们可以找她问清楚的, 但警察没有在听他们的废话, 推着他们往外走, 张周回霍氏集团的路上接到霍思明的电话, 他接通电话, 道, 霍总, 您是想问那几个人在飞讯公司寻衅滋事的结果吗? 霍思明坐在江峰别墅的书房里, 淡淡地嗡了声, 结果怎么样了? 张周回道, 张局长说了会对他们依法处置, 他们将被拘留15天和罚款好, 我知道了, 霍思明紧跟着问了句, 你现在在哪? 霍总, 我在回公司的路上, 您是还有其他事要交代我去办吗? 张周听着霍思明话里似乎有这一层意思, 霍思明脑海一闪而过刚才别人对霍暖指指点点时, 他脸色发白的样子, 不由自主地眉头微醋, 道, 明天我不想飞讯出现任何关于露暖的传言, 你去飞讯处理一下, 张周道, 是, 霍总, 我明白了, 挂断电话, 张周心想, 霍总对霍小姐真是体梯入微, 怕霍小姐不开心, 这些细节都考虑到了, 张周对驾驶室的司机道, 师傅, 不好意思, 我不去霍氏集团了, 麻烦你掉一下头, 送我到明溪路的飞讯有限公司, 好嘞, 那我现在掉头送您过去, 车子掉了一个头, 朝飞讯有限公司走, 张国文的办公室的门被拉开, 张国文和张周肩并肩从里面走出来, 张国文笑得一连讨好的道, 张助理, 你请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先前霍总就说过, 绝不会允许任何传言在员工之间流传, 我一直都让公司的人严格遵守这条规定的, 张周听见了, 微微一笑, 道, 我当然相信张总管理公司的能力, 只是霍总吩咐了, 职责所在, 难免不了要过来提醒张总一句, 哈哈哈哈, 理解, 理解, 张国文爽朗地笑着说道, 那没什么其他的事了, 我就先回总部, 张总再见, 我送送张助理, 张国文送张周出了飞讯公司, 往回走的时候, 在门口就碰见了孟清廷, 孟清廷眼底眸光微闪, 一面走过去, 笑着问道, 张总, 这张助理过来找你, 是有什么事吗? 该不会是和上午露娜那个见人的事有关吧? 张国文道, 孟主管, 你在这里正好, 我有事跟你说, 啊, 张总您请说, 到底是什么事啊? 今天早上有人到公司寻信资室, 打上了我们公司的保安, 还说了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张助理都跟我说了, 你跟人事部门商量一下, 贴一张通告出来, 不许任何人在公司乱传流言蜚语, 否则将严格处理, 果然跟露暖这个见人的事有关。 孟清廷眉头微醋, 故意为难地道, 张总, 这嘴长在别人的身上, 怎么能管得住呢? 张国文露出不悦的表情, 怎么不能管住? 总之在公司内不允许议乱, 霍总曾亲自批评过这方面的事, 又是谁敢违反这条规定, 立刻开除? 上次账目出错的事, 总部没有追责他是万幸了, 现在他战战兢兢的, 不敢再出错, 要是还惹霍总部开心, 飞训总经理这位置怕是要换人来做了。 而且, 张国文眼神怀疑地看了孟清廷一眼, 心底有些不满, 每次孟主管都说会在霍总面前替他说好话, 也不知道是不是杨凤英伟, 总部对他可是没有半点关照。 见张国文态度如此强硬, 孟清廷怕惹他不开心, 那点小心思只好作罢, 笑着道, 好的, 张总, 你放心吧, 我会跟人事部门沟通, 尽快将通告踢出来, 要是公司里流传些乱七八糟的留言, 确实对公司有很大的影响。 张国文点点头, 这才没再说什么, 迈不上楼去了。 看着张国文的背影远去, 孟清廷脸瞬间黑了下来, 气得只咬牙。 张助理特意过来一趟, 只是处理了公司关于露暖的谣言, 不用想, 肯定是那个贱人邱思明这样做的。 嘿, 自己做了那么多不要脸的事, 还害怕被别人说。 孟清廷深呼吸好几口气, 平复下心中的怒意, 刚准备回楼上的办公室, 就见上午被带到警察局路口供的保安们回来了。 孟清廷心里一动, 想到了那个自称露暖妹妹的女人。 她说的那些都是真的。 孟清廷眼底有一抹算计闪过, 她迈步走过去, 对门口的保安问道, 你们刚从警察局回来吗? 保安们都认得孟清廷, 纷纷硬道, 是啊, 没错, 陆碗口供签了字才让回来, 我们刚想去找人事部说明情况, 希望今天下午不要扣我们工资。 你们放心吧, 我已经替你们跟人事部的人解释过了, 不会扣你们工资的。 那个被陆文昌打了一拳, 脸上挂彩的保安感激地道, 那真是多谢孟主管了。 不用客气, 孟清廷温柔一笑, 洋装随意地问道, 那几个来闹事的人呢, 他们也是陆碗口供就能离开警察局吗? 其中一个保安回道, 他们被处于行政拘留15天和罚款, 现在应该在警察局里关着, 肯定不能像我们那样陆碗口供救回来的。 对, 看着就解气, 别看在我们公司闹事的时候那叫一个横, 结果在警察局里, 一个个吓得脸色发青, 说话都发抖的, 另一个保安也比一地道, 可不是。 孟清廷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 这么说的话, 她想要找露暖的妹妹, 只能等15天后了。 其他人见孟清廷不说话, 奇怪地问道, 孟主管, 怎么了吗? 孟清廷猛地回神, 收敛起自己全部的思绪, 微笑着道, 哦, 没事, 就是想事情想入审了而已。 保安小声地问道, 孟主管是不是也在想那些说陆总监的话, 这些都是真的吗? 还有陆总监他跟霍总走了, 孟主管你, 保安的脸上的表情有点奇怪, 不是听说霍总是孟主管的男朋友吗? 孟清廷脸色变了变, 保安的话让他觉得难堪, 但他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笑容略显僵硬地道, 哦, 那个啊, 陆总监好像今天要去总部开会, 思民顺路烧他一程而已。 说完也顾不上保安信不信, 孟清廷找个借口急匆匆地上楼去了。 保安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脸好奇的表情。 孟清廷这个解释太牵强, 他们当然不信, 可就算再有好奇心, 这可是时光霍斯明的八卦, 他们也没胆子去探究。 一日一早露暖起床洗漱完, 准备出门上班, 本以为一如既往时司机老刘送他过去。 殊不知, 他刚坐进车里, 本该坐另一辆车前往霍氏集团的人也上车了。 露暖神情不解地打量着霍斯明, 你今天不去总部吗? 霍斯明神情淡淡地道, 去, 担心送你去飞训。 露暖瞬间觉得霍斯明莫名其妙地, 他甘笑一声, 道, 霍总, 不用了, 我自己过去就行。 霍斯明对他的花质若网玩, 对司机老刘道, 开车, 去飞训公司。 好的, 霍先生, 车缓缓驶出江峰别墅的车库, 开往飞训公司。 露暖眼角余光偷瞥着霍斯明轮廓分明的侧脸, 心底暗暗嘀咕了起来。 亏他昨天对他有一丢丢的改观, 今天又全部打回原形, 还是一如既往的独裁专断。 看着车窗外快速掠过的风景, 露暖想起昨天的事, 心骤然一沉。 昨天露文昌他们在飞训大闹一通, 肯定有同事知道的, 不用想, 现在一定传得沸沸扬扬, 公司就会像昨天似的, 被不明真相的人指指点点, 哪怕他去解释, 也不会有人相信。 斯吉此处, 露暖倍感身心俱疲, 脸色都微微泛白。 他垂在一侧的手用力攥紧, 在心里安慰自己。 没关系的, 轻者自轻, 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 你要努力挣钱, 早点把妈妈的手褶修复好。 露暖让斯吉老刘把车 停在离飞训公司不远的路口, 霍斯明将他心事重重的样子 进收眼底, 在他准备推开车门时, 到了声, 我明天带你去度假村住几天吧。 本来年前就由此打算, 但忙得抽不开身, 现在终于能空闲些, 他好似心情不太好, 正好带他出去走走, 散散心。 露暖想都没想, 下意识就张口拒绝道, 货走, 真的不用了, 您要是去度假的话, 祝您度假愉快, 我上班就要迟到了, 再见。 说完, 露暖下车溜得比兔子还快, 对度假他才没有兴趣, 少上几天班, 就少几天工资, 他才不乐意去, 倒是霍思明自己一个人去度假的话, 他得偷着乐, 有一阵子不用天天对着他这张讨人厌的脸。 看着露暖身影走远了, 霍思明面容冷峻, 眉宇微醋, 心里除了怒意, 还有一丝前所未有的挫败。 都多久了, 小女人对他总是一副强忍着位居唯唯诺诺, 实际十分抗拒, 连跟他多待半秒都不情愿。 他对他来说就那么没有魅力吗? 司机老刘觉得狭小的车厢里, 气温突然开始下降了, 他小心试探地问道, 霍先生, 我现在掉头送你去货室吗? 霍思明明紧了唇角, 过了半晌, 才冷声吐出一句, 送我去货室。 司机老刘赶紧应道, 是, 霍总。 飞讯公司, 露暖走出电梯门的那一刻, 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 走出去可能会接受到同事各种各样的目光, 还有议论的声音。 但出乎意料的, 他往自己办公室走的时候, 仅仅是有几名同事抬头看了看他, 再没有其他动静。 露暖往自己办公室走, 心底疑惑不已。 难道昨天那是没有传开, 他们都还不知道。 露暖往前走的脚不摸地顿住了, 梦清廷神情比翼地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口。 露暖皱了皱眉头, 抬脚朝自己办公室走去越过梦清廷的身边时, 听到他冷吃一声, 道, 不要脸, 勾引了思明, 还好意思让思明出面搞定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言蜚语。 露暖停下脚步, 只是梦清廷的眼睛, 语气郑重地说道, 梦主管, 我请你说话放尊重点, 我没有勾引谁, 还有你自己也知道那些是流言蜚语, 难道不知道流言蜚语不可信吗? 是霍思明混蛋, 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也只是受害者而已。 梦清廷被露暖的话读得一愣, 眼底的怨恨更加浓烈。 哼, 露暖, 你别以为用些不要脸的手段勾引住了思明, 就小人得知, 昨晚思明还给我打电话, 说他想我, 以后要跟我结婚, 我们走着瞧, 看看最后谁哭谁笑。 说完, 梦清廷黑着脸离开, 临走前还狠狠地撞了一下露暖的肩头。 露暖被撞得倒退了两步, 揉着生疼的肩头, 眉心紧拧地说了句, 莫名其妙, 即使梦清廷是被霍思明骗了, 同情心。 在心里安安中骂霍思明几句渣男, 露暖回到办公室里, 脑海里不停闪过梦清廷的话。 所以今天公司这么平静, 没有人对昨天的事议论纷纷, 是因为霍思明出面的缘故吗? 他会这么好心吗? 露暖甩了甩头, 将脑海里乱糟糟的念头甩出去, 深呼吸一口气, 贫富心烦意乱的情绪, 强迫自己投到工作里。 管他怎么样, 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 好好上班挣钱, 挣钱最重要。 霍氏集团, 高层会议室, 啪一声, 文件被用力摔在桌面发出的声音。 霍思明脸色阴沉沉 弯着办公室的诸多高层人员, 一声道, 我说过的话, 都没记住施码, 企划案修改, 不是让你们不痛不痒的修改几个数据, 这根原封不动拿回来, 有趣别骂。 被骂的高层一个个低着头, 神情忐忑。 霍总, 对不起, 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保证拿出让您满意的新策划案。 霍思明冷谋微眯, 盯着开口说话的高层, 气场压迫地问道, 一点时间是多久, 一周, 十天还是半个月, 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 那名高层被逼问的额头都冒汗了, 紧张地结结巴巴地回到, 霍总, 三天, 三天内我们一定会把新的策划案。 话还没说完, 霍思明冷冷地打断了他, 我不管你们是通宵加班, 还是怎么样, 最迟明天早上, 我要看到新的策划案, 如果做不到, 你们也别坐在霍室里浪费时间了, 霍室不养废人。 会议室里的人心里较苦不迭, 但要是做不到就要丢了饭碗, 只能硬着头皮硬道, 好的, 霍总, 我们知道了。 霍思明这才没再说什么, 冷着一张脸从会议室出去。 霍思明前脚一走, 后脚会议室里的人都苦着一张脸, 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其中一人垂头丧气地问道, 张助理, 霍总自从谈恋爱以来, 已经很久没有变身恶魔, 今天这是怎么了, 和他女朋友吵架了吗? 张周清可一声, 道, 你们还有心思打听霍总的八卦呢? 快点赶企划案吧, 要是明天早上交不出新的企划案, 那我只能替你们祈祷了。 众人哀嚎一声, 苦不堪言, 但都不敢再打去了, 急急忙忙收拾好自己东西出去准备新的策划案。 他们明天早上可不想丢了饭碗啊。 会议室里空了, 张周满脸无奈地叹息一声。 对于刚才他们的问题, 他可以确定, 十有八九霍总就是陆南小姐吵架了。 看来今天他也得谨慎点, 鼻撞枪口上了才行。 中午, 张周推开办公室的门进去, 霍斯明面无表情地在处理文件, 但走进去一步, 他立刻能感觉到霍斯明释放的低气压。 张周的小心脏颤了颤, 走过去, 忐忑地问道, 霍总, 您前天让我安排出几天时间休假, 从后天开始五天内的行程, 我都给您推掉了, 您看, 要去国外还是国内度假, 需要我提前为你订好机票和酒店吗? 不提还好, 一提霍斯明脸色更阴沉了几步, 冷冷吐出一句话, 行程照旧, 不去了。 张周一愣, 好端端的, 霍总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 跟陆小姐有关吗? 看着霍斯明脸黑如墨的样子, 若是霍总行程照旧, 这几天他们怕是都不好过了, 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 于是思索了片刻, 张周试探地问道, 霍总, 是不是因为陆小姐没空过去, 您才打算放弃休假的? 霍斯明皱眉, 眸光晦暗不明, 班赏才说了句, 她说不愿意去。 张周一个机灵, 连忙道, 霍总, 虽然我见陆小姐的次数不多, 但能感觉得到, 陆小姐是一个对工作很认真负责的人, 她肯定是不想因为休假而影响了工作, 您要是想让陆小姐去的话, 我这里有个办法。 霍斯明目光看向了张周, 什么办法? 张周回道, 让飞讯组织一次团建, 全部员工都跟着过去, 陆小姐肯定不会再有心理负担, 怕自己休假影响了工作, 霍总, 您说是吗? 霍斯明深邃地眼眸微眯, 阴沉的脸色渐渐缓和过来, 单声道, 你去安排飞讯公司后天组织团建, 地点就在霍氏集团开发的冰江度假村。 张周笑着道, 好的, 霍总, 我马上去安排, 这时候冰江度假村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里面酒店能泡温泉蒸桑拿, 现在去再合适不过了, 陆小姐一定会很开心的。 提及陆马, 霍斯明留了一个心思, 道, 记得别让飞讯公司知道这次团建是我的意思, 否则小女人就不愿意去了。 张周一脸我明白的表情, 连连点头, 道, 霍总, 请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既然不能让陆小姐有心理负担, 当然不能让她知道是霍总特意安排的。 哎, 那没什么事了, 你先出去吧。 是, 霍总。 张周从霍斯明的办公室出去, 合上门, 她一脸幸好的表情拍了拍胸膛。 幸亏她聪明, 要不然霍总度假的计划取消, 接下来五日在公司上班, 他们一定会每天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第二天, 露暖刚到飞讯公司, 就听到公司的同事高兴地说道, 露总监, 早上好, 你听说了吗? 明天我们公司要组织团建了, 地点是我们总部开发的滨江度假村, 这次可以去五天呢? 去滨江度假村团建。 对啊, 今天公司已经听了通告出来, 明天一早在公司集合, 坐大巴车过去, 团建的所有费用由公司出K。 财务部的同事一个个高兴不已, 纷纷感叹起来, 以前我们公司也有团建, 但从来没有去过这么好的地方, 现在被霍氏集团收购后, 不用加班, 福利还越来越好, 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没错, 霍总对手底下的员工真是太好了。 同事们兴致昂扬地讨论公司团建的事, 只有露暖眼眸微垂, 精致的脸上是若有所思的表情。 昨天霍思敏也提了句, 说要带他去度假村住几天, 今天飞讯就说要组织团建去度假村,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度假村, 这未免有事太巧合了吧。 看露暖不说话, 同事道, 露总监, 你怎么了? 明天的团建, 你应该也会去吧? 露总监肯定会去的, 这么好的机会, 谁会不去啊? 露暖猛地回神, 出面前的同事笑了笑, 洋装随意地问道, 明天的团建就我们飞讯的员工去吗? 没有总部的人了吗? 同事点点头, 道, 当然了, 就我们公司的同事一起去, 总部不会有人去的, 听说总部安排的公司团建, 都是出国玩的。 我有个朋友就在总部上班, 听说春节前他们就组织了一次团建, 是去巴黎岛玩, 报销来回机票, 还居住的酒店等等, 我听得都要羡慕死了。 真的吗? 这总部的福利也太好了, 以后有机会我也要入职总部。 这么说的话, 霍思敏肯定不会去。 换在以前, 露暖肯定不想去团建的, 他宁愿在家补教, 或者出去兼职, 可现在不同了, 他不去的话, 只能在江峰别墅面对霍思敏, 那他还不如去团建, 至少能有几天不用见到那张讨厌的脸。 当天晚上, 露暖下班回到江峰别墅, 霍思敏今天回来得出奇的早, 正常腿交叠, 神情淡然自若地坐在沙发上看财经报纸。 见他回来了, 他放下报纸看向他, 诞生道, 吃饭吧, 顾管家已经让人做好晚饭了。 哦, 好, 我去洗手。 洗完手来到餐桌前坐下, 露暖端起碗筷吃饭, 期间眼睛偷偷瞥向霍思敏好几次, 也不知道跟这个混蛋说自己去参加公司组织的团建, 要离开几天, 他会不会同意? 或者他一直让保镖跟着他, 被公司的同事知道了, 那也不好办。 看的次数多了, 霍思敏不可能毫无察觉, 美股微台, 问道, 有事。 露暖漆黑的毛子咕噜噜转动了一圈, 脸上闪过一抹脚侠的神情, 道, 霍先生, 是这样的, 后天公司组织团建, 为了建立我和公司其他人之间良好的同事关系, 我肯定的去到, 要去五天左右, 这几天里, 您能不能别让保镖跟着我? 霍思敏深邃的眼眸微眠, 一眼看穿露暖的心思, 他心里暗笑, 故意沉下声音道, 也不是不可以。 露暖眼睛一亮, 真的吗? 下一秒, 他似笑非笑地望着露暖接着道, 但是, 但是, 露暖的心咯噔了一下, 心理直觉不好, 但是什么? 霍思敏的嘴角扬起,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露暖, 你现在亲吻一下, 我就答应让你去, 而且不让保镖跟着你。 露暖脸色瞬间黑了, 就差没脱口而出一句不要脸。 他僵硬地笑了笑, 霍先生, 一定要这样吗? 霍思敏不语, 只是笑着挑了挑眉梢, 那样子仿佛在说, 一定要这样。 露暖咬着唇, 心里按骂起霍思敏, 可转念一想, 这个混蛋更过分的是都对他做过, 亲一下, 可以换五天的自由, 五天内不用再见到他, 还是很划算的。 再说了, 他没说亲哪里, 亲脸颊也是亲啊。 露暖心中一番挣扎后, 道, 你说真的, 我要是真的, 真的, 亲了你, 你不能反悔。 霍思敏沉声道, 绝不反悔。 露暖豁出去了, 好, 咬咬牙站起身, 弯腰在霍思敏的脸颊亲了一下, 然后迅速离开, 这速度快到霍思敏都反应不过来, 只觉得脸颊上温软的触感, 稍纵即逝。 露暖脸颊微红, 眼神闪烁地道, 好了, 我已经亲了, 霍先生, 你答应过的, 我去公司团建的很时候, 不让保镖跟着我。 霍思敏眸光微暗, 修长的手指清除脸颊上被亲过的肌肤, 显然意犹未尽。 这可是露暖第一次自动亲他。 霍思敏轻笑一声, 这样不算。 什么不算, 你自己说过绝不反悔的, 露暖瞬间就怒了, 睁大眼睛瞪着他。 这个混蛋又想耍无赖吗? 看着露暖像一只炸毛的猫似的, 霍思敏眼底笑意更深了, 道, 我要的不是亲脸颊, 说完, 他还用手指碰了碰自己的薄唇, 言下之意很明显了。 露暖脸颊胀红, 你刚才也没说亲脸颊不行, 但我现在说了亲脸颊不行。 厚颜无耻的霍思敏, 让露暖气得直咬牙, 他目光落在他薄厚视中的唇瓣上, 像被火烫了似的, 迅速移开目光。 他实在没办法主动去吻霍思敏的唇。 他怒气冲冲地道, 我不去公司团建了, 你爱让保镖跟着就跟着吧。 说完他扭头就要走, 不过才走了不到两步, 纤细的手腕让一只温热的大手钻住, 稍微用力一拉, 他被迫转过身来, 霍思敏低头直接堵住了他的嘴。 露暖推散的霍思敏的胸膛想要抗拒, 却无济于事, 他并没有松开半分。 一阵缠绵翡测的吻过后, 露暖浑身无力地, 面红耳赤地靠在霍思敏身上。 他毛光微暗, 指伏微微用力按了一下他泛着光泽的阴唇, 低声道, 这样就算数了, 我答应你的也不会反悔, 你去公司的组织的团建, 我不会让保镖跟着你的。 反正去滨江度假村他也在, 不怕会出什么事。 露暖稍稍回神, 想起自己被霍思敏吻得不能自拔, 心里又羞又恼, 一咬牙, 推开他小跑上楼去了。 霍思敏望着他的背影, 一脸宠溺, 一日一早露暖简单地收拾了日用品和衣服, 拉上行李箱下楼。 下楼时, 他看到霍思敏神情淡淡地坐在沙发上, 心里不禁奇怪。 他今天不去上班吗? 霍思敏听到下楼的脚步声, 眼角余光一直看向楼梯的方向, 自然看到了露暖的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 他心底暗笑, 决定做戏做全套。 放下手中的财经报纸, 他清了清嗓子, 装目作样地说道, 不是说今天十点要赶到公司和同事会合, 然后坐大巴车出发去团建马, 赶紧吃完早饭, 让司机送你过去吧, 小心迟到了。 露暖从自己思绪中回神, 忙回道, 好的, 谢谢霍先生, 我知道了。 于是露暖吃了早餐, 提着行李箱出门, 霍思敏站在门口看着司机开车送他离开。 车后面的江峰别墅越来越远, 直至再也见不到。 露暖眉头微醋, 总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可仔细一想, 又想不出具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索性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他忽略一句话, 事出反常必有妖, 今天的霍思敏非一般的反常。 江峰别墅里, 露暖前脚离开, 后脚林小宇就收拾好霍思敏的东西提下来, 跟顾管家一同走到他面前。 顾管家道, 霍先生, 您的行李我们都帮你收拾好了。 霍思敏微微汗手, 道, 放到车上吧, 我正好现在出发前往滨江度假村。 好的, 霍先生。 顾管家把霍思敏的行李放到了车上。 张周拉开车门让霍思敏上车, 顾管家站在车外, 微笑着道, 霍先生, 祝您度假愉快。 霍思敏点点头, 坐上副驾驶的张周对李伟说道, 开车吧。 好的, 张助理。 那辆劳斯莱斯幻影缓缓驶驶出江峰别墅的车库。 看着车走远了, 林小雨一脸不解地问道, 顾管家, 我早上听陆小姐说, 她也是去滨江度假村, 那霍先生为什么不和陆小姐一起过去呢? 顾管家神情不解地摇了摇头, 或许霍先生另有打算吧。 林小雨小脸上扬起了笑意, 道, 可能霍先生是想给陆小姐一个惊喜。 可能是吧, 我们还是别多想了, 趁着霍先生和陆小姐不在家, 你和小林他们把家里都仔细打扫一遍吧。 我知道了, 顾管家, 两人各司其职地开始忙活。 至于霍思敏给露暖的是惊喜还是惊吓, 到时候只有露暖本人最清楚了。 飞讯公司楼下, 露暖拖着行李箱走过来, 公司包的大巴车已经停在一旁, 露暖走过去跟张国文打过招呼后, 放好行李箱, 也上车去了。 刚一上车, 他就看见坐在前面的梦蜻蜓。 四目相对, 梦蜻蜓冷哼了一声, 一如既往的没给露暖好脸色, 阴阳怪气地说道, 有些人啊, 就是没点时间观念, 大部分人都到了, 他还慢吞吞地, 搞得大家一起等他, 不知道别人时间宝贵是吗? 别人或许听不出梦蜻蜓话里话外说的是露暖, 但露暖一听就听出来。 他深呼吸一口气, 表情平静地往前走了两步, 站在梦蜻蜓的位置前, 将手机递到梦蜻蜓面前, 惹得梦蜻蜓不满地道, 陆总监, 你这是做什么? 露暖, 梦主管,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谁, 但我没记错的话, 昨天通知大家是十点在公司楼下会合, 现在才九点五十分, 请问谁迟到了吗? 我看好像没人迟到吧? 你, 梦蜻蜓被露暖的话读得哑口无言, 过了半晌, 才脸色难看得挤出一句, 可能是我记错时间了。 那看来梦主管的记性真是不太好, 以后可以多吃点核桃吧, 补脑的。 说完, 露暖也不管梦蜻蜓蜓色黑得能滴出墨水, 抬脚往车厢里走, 走到后几排没人的位置坐留下来。 梦蜻蜓坐在原位, 用力攥紧了手心, 恨得牙痒痒。 露暖这个贱人, 刚才是在嘲笑他没脑子试马,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故意给他难堪。 走着瞧, 先让这个贱人得意几天, 以后总有办法教训他的。 露暖坐下没多久, 其余人也上了车, 三辆大巴车一前一后的驶离飞训公司。 露暖靠着车窗, 弯着车窗外快速掠过的车流, 脑海里突然冒出霍思明的脸。 今天早上他站在别墅门口目送车子离开, 他眼神温柔, 神情专注的样子, 让他有一瞬间的恍惚, 仿佛他们是正在就交往的男女朋友。 露暖一个机灵, 猛地坐直了身体, 神情略微慌张地道, 不可能, 我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 是脑子嗅痘了吗? 还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露暖这一惊一乍的反应让前面的同事察觉到了, 回头看向他, 不解地问道, 露总监, 出什么事了吗? 怎么听见你在说水混蛋? 露暖一阵, 但很快回过神来, 干笑了一声, 心虚地道, 没事, 就是看了一个社会新闻, 有点气不过, 忍不住骂了两句, 不好意思, 坐在前面的梦蜻蜓也听到后面的动静, 听到露暖的解释, 撇了撇嘴, 心底不屑地想, 假惺惺, 就知道在人前装善良。 同事信以为真, 啊, 没事的, 我还以为露总监身体不舒服呢? 没有, 没有, 含糊地敷衍过去后, 露暖长蓄了一口气, 甩牢甩头, 把脑海里乱七八糟的想法都甩出去, 不许自己再胡思乱想。 下午两点, 滨江度假村, 一辆劳斯莱斯欢迎停在滨江酒店前, 张州拉开车门, 霍斯明从车里下来, 身形修长, 俊美如似的样貌让门口的女服务生都看待了。 酒店的王经理笑容满面地迎上去, 霍总, 欢迎您来到滨江度假村, 我们已经为您安排好午餐和总统套房, 您看是要到餐厅用餐, 还是送到房间里给您。 我先到房间看看, 需要用餐了再让你们送上去。 王经理带着恭维地笑, 好的, 霍总, 那我现在带您去总统套房, 这边请。 霍斯明神情淡漠地点点头, A。 到了楼上豪华的总统套房, 王经理让酒店服务生把行李放好, 道, 霍总, 那我先不打扰您休息, 有任何需要, 请霍总警官告诉我们。 王经理走了, 霍斯明冲张周问道, 露暖他们还有多久才到度假村? 张周道, 我们出发要早20分钟, 不出意外的话, 半个小时内露小姐会跟飞训的员工抵达度假村的。 霍斯明深邃地眼眸微眯, 眸光闪了闪, 道, 张助理, 你去替我办一件事。 张周往前走了两步, 弯腰凑到霍斯明面前, 他低声说了几句, 张周站直身体, 道, 霍总, 您放心, 我现在就去找王经理安排。 哎, 去吧。 张周从总统套房离开, 霍斯明坐在沙发上,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嘴角擒着一抹淡笑, 半个小时后, 滨江度假村酒店前, 三辆大巴相继停下, 飞训公司的员工从大巴车下来, 鸽子拉着行李箱往酒店内走。 进到里面, 酒店前台小姐道, 欢迎各位来到滨江度假酒店, 贵公司定下的是双床套房, 两人住一间, 请各位决定好了住一间房的同伴, 到这里来登记, 我会把房卡给你们。 小林, 我跟你住一间吧。 可以啊, 那我们快去登记吧。 好, 梦清廷站在那里, 她新来的助理也高兴得到, 梦主管, 我跟你住一间好不好。 梦清廷微微一笑, 当然好。 梦主管你把身份证给我吧,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前面排队登记。 麻烦你了。 助理拿着身份证去登记后, 梦清廷眼底带着一丝嘲讽眼神看着露娜。 谁让她在公司老实装柔弱, 让男同事都对她献殷勤, 在你同事中谁不讨厌她, 看现在都没人愿意跟她住一间房。 露娜以前有时间就忙着兼职, 跟公司同事关系好的不多, 只有一两个, 天偏那两个同事都没过来。 她正想开口问有没有愿意跟她住一间, 酒店的服务生走了过来, 道, 小姐, 不好意思, 您是落单的一个, 可能要麻烦您自己住一个房间了。 露娜一正, 看着酒店前台还站着好些同事, 心生疑惑。 这么快都登记完了, 就知道她是落单的了嘛。 不过她也没有多想, 自己一个人住并没有不好的。 露娜道, 没关系的, 我可以自己一个住。 那麻烦小姐您跟我来这边登记一下身份信息。 露娜点点头, 好的, 谢谢。 登记完信息, 其他同事也登记完了, 酒店的服务声道, 诸位这边请, 我带你们上鸽子的房间。 上了电梯, 电梯停在了三楼, 大部分住在三楼房间的同事都出去了, 再往上一楼层, 又出去了部分同事。 到了五楼的时候, 他们剩下的几个女同事都要出去了。 孟清廷拉着行李箱也要出去, 眼角余光瞥了眼还站在电梯里的露娜, 看到酒店服务声又按下顶层的按钮, 皱了皱眉, 道, 路总监房间跟我们不在同一楼层吗? 露娜还没回答, 带他们上去的酒店服务声先说道, 不好意思, 由于这些楼层都没有空的房间, 所以这位小姐的房间安排在了顶层。 孟清廷这才冷哼了声, 趁着没人注意, 瞪了露娜一眼, 拉着行李走出电梯。 电梯门盒上, 还在电梯里面的露娜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 他就不明白, 没有空房间了, 酒店把他的房间安排在别的楼层, 问清廷有什么好灯他的, 丁一声, 电梯门开了。 酒店服务声道, 小姐, 欠。 露娜跟着他来到一间套房前, 酒店服务声将酒店房卡交给他, 微笑着说道, 这间就是您的房间, 祝您入住愉快。 露娜说了一句谢谢, 结果房卡刷开门进去。 和上门, 他将行李箱放在门口, 换上干净的鞋子往里面走, 顿时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间套房也太豪华了, 他站在的位置是客厅, 前面是阳台, 巨大落地窗能看到外面的山景, 很漂亮, 屋内欧式风格的摆设奢侈好看。 露娜走到阳台绕了一圈, 回到客厅的沙发坐下, 嘀咕道, 这间酒店所有房间都这么豪华的吗? 还是公司全都订了最好的房间? 想来想去, 露娜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 她累得直接倒在了沙发上, 想着一会儿再把行李拿进卧室里放好。 望着上方漂亮精致的水晶灯, 她长去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来, 第一次觉得放松心情。 五天可以不用见到那个混蛋, 露娜, 你什么都别想了, 开开心心地玩五天。 话音一落, 另一道低沉的男性嗓音带着笑意响起, 哎, 不用见到哪个混蛋? 露娜被吓了一跳, 猛地坐起身, 看到神情似笑非笑的霍思明站在那里, 瞪大了眼睛, 好半嗓才反应来, 气急地说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霍思明微抬眉骨, 道, 过来度假, 这里是我订的房间。 你胡说, 刚才酒店的服务生说了, 这是我的房间, 还有给了我房卡的, 怎么可能是你的? 霍思明眼里的玩味让露冷的话戛然而止。 对了, 滨江度假村是霍氏集团开发的, 滨江酒店自然也是霍氏集团旗下的, 霍思明要安排点什么, 随便一句话的是, 露暖想明白了, 黑着脸, 咬牙切齿的道, 这都是你安排的, 骗子, 你不是答应不让保镖跟着我, 让我一个人来参加公司团建的吗? 霍思明神情淡然自若, 走到露暖旁边坐下, 唇边过着笑意说道, 我答应了不让保镖跟着你, 我做到了, 至于其他, 我并没有说过, 更没有说过他也会过来度假。 露暖脑海又浮现昨天在江峰别墅那个吻, 怒不可遏地道, 你, 你昨天还, 还, 混蛋, 臭不要脸的大混蛋, 霍思明显然猜到露暖心中所想, 倾笑一声, 眼底是让人不以察觉的宠溺, 骨节分明的大手握住他的小手, 低声道, 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 无论马, 我已经提前让人把餐食送上来, 过去吃点东西吧, 露暖不情愿地要抽回自己的手, 但不能如常所愿, 霍思明就是握着不肯松手。 他咬牙道, 霍总, 我还是不住在这里, 公司其他同事都是两人住一间, 我总不能搞特殊吧。 霍思明笑笑地道, 你没有搞特殊, 你也是两人住一间。 露暖心底要抓狂了。 混蛋, 他说的两人住一间, 不适合他好吧。 霍思明要拉他去吃东西, 霍地, 露暖的手机响了, 是公司同事打来的电话, 他接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同事说, 露总监, 你的东西还没收拾好吗? 我们要在酒店餐厅吃饭了, 你快点下来吧。 露暖眼睛一亮, 刚想张口答应, 好借这个机会逃出栏窝。 突然, 霍思明长臂一身, 将他搂到了花里。 露暖惊呼一声, 电话那头的同事听见了动静, 奇怪地问道, 露总监, 你怎么了吗? 露总监。 露暖僵硬着身体, 是一动不敢动, 霍思明低头凑近他耳边, 低声道, 跟他们说你累了, 想先休息, 不下去跟他们一起用餐。 露暖刚想反驳霍思明, 他莫地张嘴含住他的耳垂, 嗓音微哑地道, 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吗? 哎? 他当然不想。 露暖愤恨不已, 但不得不屈服在霍思明的淫威之下, 要是被传出去, 他以后没有脸见人, 在飞讯也待不下去了。 露暖无奈只能跟电话那头的同事说道, 没事, 我刚才不小心被椅子绊了一下, 还有我有点运车, 想先休息休息, 你们先吃吧K。 同事不已有他, 那好吧, 露总监你先好好休息, 我们明天早上在酒店门口会合, 大家说好了先去隔壁的滑雪场滑雪。 哎, 我知道了, 拜拜, 拜拜。 挂断了电话, 露暖推嗓着霍思明的胸膛, 露瞪着他, 快点放开我。 霍思明眸光暗了, 突然咬了一口露暖的耳朵, 惹得他痛呼出声, 脸一下子都白了。 这个混蛋突然干什么? 他都按照他说的去做了, 他怎么还突然发神经咬人, 接下来他还会不会做出其他什么事来。 露暖脑补了一些十分血腥的场面, 后背经不住发凉。 霍思明心情确实不太好, 小女人平时千方百计的隐藏和她的关系, 比如不让司机送她到飞讯楼下的, 在外人面前喊她霍总, 要多疏离有多疏离, 因此她才想拿这个威胁她。 可她照她的话做了, 她心里去赌的话, 她就那么想跟她画清界线吗? 不过察觉到华里的小女人脸色都白了, 她怕吓坏她, 亲了亲她的脸颊, 放柔了嗓音, 道,好了, 先吃点东西吧。 别拉着走到餐桌前, 露暖心不在焉地吃着东西, 看着对面神情淡然自若的霍思明, 她猛得一机灵, 想起了一件事。 露暖语气略微忐忑地问道, 那个,明天我们去滑雪, 霍先生, 你也会去吗? 霍思明道, 会去, 他去的话, 他自然也会去。 露暖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眉头紧锁, 半晌才小声地道, 我胆子小, 从来不喜欢滑雪, 我明天不会去的, 祝霍先生玩得愉快。 霍思明眉宇紧促, 你刚才不是答应同事要去吗? 我刚才没考虑清楚, 现在仔细想想, 我还是不想去。 露暖语气闷闷地道, 他不想去的原因, 谁知道这个混蛋会不会在滑雪场突然做出什么事吧, 他可不想在人前和他扯上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霍思明脸色沉了馋, 显然是看透了露暖的心思, 一时之间气得恨不得把人抓过来狠狠吻一通。 不过他冷静了下来, 想到本来就是想带他来度假村散散心的, 要是让他窝在酒店不出去, 那来度假村的意义也没了。 他以气略微不悦地道, 明天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视频会议要开, 要留在酒店里, 不去滑雪。 露暖的语气半信半疑, 真的, 突然就说不去了, 不会是骗他的吧。 他脸色更黑了几分, 但最终还是嗡了声。 露暖态度一下子就变了, 立刻改口道, 我认为人还是要大胆尝试一些新的事情, 我明天还是去试试滑雪吧。 霍思明明紧了唇, 脸色说不上的难看。 他出现的地方空气是有毒嘛, 让他那么避而不及。 心里憋着一肚子火的霍思明, 在露暖吃完东西后, 二话不说将人扛起来, 直接扔到窝房柔软的大床上。 露暖心下一惊, 刚要爬起来, 他就齐身而上, 堵住了他想说话的嘴, 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露暖浑身发软, 泄愤一般咬着霍思明的尖头, 身体随着他的起起伏伏, 心里愤恨不已。 现在还是白天就占他便宜, 惊虫上脑的色情狂, 王八蛋。 第二天, 露暖刚吃过早餐, 接到了同事催促的电话。 露总监, 你醒了吗? 我们现在要在酒店门口集合, 一起出发去滑雪场, 你快点下来吧。 露暖心里安安骂了霍思明两句, 这个禽兽昨晚一直没放过他, 才害他起碗了。 他拿过旁边的大衣穿上, 一边回道, 我现在就下去和你们会合, 你们再等我两分钟。 好的, 那你快点。 挂断了电话, 露暖穿好了大衣, 目光偷偷地瞥了霍思明两眼, 不放心地问道, 霍先生, 你今天真的要开始评会议, 不会去滑雪的, 是吗? 霍思明冷冷地板着脸, 嗯。 露暖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 不忘恭维霍思明两句, 霍先生出来度假还得工作, 这是太辛苦了, 但你一定要劳逸结合, 别累坏了自己, 那我就先走了, 霍先生再见。 看着露暖毫不留恋地出了总统套房, 霍思明脸上阴霾遍布, 心塞不已。 煞费心思想和小女人一起度假, 结果就是他只能看他一个人开开心心地去玩。 思量再三, 霍思明拿出手机给张周拨了一个电话过去。 滨江酒店大堂, 露暖刚从电梯出来, 就有同事笑着朝他招手, 扯着嗓子喊道, 露总监, 这, 我们这在。 露暖转头看过去, 朝他们挥了挥手, 然后走过去, 不好意思冲张国文笑了笑, 张总, 还有大家, 不好意思, 有点睡过头了。 张国文不以为然地摆摆手, 没事, 也没迟多少, 走吧, 我们准备出发去滑雪场。 张国文没说什么, 梦蜻蜓却不高兴地哼了声, 阴阳怪气地说道, 昨天还那么有底气说自己没迟到呢, 今天怎么迟到了? 露暖全当没听见, 不想搭理孟清廷, 跟大伙一起往外走。 上了大巴车, 需要开车十分钟才能到滑雪场。 在车上, 大家讨论起住的房间, 一名同事突然问道, 露总监, 你自己住是单人间吗? 房间是不是没有双人套房好? 呃, 露暖被问得一阵心虚, 他当然不能说他被霍思明这个混蛋强迫住到总统套房, 只能干笑着敷衍道, 是啊, 单人间肯定没双人套房好, 但没关系, 我感觉住着也还可以, 挺好的。 孟清廷听见了, 心中冷笑, 住得不好那也是露暖活该, 谁让他整天只想着勾引男人, 热人闲。 十分钟后, 大巴车稳稳地停下, 到了滑雪场。 一行人进到滑雪场, 开始租用滑雪需要的器材人, 然后穿戴准备进入滑雪场。 孟清廷轻车熟路的穿戴好防护工具和滑雪板等, 他曾经学过滑雪, 这些对他来说并不难。 眼角余光披荐露见露暖在滑雪教练的指导下穿戴滑雪板等, 孟清廷眼眸微眯, 眼底快速闪过一抹阴朗。 露暖穿戴好滑雪的器材和护膝, 专用的滑雪头盔等, 在滑雪教练的帮助下, 和飞训的其他同事一起进到滑雪场。 露暖在滑雪教练的指导下, 略显笨重用滑雪杖支撑着往前滑。 虽然有点吃力, 但经过一个小时的学习, 也算是学得有模有样。 滑雪教练道, 你胆子大一点, 自己试着往前骂面滑, 等适应下来就会好很多, 我就先去叫其他人了。 不是, 我, 露暖刚想说自己不行的, 但滑雪教练已经滑走了。 望着她远走的背影, 她苦笑了一下, 只好自己接着练习。 看着其他同事很快就掌握了滑雪的技巧, 直接从滑雪道上滑下去, 露暖还是蛮羡慕的。 她咬了咬牙, 道, 露暖, 相信你自己, 你也一定可以的。 露暖笨手笨脚的, 一不小心就摔了一下, 惹得不远处一个戴着头盔, 护目镜, 全身上下包得严严实实的男人倾笑出声。 此人正是霍思明。 此时她充当滑雪场的教练站在那里许久了, 因为身上全部武装, 倒没让人察觉到她是霍思明。 郑州同样全部武装站在霍思明身后, 心里暗暗嘀咕。 这是要弄哪样, 偷偷摸摸在旁边看陆小姐, 不打算过去吗, 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趁着叫陆小姐滑雪, 赢得美人的芳心, 霍总怎么就不知道把握呢? 她刚想开口提醒霍思明, 滑雪场一个女游客走过来, 眼神带着一丝期待望向霍思明问道, 这位教练, 不好意思, 我不太会滑雪, 你能教教我吗? 虽然这个教练带着头盔护目镜, 但隐约可见的轮廓线条足以看出来, 长得一定很帅。 霍思明对女游客的话质若网文, 还没开口, 张州就很有眼力尽地走上前, 道, 这位小姐, 这样吧, 我来教你, 可是我想要她教我, 张州, 不好意思, 这位教练在休息中, 没办法教你, 还是我来吧, 女游客还是满脸期待, 目不转睛地看着霍思明, 见她半天都没有反应, 才一脸失望地摇了摇头, 道, 哦, 那不用了, 我还是自己慢慢滑吧, 看着女游客的背影, 张州嘴角狠狠抽出了两下, 至于嘛, 这话语间毫不掩饰对她赤裸裸的嫌弃啊, 虽然她是比不上霍总, 但也不至于差到这种地步吧, 霍思明没领会张州的幽怨, 见露暖又滑远了些, 她紧跟着滑过去, 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看她, 除了霍思明, 滑雪场上还有一双眼睛注视着露暖, 那就是梦蜻蜓, 看着露暖动作笨拙, 她心地冷哼了一声, 目光在露暖四周看了看, 见到隔壁有两组同事也不是很熟练, 正在磕磕绊绊地学习滑雪, 梦蜻蜓眸光阴朗, 忽地滑倒了那两组同事的旁边, 故意在他们视角的盲曲挡住, 导致两组同事撞上了她, 梦蜻蜓惊呼一声, 洋装止不住地往前滑去, 装目作样地慌慌张张喊道, 让开, 陆总监, 你快让开啊, 露暖看着一面冲来的梦蜻蜓, 速度又快又猛, 她吓得一下子就正住了, 根本躲不开, 眼看快要撞上露暖了, 梦蜻蜓看似想利用滑雪杖停下来, 实际是利用滑雪杖控制方向, 更加精准无比地撞上露暖, 终于在其他人惊呼声中, 梦蜻蜓重重地撞上了露暖, 露暖被撞得摔在滑雪道的围栏上, 围栏倒了, 她顺着滚出滑雪道外面, 往下滚了一段距离, 腿磕在一棵树干上, 才停止了往下滚动的姿势, 露暖头晕目眩的, 脚上疼得钻心, 小脸瞬间惨白, 陆总监, 其他人惊呼出声, 霍斯明瞳孔猛地一缩, 心骤然一紧, 迅速滑过去, 脱掉滑雪板从赛道跳出去, 顺着雪地滑下去, 滑到露暖的面前, 她气喘吁吁将它拉过来, 语气难掩着急地问道, 怎么样了, 有没有摔伤哪里, 露暖疼的小脸皱成一团, 听到熟悉的声音, 她正了正, 道, 是你, 霍斯明, 你怎么会在这? 眼前的男人全副武装, 头盔护目镜等, 要不是听声音, 她真的看不出来这是霍斯明, 她不是说不来滑雪吗, 那她现在为什么会在滑雪场? 霍斯明眉头紧簇, 沉声道, 先告诉我, 有没有摔伤哪里, 她仔细地上下检查露暖身上是否受伤, 在摸索到她右小腿的时候, 她疼得发出似的一声, 强忍着痛楚道, 别碰, 疼, 其他地方没摔伤, 腿刚才磕在树上了, 幸亏是戴了护膝和头盔, 除了右小腿, 身上其他地方都没受伤, 霍斯明眉头紧簇, 现在她穿着滑雪服, 也没办法查看伤势如何, 只能先上去再说, 她动手解开她脚上的滑雪板, 张周已经带着滑雪场的其他工作人员赶过来, 在滑雪道边上着急地喊道, 霍, 张周想到来时霍斯明交代的话, 不能让工作人员知道是她, 到嘴边的话硬生生改成了, 霍教练, 陆小姐怎么样了, 没事吧, 我现在让人过去拉你们上来, 霍斯明眉头微醋, 稍微压了一下嗓音, 要, 不用了, 我现在背她过去, 你们站在那, 等一下再拉我们, 好的, 那你们快点, 霍斯明收回了目光, 低声对霍暖说道, 忍着点, 我背你过去, 说着, 她背过身, 抓着霍暖的胳膊, 将她拉到自己背上, 站起身, 用力地将背上的她往上抛了抛, 踩着道小腿肚子的血尖男的往前走, 霍暖趴在霍斯明的肩头上, 不知为什么, 看她背着自己在雪地上举步难行的样子, 突然觉得她这个人其实没那么讨厌了, 别看她们所在的地方离滑雪道距离不算长, 但背着一个人在雪地不好走, 霍斯明也是费了好些功夫, 才背着霍暖走到滑雪道旁边, 霍斯明将人从背上放下来, 抱着她递到滑雪道围栏的另一边, 张周和其他两名滑雪场的教练赶紧将霍暖接过来, 期间霍斯明不忘叮嘱道, 她右小腿受伤了, 小心点, 张周赶忙道, 来, 都小心点, 等他们把霍暖小心翼翼地接到滑雪道这边后, 霍斯明双臂撑着围栏, 直接越过来, 将被几人扶着的霍暖直接打横抱起, 飞讯公司的同事都围了过来, 包括刚才撞上孟清廷, 导致孟清廷撞上露暖的两名女同事也是守在一旁, 满脸歉意和担心, 霍总监, 你没事吧,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看到孟主管在我们旁边, 撞到了孟主管, 才导致你受伤,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见露暖看上前并无大碍, 孟清廷心里安骂了一句, 贱人, 算你走运, 这都摔不死你, 但表面还是凑过去, 假惺惺地问道, 霍总监, 没事吧, 不怪他们, 都是我不好, 最后我都想努力避开你的, 没想到还是撞到了你, 走过来的张国文出言安慰道, 孟主管, 你就别自责了, 这是意外, 谁都没料到的, 其他公司的也纷纷开口安慰道, 是啊, 真总说得对, 这都是意外, 谁都不想的, 露暖倒是不在乎孟清廷, 只是看其他两名女同事内疚的眼眶都泛红了, 他忍着痛楚开口道, 你们别担心了, 我们是, 只是摔得小腿有点疼而已, 其他地方都好好的, 话音一落, 霍斯明抱着他, 察觉到他疼得身体都颤了颤, 背头盔和护目镜遮挡的军脸冷了下来, 刻意压低的嗓音冷冰冰地道, 眼瞎骂, 看不到前面有人, 不知道要和新手保持一段距离, 还非得凑过去, 自己找死, 别连来了别人, 众人皆是已愣, 孟清廷也正了正, 才反应过来抱着露暖的男人视冲自己说话, 瞬间脸都黑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看看, 信不信我找滑雪场的负责人开除你, 霍斯明周身气场更冷了, 护目镜下的眼睛, 如是寒冰地盯着孟清廷, 露暖发白的小脸上闪过一抹着急的神色, 这样下去, 别人可就要认出霍斯明来了, 他可不想到时候有人传自己和他有什么关系, 露暖急忙开口道, 那个, 我小腿上挺疼的, 你们滑雪场有衣物是吗, 麻烦送我过去看看吧, 说完, 还不忘偷偷拽了拽霍斯明身上的滑雪服, 示意他赶紧走, 别让人认出来了, 霍斯明眉心微拧, 大抵是担心他的伤势, 没在大里脸都漆黑了的孟清廷, 抱着他大不留心地往滑雪场外走, 张周见了, 也赶紧跟上去, 其余人就这样眼睁睁开着露暖被人抱走,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眼上皆是疑惑不及的神情, 刚才道歉的女同事不放心地问道, 那个人是带路总监去看医生吗, 应该是的吧, 那我们要不要跟过去看看, 滑雪场的工作人员道, 那位小姐看起来伤得不重, 衣物是一直有配备医生在的, 诸位不必担心, 有事我们会通知大家的, 你们不妨继续滑雪吧, 而孟清廷想到一个滑雪场小小的教练 敢这样子对他说话, 气得快疯了, 在人前都顾不上形象了, 尖锐着嗓音骂道, 刚才那个人是谁, 我要找你们滑雪场的负责人投诉他, 你们快点给我开除他, 滑雪场的工作人员自然是知道霍思明的身份, 一时哭笑不得, 这滑雪场也属于霍氏集团名下, 这位小姐要找人开除霍总, 怕是这辈子都不可能, 但碍于霍总说过, 不能让别人认出他的身份, 工作人员只能安抚道, 这位小姐, 不好意思, 刚才那位教练说的其实没错, 你别再生气了, 要不你还是继续滑雪吧, 滑雪, 你告诉我刚才那个教练叫什么名字, 告诉我, 我找人开除他, 知道了吗? 梦清廷怒不可恶地吼道, 梦清廷没完没了地纠缠, 滑雪场的工作人员苦笑不已, 最后好在飞讯同事过来劝了梦清廷, 这吵吵嚷嚷的场面才结束, 另一边, 郑州小跑着勉强跟上霍思明的脚步, 霍思明还没开口, 他就很有眼力尽地说道, 霍总, 我刚才问过滑雪场的工作人员, 一物事就在更衣室的前面, 霍思明回了句, 我知道了, 抱着露满来到更衣室, 让他把滑雪服换下, 再把他抱到了医务室里, 而滑雪场的负责人听说有人受伤, 还涉及到霍思明, 以为是霍思明受伤了, 胆战心惊地赶过来, 在门口看到霍思明抱着一个女人过来的, 滑雪场负责人反应过来不是霍思明受伤了, 刚要松一口气, 心骤然又提了起来, 看霍总的脸色, 这个女人对他而言肯定不一般啊, 要是霍总牵怒下来, 他还是难辞其咎啊, 他惩惶惩恐地道, 实在不好意思, 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让这位小姐受伤了, 哇, 霍思明目不斜视地抱着人走进医务室, 看都没看滑雪场负责人一眼, 滑雪场负责人心顿时就凉了, 刚想要跟进去解释, 郑州就拦在他面前, 笑着道, 木经理, 霍总心急让医生给陆小姐看伤, 我觉得你现在最好不要进去, 霍总因为陆小姐受伤的事, 显然很生气, 现在进去时有八九要冲当霍总的出气头, 滑雪场负责人脸色下的都白了, 忐忑不已地问道, 张助理, 那个, 您可不可以指点指点我, 该怎么做, 才能让霍总消气, 木经理, 不如去滑雪场先自查一下各种存在的安全隐患吧, 滑雪场负责人立刻点头如捣葱, 哎, 好, 我马上就人去查, 麻烦张助理替我跟霍总说一声, 我绝对不会让滑雪场再出现任何安全隐患的, 张州, 嗯, 我会的, 医务室里, 霍斯明将露暖的裤子卷上去, 看到他白皙的小腿上淤青了一大块, 眉头皱得死死的, 该死的, 刚才害他受伤的人, 就不该轻易算了, 露暖瞥了他一眼, 心里暗暗嘀咕, 是他摔伤了, 又不是他摔伤, 看他脸黑如墨的样子, 不知道还以为摔伤的人是他呢, 医务室的医生见霍斯明脸阴沉沉的, 吓得心脏都颤了颤, 小心翼翼地说道, 霍总,你别担心, 这位小姐只是轻伤, 我现在拿药酒给他揉一揉, 回去后注意休息, 不会有问题的, 霍斯明脸色还是阴沉着, 冷声道, 还不快点给他揉, 好的, 我马上给这位小姐用药酒揉伤, 医生拿着药酒倒在手上, 双手搓热了给露暖揉小腿上的伤, 这用药酒来揉伤, 力道肯定轻不了, 医生才一上手, 露暖疼得倒抽一口凉气, 小脸瞬间煞白, 霍斯明眸光一领, 力声道, 不会轻点是吗, 医生背下的手一抖, 拿着的药酒都显些洒了, 他抬头看向脸色阴沉沉的霍斯明, 忐忑不已地道, 霍总, 这用药酒揉伤出, 就得力气大点, 轻了没效果的, 忍忍就好, 等揉完就会好很多的霍斯明眉头紧拧, 没有说话, 医生有些不知所措了起来, 拿着药酒不知道该不该, 露暖声呼吸一口气, 强忍着痛楚, 勉强地对医生笑了笑, 道, 不好意思, 我有点怕疼, 但没关系的, 你继续吧, 医生刚想继续, 霍斯明开口了, 把药酒给我, 我来给他揉, 话音一落, 露暖立刻回到, 霍先生, 不用麻烦您了, 让医生来就好, 让医生来就好, 霍斯明怎么可能会揉药酒的人, 说不定下手会更痛, 让他伤势更重, 他才信不过他, 可医生见霍斯明要亲自动手, 真的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毕竟霍斯明在旁边盯着, 这位小姐疼得咒一下, 自己后背就传来一股刺骨的含义, 他也很慌啊, 医生忙不迭站起身, 让出了位置, 把药酒递给霍斯明, 道, 霍总, 你将药酒倒在手心, 手心贴着伤处用力的, 霍斯明接过药酒, 不由分硕地握住露暖想缩回去的腿, 有没有样地将药酒倒在手心上, 按照医生说的给露暖的伤处揉药酒, 露暖心悬在了半空中, 本以为会是一阵无法承受的痛楚袭来, 但出乎意料, 虽然还是会疼, 但比起刚才医生上手时确实好多了, 医生见霍斯明手法完全不像是新手, 一脸惊讶地道, 霍总以前给别人揉过药酒嘛, 看着手法很娴熟, 霍斯明眼眸微垂, 道, 没有, 是吗, 那霍先生第一次就手法这么娴熟, 看着不太像呢, 霍斯明没再说话, 大掌贴着露暖的小腿, 专心致志地给他的伤处揉着药酒, 露暖望着他轮廓分明的俊脸, 心里暗暗嘀咕, 医生都说了他的手法不像是第一次, 这么显熟, 只不定给多少人揉过药酒, 说不定带了不知道多少女, 人家摔伤了, 他每次都亲力轻微帮忙上药的, 医生站在一旁, 霍斯明和露暖都不说话, 他略显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道, 医务室里没有热水了, 我去给两位烧一壶热水, 霍斯明嗡了声, 医生赶紧拿着热水壶从衣物室出去, 毕竟在里面充当电灯泡的感觉并不好受, 医生前脚一离开, 后脚张周就进来了, 霍总, 露小姐没事, 爸, 看到霍斯明神情专注地给露暖揉着伤处, 张周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 好吧, 露小姐应该是没事的, 现在有事地变成她了, 她站在一旁活生生被塞狗粮, 还不能随便离开, 因为怕霍总有事要吩咐她去做, 只能含泪吃狗粮, 吃到饱, 揉了将近二十分钟, 就算霍斯明尽量放清手上的力道, 可毕竟露暖的伤口轻子了一大块, 轻轻碰一下的, 更别说要揉了, 等霍斯明停下手时, 她紧紧咬着发白的唇瓣, 额头疼地冒出一层细小的汗珠, 霍斯明放轻嗓音问道, 很疼, 露暖勉强撑着摇了摇头, 但确实疼, 疼得她都不想开口说话了, 看到她这副模样, 霍斯明想到害她受伤的梦清廷 和另外两名飞训的员工, 眸光沉了沉, 声音微冷地喊, 张周立刻从自己思绪中回神, 往前站了一步, 毕恭毕敬地问道, 霍总, 请问有什么事吗? 刚才在滑雪场上那几个飞训的员工, 开除了, 张周迅速道, 好的, 霍总, 我这就去办, 她已经见怪不怪了, 只要牵扯上路小姐的事情, 霍总肯定是冷血无情, 毫无情面可讲的, 张周刚转身要走, 露暖一个机灵, 急声喊道, 等等, 张周顿住了脚步, 回过声不解地看着露暖, 露暖当然把刚才霍斯明张周的对话都听见了, 她脑海浮现刚才两名同事内疚的眼眶泛红的样子, 她和梦清廷有一腿, 肯定不可能开除梦清廷的, 那只能开除他们, 可他们又不是故意害她受伤, 已道过歉了, 还因此丢掉工作, 是不是太过分了? 她着急地冲霍斯明说道, 你为什么要开除他们, 他们在工作上没有出错, 你能不能公私分明一点? 当然她心里还有一句梅敢说, 梦清廷也在, 怎么不连她一起开除, 就知道开除别人。 霍斯明不愿地拧着梅, 并没有改口, 张助理, 按照我说的去做。 张周不敢反驳, 好的, 霍总, 我这就去。 不行, 露暖急得都要从病床下上来, 不料一下子碰到右小腿的伤处, 疼得浑身一阵, 疼得小脸都白了。 霍斯明眼疾手快扶着她坐回病床上, 冷声喝道, 你腿上还有伤, 乱动什么? 露暖缓了片刻, 稍微好了些, 固执地道, 总之你不能开除他们, 他们又不是故意的, 而且跟我道过歉, 我也接受了, 这属于私人之间的事情, 跟公私无关, 你不能无缘无故地开除他们。 见露暖坚持, 霍斯明满心无奈, 纵使在想开除梦清廷等人, 他也妥协了, 沉声道, 你坐回去, 别乱动。 你,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不许开除他们。 听你的, 不开除任何人, 可以了吗, 坐回去, 别再乱动了。 真的, 你没有骗我, 露暖半心半一地道。 主要霍斯明说话不算话的次数太多了, 实在不可信。 他黑漆漆的眼珠子咕噜噜转动了一圈, 他举起了右手, 道, 那我们拉钩, 你要是反悔的话, 就是一只大王吧, 怎么样? 这样他不至于反悔了吧, 他要是敢反悔, 他以后也能名正言顺地骂他王八蛋了。 霍斯明, 心里再无语, 霍斯明还是伸手跟露暖拉了钩。 露暖顿石面上一喜, 不忘笑咪咪地再提醒一遍, 霍先生, 记得不能反悔, 否则你就是一只大王吧了。 张周听见了, 险些要忍不住笑, 谁能想到霍总有一天也会做出拉钩这样幼稚的举动。 他自己再待下去会忍不住会笑出声, 然后被霍斯明灭口, 张周问道, 霍总, 那我安排车送你和陆小姐回酒店休息。 霍斯明微微汗手, 嗯? 坐车回到酒店, 张周拉开车门, 霍斯明率先下车, 直接把车里的露暖打横抱起来, 露暖被吓了一跳, 抗拒地推嗓着霍斯明的胸膛, 道, 霍先生, 我没事的, 你放我下来, 我自己能走的。 虽然右小腿受伤了, 但走慢一点,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不想被他抱着, 没看酒店的工作人员都纷纷转头看他们了吗? 霍斯明垂眸, 没回答, 抱着他大不留心地往酒店里走, 显然是不打算放他下来了。 露暖在塌华里, 是又气又急, 听说有同事没去滑雪, 万一撞见了, 他可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别无选择, 露暖只能将头埋在他胸膛前, 把自己的脸挡起来。 霍斯明感觉小女人连紧贴着自己胸膛, 嘴角情不自禁地微扬, 垂眸看着他的眼神逐渐变为宠溺。 张周按了电梯, 等霍斯明抱着露暖进去, 他再按上电梯, 到了楼上, 用门卡把门刷开, 让霍斯明把人抱进房间内。 张周放下医生开的药, 很有眼力进得到, 霍总, 药我放在这里了, 那你和陆小姐先休息, 我先出去了。 诶? 张周这一走, 屋里就剩下霍斯明和露暖两个人, 露暖觉得有些不自在, 但还是别扭地说了句, 今天在滑雪场, 谢谢你了。 霍斯明大言不惭地毁了句, 不用客气。 露暖嘴角抽出了一下, 还是忍不住小声嘀咕道, 说好的药开始评会议, 不会去滑雪场的, 出尔反尔的混蛋。 霍斯明自然听见了, 但也没说什么。 难不成要说自己偷偷装成滑雪场的教练, 就只是为了在一旁偷看他, 他不要面子。 到了晚上, 正如医生所说, 露暖小腿上的伤已经好了很多, 不去碰他的话, 不会太疼。 露暖看霍斯明洗完澡出来, 刚想也去洗澡, 霍斯明突然过来, 将他抱起来, 迈不往浴室里走去。 露暖一愣, 被放在了浴缸里, 才恍然回神, 低头看到霍斯明手要脱他的衣服, 他脸色骤变, 一把拍开他的大手, 紧紧攥着衣领, 警惕地盯着他, 大声道, 你想干什么啊? 霍斯明一本正经地道, 你受伤了, 我帮你洗澡。 眼看那双魔爪又要伸过来, 露暖身体往后缩了缩, 着急地说道, 不, 不用了, 我就是腿受伤了而已, 手还好好的, 我自己能洗, 你快点给我出去。 混蛋, 什么帮他洗澡, 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心里肯定没打什么好主意。 听话, 我帮你洗。 露暖再次拍开霍斯明伸过来的手, 坚决地说道, 不用了, 我自己能洗。 怕小女人挣扎时后碰倒伤处, 霍斯明只好作罢, 略微无奈地道, 你自己洗可以, 洗完后叫我, 我把你抱出去, 你快点出去吧。 在露暖再三催促下, 霍斯明抬脚离开了浴室, 露暖从浴缸里小心翼翼地站出来, 走过去把浴室的门反锁了, 才敢安心地洗澡。 洗完后, 他当然没有叫霍斯明, 自己慢慢摸索着把衣服穿上, 穿好睡衣之后, 嘴里还在嘀咕着, 看, 我这不是穿好了, 我腿伤又碍不到手, 混蛋, 指定是没安好心。 他打开浴室的门出去, 霍斯明见他自己出来了, 拖着瘦上的右腿慢慢走出来, 眉头一皱, 大不一脉, 走过来将人打横抱到了沙发放下, 不跃地道, 为什么不叫我? 我, 我自己能走, 就不麻烦霍新盛了。 霍暖的屁股一点点往旁边挪, 想离霍斯明远点。 他英俊的面容上不悦的神情更加明显, 长臂一身, 将人搂到华里, 让他坐在大腿上, 修长白皙地手捏着他下巴抬起, 指腹轻轻按压着他柔软的唇绊, 为什么总是不听话? 哎, 他越靠越近, 浓郁的男性气息喷勃在脸颊上, 霍暖不知为何, 突然紧张了起来, 心跳悄悄地开始加快, 眼看他就要贴上他的唇, 呼得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露脑猛地回神, 一把推开了霍斯明。 他慌慌张张地道, 我的手机呢? 我电话响了, 他背过霍斯明去找手机, 看似在找手机, 其实脑海乱成了一团浆糊, 好不容易从包里翻出手机, 他暗暗深呼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接通了电话, 喂? 点头那头传来同事的声音, 陆总监, 是我, 我是灵灵, 今天在滑雪场害你受伤了, 对不起, 我们买了些吃的, 给你当晚餐, 你能告诉我们你的房间号码, 我们给你送上去。 房间里有霍斯明这尊大佛在, 露脑当然不敢让同事上来, 他急忙说道, 没事的, 医生看过了, 都说没什么事, 你们不用往心里去, 还有就是, 我点了餐食送到房间里, 刚吃完, 这会肯定吃不下了, 你们不要再送上来, 免得浪费了。 同事列威失望地道, 那还好, 既然没事了, 明天我们去泡温泉, 陆总监能一块过去吗? 我问过了, 泡温泉的地方就在酒店后面, 很近的, 泡完温泉我们还能一起去争丧拿。 陆暖寻思自己腿伤不算太爱事, 刚想开口答应, 霍斯明手臂突然圈住了他纤细的腰致, 暗示的意味很明显, 他一边跟同事打电话, 不好挣扎, 只能道, 这样吧, 看情况再说, 明天我们再联系, 要是我脚上的伤海疼, 我就不去了。 好, 那我们明天再联系, 陆总监再见。 再见。 挂断了电话, 霍斯明先露暖一步开口, 想去泡温泉可以, 明天我带你去。 露暖文言, 恨得牙痒痒的, 谁想跟他一起泡温泉啊, 和这种禽兽一起去, 他宁愿不去好吧。 他甘笑一声, 道, 呵呵, 那个霍先生, 我觉得我腿上的伤还挺疼的, 我想在酒店休息, 您自己去泡温泉吧, 祝您泡得开心。 可他的拒绝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霍斯明自顾自地道, 医生说了, 泡温泉对上有好处, 明天我带你去泡。 露暖。 露暖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医生什么时候说过的, 他怎么没有听到, 睁眼说瞎话也要有个限度吧。 一日中午露暖接到昨天同事打来的电话, 同事在电话那头问道, 露总监, 你的腿上的伤好点了吗? 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泡温泉, 你能过去吗? 露暖腿上的伤并不碍事, 眼角余光披了眼霍斯明, 心底暗暗中骂他一声, 跟同事只能选择撒谎, 不好意思, 我腿上的伤还是有点疼, 你们去吧, 我在酒店休息就好。 要不要紧, 要不我们再带你去看看医生吧? 不用不用, 我脚上的伤没事, 就是我有点累, 想留在酒店休息而已, 不用在乎我的, 你们快去泡温泉吧。 那好吧, 我们去泡温泉了, 陆总监要是有什么事, 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好的, 再见, 再见。 露暖刚挂掉电话, 房间外有人敲了敲门, 霍斯明走过去打开门, 进来的是张州。 张州毕恭毕敬地道, 霍总, 你吩咐的, 我已经让人安排妥当了, VIP的温泉区今天只有你和陆小姐可以进去, 绝对不会有别人打扰到你们泡温泉的。 霍斯明汉手, A, 他回头看向露暖, 露暖立刻抗拒地说道, 我腿疼, 我不想去泡温泉。 霍斯明却不由分说地走过来, 将人抱起来, 脚不稳间地从房间出去。 露暖在塌华里垂死挣扎, 放我下来, 我, 我泡温泉的东西还没收拾好呢, 我的泳衣和浴巾都还没拿。 霍斯明没稍微挑, 声音淡淡地打破露暖最后的希望, 不用, 到了温泉区, 这些东西自然会有人准备齐全的。 那你放我下来啊, 我能自己走的。 霍斯明对露暖的话之若网文, 抱着他静止进了电梯, 从酒店出去后, 直接通过VIP通道来到了温泉区。 温泉区的服务声工尽地道, 霍总, 请到这边来, 您和这位小姐进去洗浴过后, 在进前面的温泉池, 露暖看了眼, 洗浴的地方男女是分开的, 她迅速说道, 那个, 霍先生, 我先进去洗浴了, 你也快去吧。 想趁着洗浴的时候找机会开溜, 殊不知她才走了两步, 身后就传来霍斯明低沉的嗓音, 她身上有伤, 洗浴可能不太方便, 你进去帮忙, 洗完后扶她到温泉池来。 服务声道, 好的, 请霍总放心, 我知道了。 于是露暖的心瞬间拔凉拔凉的, 她要开溜的露杯霍斯明堵得死死的。 进了洗浴的地方, 服务声推来了一大堆的 你是泡温泉专用的浴衣, 各种款式, 各种颜色的应有尽有。 服务声说道, 小姐,请挑选您喜欢的泳衣吧。 露暖目光扫视一圈, 挑选了件最保守的, 服务声犹豫了一下, 建议道, 小姐, 你不如看看这件, 你穿上很能衬托你身材的。 不用了, 我就要这件, 露暖抱着怀里可以说是大妈款式的泳衣, 坚定不移地摇了摇头。 服务声神情有些不解, 不懂露暖为什么要选一件款式看起来比较老, 她穿着老气不好看的泳衣, 但她到底只是一个服务生, 不能对客人的选择指手画脚, 微微一笑, 道, 好的, 小姐请移步到里面洗浴, 里面摆着的洗漱用品等皆是全新的, 请放心使用。 露暖到了一声谢谢, 带着泳衣进了浴室, 看着浴室里镜子中的自己, 愁眉苦脸的, 她是真的一千个, 一万个不情愿跟霍斯明泡温泉。 露暖洗浴完, 在浴室里磨磨蹭蹭的, 就是不想出去, 惹得服务声在外面询问了好几次, 担心她是不是在里面出什么意外了。 外面的服务生再次催促道, 露小姐, 您洗浴完了吗? 您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露暖没回答, 露小姐, 露小姐, 你听得到吗? 露小姐, 我现在要推门进去了。 露暖无奈地回道, 我没事, 这就出来了。 说完露暖推开浴室的门出去, 服务生见她没事, 眼上是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这位小姐要是出什么事了, 或总怪罪下来, 她可承担不起责任。 服务生微笑着说道, 露小姐, 霍先生已经在温泉池等您了, 我现在带您过去吧。 露暖声点了点头, 搭了这一张精致的小脸, 跟着服务生往温泉池中。 露小姐, 请往这边走, 这边是VIP区。 露暖没多想, 按照服务生的指使往里走了。 指使露暖没注意到, 远远有几名刚刚从浴室出来, 也要去温泉区的人走过来, 这几个人正好是飞训的员工。 林林, 你快看, 那个背影好像是陆总监啊。 被叫林林的女生正是昨天滑雪场撞上梦蜻蜓的人, 她闻眼, 睁了一下, 下意识到, 不可能啊, 陆总监她腿上的伤还有点疼, 说了要留在酒店休息的。 不是, 那真的好像陆总监, 你快看呀。 王林林抬头看去, 脸上流露出吃惊的表情, 对啊, 真的好像陆总监, 可是, 她不是说不过来的吗? 既然过来了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一声? 旁边的同事拉着她说道, 我们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于是几人朝那道身影进去的方向走去, 才走到走廊门口, 就有服务生拦下他们, 道, 不好意思, 这边是VIP区域, 普通客人不能进去, 而且今天这里是不开放的。 王林林和其他同事面面相去, 道, 我们看错了吧, 不可能是陆总监, 这边可是VIP区域, 要是陆总监的话, 她肯定也进不去的。 其他人也觉得有道理, 纷纷道, 应该是看错了, 走吧, 我们快进去温泉池吧, 孟主管他们都进去有一会儿了。 哎, 我们也快走吧。 几人没有往心里走, 往对面的普通温泉区走去。 进到里面, 各个温泉池子里的人都不少, 其他的同事一见他们进来, 招了招手喊道, 林林, 你们快过来啊, 这个池子撒了不少玫瑰花瓣, 说是养父的, 你们快下来呀。 王林林等人走过去, 纷纷拿掉身上的浴巾, 下到温泉池里。 泡了一会儿, 一名同事随口问道, 林林, 你们怎么过来这么晚啊, 我们都泡了快二十分钟, 打算等下要去蒸丧拿了。 跟王林林一起过来的一个同事随口回道, 还不是刚刚看到一个背后很像陆总监, 我们去确认, 然后耽误了点时间。 听到陆暖, 孟清廷本来闭着眼睛泡温泉的, 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 专心地去听他们的对话。 陆总监, 她不是不过来吗? 是啊, 陆总监腿上的伤还有点疼, 所以说了不过来, 那你们怎么会看到陆总监的? 王林林解释道, 是我们看错了, 那个背影进了我们对面的VIP温泉去, 而且今天那个区域好像还来了什么人, 可能是这间酒店的老板吧, 今天是不对开外放的, 可那个背影进去了, 说明不可能是陆总监。 王林林这一解释, 其他同事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但也有一个女同事笑笑地说道, 要说起这滨江酒店和度假村可都是霍氏集团旗下的, 要说是酒店的老板来了, 那岂不是我们霍总来了? 话音一落, 王林林道, 霍总要是来了, 我们孟主管那还会在这儿陪我们泡温泉啊, 肯定是两个人一起, 她笑得意味深长地看向孟清廷, 你们说是吧? 孟清廷微微垂眸, 洋装衣服不好意思的样子, 说了句, 你们都乱想什么? 思敏很忙的, 哪有空到处度假? 这倒也是, 霍总这种身份的人, 肯定是日理万机, 你没看她都好久没陪我们孟主管了, 幸亏孟主管善解人意, 要是换了别人, 肯定要闹腾了。 可不是, 孟清廷笑了笑, 没有再搭话, 只有她自己清楚, 她倒是想跟霍思敏闹腾, 可她现在被露暖这个狐狸精勾住了, 自己没有任何她的联系方式, 想闹腾也没有办法, 当然她也不敢跟霍思敏闹腾。 另一边的VIP区域, 服务生把露暖带到温泉池, 微笑着说道, 霍总, 露小姐来了。 霍思敏坐在温泉池里, 背靠着池边的人工打磨过堆砌起来的石头, 露出上身条里分明的胸肌, 听到服务生的声音, 她睁开了深邃漆黑的眼眸, 单声道, 嗯,你出去吧, 没有我的允许, 不用再进来了。 服务生道, 是, 霍总, 服务生离开了, 露暖身上披着浴巾站在原地, 半点没有打算下去的征兆, 眼镜也不敢看向霍思敏, 她白皙的胸膛黄眼得很。 霍思敏微抬眉骨, 低沉的嗓音带着一丝慵懒, 站在边上不冷马, 不下来泡泡。 我, 我, 我现在旁边泡泡。 露暖嬷嬷蹭蹭地在池子边坐下, 把脚伸到温泉池里, 温热的水温很是舒服, 她眉头都筋不住舒展了些。 她心里忍不住嘀咕了起来, 要不是温泉池里有一个不华好意的王八蛋, 下去泡一会儿肯定很舒服。 露暖想得入神, 没发现霍思敏走了过来, 大手握住她的脚腕用力一拉, 扑通一声, 露暖被拉到了池子里, 不小心被水呛了一口, 慌张失措地在水里挣扎着, 幸亏有一条结实的手臂及时圈住她的腰肢, 把她捞出了水面。 露暖惊魂未定地抱紧霍思敏, 难受地咳嗽了起来。 咳嗨嗨, 咳嗨嗨, 霍思敏眉头紧拧, 大手拍了拍她的后背, 眼底一闪而过得内疚, 抱歉, 我想着温泉池里不深, 正常人站着都只是到胸口, 没想到吓到你, 害你被水呛到了。 露暖因为剧烈地咳嗽, 脸颊涨红, 被逼出泪光的眼睛水润润地瞪着她, 心里只想骂人。 跟人沾边的事, 你是一点都不干啊。 霍思敏眸光暗了暗, 线条凌厉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幸好知道她还难受着, 忍下了身体里的燥热, 长臂一身, 把温泉池边上的水拿过来, 拧开地给露暖, 喝点水, 会好受点的。 露暖接过水喝了几口, 觉得好受了些, 她警惕地望着霍思敏, 身体悄悄地往后退, 道, 那个, 霍先生我泡得不太舒服, 我先上去了, 刚想从温泉池起来, 纤细的腰肢被人圈住了, 霍思敏一眼就看透她的心思, 俊美的脸上闪过一幕无奈的神情, 道, 坐下泡一会儿吧, 泡完身体会觉得很舒服, 我不会再浪来的。 露暖被迫坐了下来, 单眼尽死死地盯着身旁的霍思敏, 一副唯恐她会受性大发的样子。 好在霍思敏说话算话, 俩人并排靠着池边坐下, 她真的是规规矩矩地在泡温泉, 没在动手动脚。 在热气环绕的温泉池中, 露暖感觉浑身放松, 舒服地长叙了一口气, 偷偷斜眼淋了霍思敏一眼, 心里暗想, 要是没这个混蛋在, 那就更好了。 普通的温泉区, 梦清廷等人泡了有一段时间, 期间到边上歇息过两回, 觉得泡得差不多了, 有同事提议道, 我们不泡了吧, 现在去中个桑拿, 晚上就一起出去逛逛, 怎么样? 其他人没有意见, 纷纷复合道, 好啊, 那我们出去吧, 到刚才洗浴的地方换了衣服, 就能直接去桑拿房了。 诶, 那我们过去吧。 梦清廷跟着其他人一起去衣食换衣服, 换完衣服后, 一起前往桑拿房, 突然低头一看, 发现他手腕上戴着的手链不见了。 难道是刚才掉在洗浴间里了? 梦清廷顿住了脚步, 他的助理跟着停下脚步, 不解地问道, 梦主管, 怎么了吗? 没事, 我手链掉在洗浴间里了, 我回去拿一下, 你们先去桑拿房吧, 我等一下再过去。 好的, 那梦主管你快点。 梦清廷返回洗浴间找到了手链, 按照原来的计划打算去桑拿房找同事, 却在目光一下子扫到VIP温泉区时, 身形猛地顿住了。 脑海里闪过刚才王玲玲等人的对话, 一个很像露暖的身影。 梦清廷眼眸微垂,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来宾将度假村后, 露暖总是神神秘秘的感觉, 说不定在葬什么见不得光的时, 看着入口只是摆着不对外开放的告示牌子, 并没有其他服务生在, 梦清廷决定进去看看。 她顺着走廊往里走, 里面不亏是VIP区域, 温泉池比普通区域要大很多, 里面东西也一应俱全。 梦清廷小心翼往里走, 听到前面传来脚步声, 她立刻闪身躲到一个温泉旁边, 她蹲着身体, 加上温泉池的热气缭绕, 还真的没被里面的服务生发现。 服务生交谈的声音响起, 我们得赶紧去备些清酒过来, 要是霍总和陆小姐需要的话, 我们也能马上送过去。 理解,你说得没错, 毕竟是霍总, 我们还是谨慎些好, 要是让霍总不满意了, 我们分分钟是要丢工作的。 服务生脚步生渐行渐远, 蹲在温泉池的梦清廷脸色 说不上的难看。 霍总,陆小姐, 是思敏和陆满那个贱人吗? 梦清廷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咬了咬牙, 他选择往里面走温泉池里。 泡着温泉的霍暖脸颊泛红, 因为热气凉惹的缘故, 眼睛水润润地, 让霍斯明看着不免 有些按捺不住心底的燥热。 霍暖泡了二十分钟, 想起身到边上歇一会儿再继续跑, 不知道怎么的, 站起身的时候脚底一滑, 惊呼一声, 人直直地要摔下去。 霍暖吓得紧紧闭上眼睛, 以为又要摔到水里被呛一次, 但幸好被身旁眼疾手快的霍斯明搂住了。 他缓了片刻, 纤细浓密的睫毛颤动了两下, 惊魂未定地睁开了眼睛, 殊不知, 一下子就对上霍斯明炙热的眼神。 他心骤然一紧, 刚想推开它, 但已经来不及了, 霍斯明拖着他的后脑勺, 低头狠狠地堵住他的嘴, 强势又急切地品尝他的甜美, 强占他嘴里的每一丝空气。 吾吾,吾吾, 不知道是不是在温泉里泡酒的缘故, 霍暖剑剑觉得浑身开始乏力, 抗拒推散着霍斯明的力道越来越小, 两人稳得缠绵翡测, 没注意不远处站在一个身影。 梦蜻蜓眼神怨恨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用力地攥紧了手心, 手指骨节因为太过用力而泛白, 心底极度地快要疯了。 啊,霍暖这个剑人, 这个剑人现在享受的一切, 本来都是他的, 现在被这个剑人抢走了。 梦蜻蜓死死盯着, 眼眶都渐渐泛红了, 因为愤怒肩头微微发着颤。 不知道过了多久, 霍暖觉得头有点犯晕了, 脚软到站都站不晚, 霍斯明才松开了他, 包着他从温泉池上去。 霍暖晕眩感渐渐消失了, 抬眸一看, 望到霍斯明白皙胸膛上往下滑动的水珠, 情不自禁地地淹了淹口水, 脸颊烫得像有火在烧。 他为什么会这样? 对, 一定是在温泉里泡太久了, 他太热的缘故。 霍斯明见霍暖略微呆滞的样子, 大手摸缩了一下他的侧脸, 沉声道, 在里面泡太久, 不舒服, 哎。 这张完美英俊的脸渐渐放大, 霍暖呼吸一致, 慌慌忙忙地站起身, 有点语无伦次地说道, 我, 那个泡晕有点久了, 我不是, 我。 在霍斯明慵懒待着一丝玩味的眼神下, 霍暖一咬牙, 道, 我不泡了, 我想去争个桑拿。 说完披着玉巾脚步仓皇地跑走, 霍斯明望着他的背影, 勾唇轻笑一声, 也没追过去, 重新回到温泉池, 意犹未尽地摸缩着自己的唇瓣。 梦清廷看见霍暖要出来, 他像刚才那样到一个温泉池边蹲下, 成功没有让霍暖发现他。 霍暖走远了后, 梦清廷回头看了眼泡在温泉池的霍斯明, 怨恨地咬了咬牙, 紧跟着出去。 VIP温泉区的入口, 霍暖刚走出来, 准备清酒打算送进去的服务生回来了, 正好碰见他, 微笑着问道, 霍小姐, 请问你需要什么吗? 啊, 那个, 我, 霍暖勉强定的定心神, 顺着刚才的话说道, 我想争一下桑拿, 请问桑拿房在哪里? 服务生道, 霍小姐, 桑拿房在洗浴间的前面, 请您倒到洗浴间换了汗征服, 我再带你过去, 好的, 谢谢。 霍暖飞快地换好汗征服, 被服务生带到桑拿房前, 临近去前, 他还惊天地问了句, 桑拿房也分男女的对吗? 这件是女性专用的事吗? 服务生有点不解看着霍暖, 过了半晌才回道, 没错的霍小姐。 霍暖放心了, 进去后, 他后知后觉想起一点, 神情有点挫败。 桑拿房分不分男女又怎么样, 像霍思明这种没有半点礼仪廉耻的人, 想进来还不是厚着脸皮就进来了。 在桑拿房坐下, 服务生问道, 陆小姐, 如果没有其他吩咐, 我先出去了。 霍暖点点头, 哎, 谢谢你。 服务生出去了, 今天VIP区域不开放, 因此桑拿房只有他一个人, 服务生想着一般人蒸完桑拿出来, 还需要按摩, 于是他去按摩房提前准备好精油等露暖出来。 服务生前脚一走, 后脚梦蜻蜓就鬼鬼祟祟地来到了桑拿房前, 眼底闪烁着阴朗的光芒。 梦蜻蜓取下手腕上带着的手链, 将手链放在了推拉门的下面的轨道上, 稍微用力往后一拉, 细细的手链就卡住了门, 门再怎么样都拉不动。 做完这一切, 梦蜻蜓望着门阴朗朗地一笑, 然后转身快不离开。 从VIP温泉区出来的时候, 梦蜻蜓尽量低着头, 被门口的服务生拦住的时候,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解释道, 对不起, 我走错地方了, 我是要去普通温泉区的。 服务生信以为真, 没放在心上, 只是让梦蜻蜓赶紧离开。 梦蜻蜓迅速走了, 回到普通区域的桑拿房, 王玲玲等人不解地问道, 梦主寡, 你说回去取个手链, 为什么这么久才过来啊? 梦蜻蜓毫无破绽地笑着回道, 我仔细地找了几遍, 发现没有吊在喜鱼的地方, 可能是我记错了, 我把手链放在酒店没带出来吧。 哦, 原来是这样, 我们都终了有一段时间, 那我们先出去外面等你吧。 好, 那一会儿外面见, 等会见。 另一边的桑拿房, 露暖终了一会儿, 出了一身汗, 感觉很舒服, 想着也差不多了, 就要出去。 他走到门口, 伸手推了一下门, 门纹丝不动的, 他皱了皱眉头, 双手用力地去推门, 门还是一动不动, 蹲时就慌了。 露暖咬着牙, 双手使劲地推门, 可使劲地浑身力气, 门就是一动不动的, 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加上身处桑拿房, 头开始犯晕了。 门怎么会打不开, 是门坏了吗? 露暖强忍着身体有上来的不是, 抬着门, 着急地大声喊道, 外面有人吗? 喂, 外面有人吗? 我被困在里面出不去了, 喂, 外面有人吗? 推拉门是用的隔音玻璃做的, 露暖的声音根本传不出去, 喊了大概五六分钟, 外面还是毫无动静。 而露暖体力已经耗尽了, 小脸惨白, 身体一软, 直接摔在地面上, 头好晕, 要喘不上气了。 露暖两眼一黑, 人昏了过去, 霍思明没有泡太酒从温泉池出去, 走向洗浴间打算换衣服, 碰见酒店的服务生, 开口问道, 她真玩桑拿出来了吗? 服务生疑症, 略微慌张地道, 霍总, 不好意思, 不是我大陆小姐前往桑拿房的人, 不太清楚, 我现在打电话去问问刚才的同事, 服务生紧张不已地拿出手机打电话, 霍思明眉头皱了一下, 略微不悦地问道, 桑拿房在哪里? 前面就是了, 花音一落下, 霍思明大不留心地往桑拿房走去, 因为知道今天VIP区域不对外开放, 因此她毫无顾忌地走向 你是专用桑拿房, 看见桑拿房的门关着, 霍思明顿住了脚步, 低声问道, 霍暖, 你还没出来吗? 里面静悄悄地, 没有半点声音, 难道是真玩桑拿走了? 霍思明本来打算转身离开的, 但最后还是改变主意想进去看看, 伸手推了一下门, 莫得发现门是推不出, 心骤然一紧, 她声音大了些, 着急地喊道, 霍暖, 霍暖, 你在里面吗? 霍暖, 正在此时, 刚才说打电话询问同事的服务生过来了, 紧张地说道, 霍总, 我打电话问过同事了, 她在按摩室, 霍小姐一直没过去, 应该是没, 没出来, 服务生的声音越来越小了, 霍思明脸色阴沉得可怕, 回头冲她几乎是吼道, 门为什么打不开了? 门, 门, 门怎么会打不开? 门没有锁的啊, 服务生伸手推了一下门, 推拉门正对纹丝不动, 她脸色刷一下就呗, 霍小姐不会是被困在里面了吧? 霍思明脸色更加难看, 服务生好在还算专业, 瞬间反应过来, 拿手机边拨电话, 边说道, 霍总, 我现在让保安部的人带工具过来撬门救人, 霍思明等不及保安部的人过来, 目光着急地四处张望, 看到不远处消防安全柜, 她走过去, 拿来面火器使劲地砸在门的玻璃上, 框到门上玻璃碎掉的声音, 伴随服务生被吓得惊呼一声, 通过碎掉的门, 霍思明看到露暖不省人士地倒在地上, 心骤然意紧, 她迅速走过去, 都顾不上自己会受伤, 握住门上的木架用力一扯, 被砸得只剩下木头框架的门彻底背, 而霍思明的被门木架上的碎玻璃划伤, 涌出鲜红的血液, 服务生下的惊呼出声, 霍总, 你受伤了, 你的手, 看都不看自己手心正在冒血的伤, 大步一脉, 走到露暖身旁, 将她扶起来, 沉着脸拍了拍她的脸, 露暖, 露暖, 露暖毫无反应, 脸色苍白如指, 她唇半门成一条线, 似乎犹豫了一秒, 才将手伸到露暖的鼻子下, 察觉到她轻微地呼吸时, 显然松了一, 霍思明二话不说将人打横抱起, 大步留心地往外走, 服务生反应很快, 见霍思明抱着人走了, 立刻打电话道, 快点安排车在酒店门口, 准备送露小姐去医院, 温泉区的其他服务生和经理得知露暖受伤了, 纷纷神情忐忑地赶过来, 在酒店门口, 酒店经理吓得满头大汗, 见霍思明抱着人出来, 冲过去拉开车门, 急忙说道, 霍总, 我已经让, 并且通知好医院方面了, 您现在上车, 我们能在十分钟内将露小姐送到医院的, 霍思明脸色冷若冰霜, 但也知道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 她快速抱着露暖上了车, 冷声道, 开车, 司机一秒都不敢耽搁, 迅速启动车子引擎开往黎冰江酒店的医院, 酒店门口, 王林林等人站在酒店大堂, 看到这么多酒店服务生站在门口, 隐约见到一个男人抱着谁上了车, 好奇地问道, 外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好像看到抱着一个昏迷的女人出去了, 不知道啊, 一个同事八卦递道, 我去打听打听, 同事去门口跟酒店的服务生打听了一下, 走回来的时候, 孟清廷也已经换好衣服出来, 王林林问道, 灵儿, 你打听出来是怎么回事了吗? 啊, 听他们好像说VIP桑拿房那边出了点意外, 桑拿房的门打不开, 有人被困在在里面晕过去了, 现在还不清楚人有没有事, 太可怕了吧, 我们刚才也刚好在争桑拿, 要是出点意外, 岂不是? 另一个同事道, 呸呸呸, 瞎说什么呢? 出事的可是VIP区域的桑拿房,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对, 没错, 我们别管了, 孟主管也出来了, 快上楼去换衣服吧, 说好等一下出去逛街的, 没错, 走吧走吧, 一行人往电梯走去, 王林林神情若有所思的, VIP区域的, 是刚才他们看到那个像陆总监背影进去的地方吗? 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 孟清廷嘴角的弧度微微扬起, 眼里闪烁着阴朗的光芒, 陆暖这个贱人敢跟他抢思民, 死了才最好, 并将第九人民医院, 司机踩了急刹车, 将车停在医院的门口, 下车拉开车门, 霍思民冷冷板着脸包着陆暖从车里出来, 立刻有护士和医生推着病床迎过来, 霍思民将人放在病床, 为首的院长知道他的身份, 刚想打个招呼, 话还没说出口, 霍思民眼神冷冰冰地望着他, 医生道, 立马给我救人, 知道了吗? 院长被霍思民强大的气场震慑住, 点头如捣蒜, 是是是, 霍总请放心, 我们马上救人, 快, 把病人推到急诊室。 是。 霍思民跟着医生他们一起推路能往急诊室走, 望着他苍白的小脸, 冰冷的脸上闪过一抹极其少有的慌张。 到了急诊室, 医生拉上了帘子, 让霍思民在外面等候, 他们给病人检查。 霍思民站在急诊室外, 模样也是少有的狼狈, 送露娜来医院时, 情况紧急, 只来得及披上一件浴袍。 不过五分钟, 张周得到消息赶来了, 还戴了霍思民的外套, 急急忙忙地道, 霍总, 您先把衣服穿上, 当心着凉了。 霍思民穿上了外套, 张周见他脸黑如墨的, 心里十分忐忑, 霍总, 您别担心, 霍小姐一定会没事。 张周的话戛然而止, 瞳孔微缩, 注意到霍思民手上的伤, 他急声道, 霍总, 您受伤了, 我马上安排医生过来给你处理伤口。 张周刚走不到两步, 霍思民谋光一沉, 冷声喝道, 你现在该去做什么不清楚吗? 去给我查, 并将度假村机二连三出现各种问题, 把该追责的全部给我找出来, 一个都不能姑息。 张周看着霍思民手上的伤口, 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霍总, 我还是先让医生过来给您处理伤口吧, 霍思民谋光皱了, 沉默不语地望着张周。 张周再也承受不了霍思民身上压迫的气场, 连忙改口道, 是, 霍总, 我现在马上回去, 按照您的要求去严查滨江度假村存在失职的人员。 张周转身走了, 但临走前, 他还是找到医生, 跟医生说一声, 让他们去给霍思民包扎手上的伤口。 给霍思民包扎伤口的是医院的院长, 一个面对各种大型手术督针定万分的院长, 现在给霍思民处理一个小伤口时, 手都跟着发颤。 包扎完伤口后, 院长暗暗松了一口气, 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赶紧退到远处。 天啊, 霍总这个样子真的太吓人了。 一个小时后, 急诊室的帘部拉开了, 霍思民迅速走过去, 注视着病床上还昏迷的露暖, 冷声问道, 他怎么样了? 医生摘下脸上的口罩, 恭敬地回道, 霍总, 您请放心, 这位小姐并无大碍, 只是在桑拿房待得太久, 导致晕过去, 再过大概两个小时, 人就能醒过来, 现在我们先把人推到病房里。 霍思民微微汗手, 跟着来到了医院的VIP病房。 护士说道, 霍总, 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出去了, 您有任何事, 可以直接按服务灵, 我们会第一时间赶过来的。 霍思民, 嗯。 护士从病房出去, 霍思民走到病床前, 没受伤的右手 抚了抚霍暖的脸颊, 眼神中流露出的心疼和自责。 时间一转, 过了两小时, 病房里, 霍暖线长浓密的眼睫轻颤了两下, 睁开眼镜, 映入眼帘是白色的天花板, 惹得他正问一下, 咦? 这里是哪里? 露囊脑海里的回忆如潮水般涌进来。 对了, 桑拿房的门打不开, 最后他晕倒在里面, 那他现在是在医院。 露囊想要坐起身, 但脑袋还是有点犯晕, 差点又刷回床上了, 他捂着脑袋闷哼了一声, 这个声音很快惊动坐在旁边逼目养神的霍思民。 他猛地睁开眼镜, 见露囊醒了, 心中一喜, 但还不到一秒, 看他难受的表情, 心又骤然一紧。 是不是身体难受, 我现在叫医生过来, 霍思民急声道。 露囊还没反应过来, 按下服务零不到一分钟, 好几名护士和医生鱼罐而入,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赶紧喊道, 霍总。 霍思民立声道, 赶快给他看看, 他醒来后身体不舒服。 好的, 霍总, 我们现在马上给这位小姐仔细地检查一遍。 好几名医生围着露囊温动问息, 测体温, 测血压等。 过了约某二十分钟, 一名医生转过身对霍思民说道, 霍总请放心, 露囊没有事, 只是有些头晕而已, 是昏迷刚刚醒, 身体还没事缓过来, 多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霍思民紧拧的眉宇舒展了些, 看向眼露囊, 问道, 那什么时候能出院? 医生本来想说现在就能出院, 但为了稳妥起见, 还是改口道, 留院观察一晚, 没有其他情况的话, 这位小姐明天就能出院了。 霍思民, 我知道了, 那没什么事, 我们先出去了。 哎, 医生和护士都离开了病房, 霍思民重新在病床前坐下, 放清嗓音问露囊, 你昏迷了三个多小时, 饿了吗? 我让人送些吃的过来。 露囊看着霍思民脸上 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担心, 心里有点异样, 没仔细听他的话, 下意识地就点了点头。 霍思民温厚的大手揉了揉他乌黑的发顶, 勾了勾嘴角, 等着, 我打电话让人送吃的上来。 霍思民打电话回滨江酒店, 让酒店的大厨打包谢清潭的菜式送来医院。 露囊坐在病床上, 看着霍思民站在窗前打电话的身影, 目光下移, 看到他包着纱布的右手, 心微微移动。 他为什么受伤了, 和他被困在桑拿房晕倒有关系吗? 露囊想得入神, 霍思民已经挂断电话, 走过来, 轻声说道, 饭菜很快会送过来, 再忍忍。 露囊猛地回神, 呕了声, 道, 没, 没事, 反正我也还不是特别饿, 说着, 他的目光又落在霍思民受伤的右手上。 察觉到露囊有些心不在焉的, 霍思民眉头微醋, 担心地问道, 是不是身体还是很不舒服, 需不需要我让医生再过来给你看看? 啊, 不用了, 我没事, 我就是, 露囊眸光闪了闪, 刚想问霍思民手怎么受伤了, 并防外响起的敲门声打断了他。 霍总, 是我, 张周。 霍思民没有理会, 定定地望着露囊, 再一次确认, 身体真的没事。 露囊担心张周有急事找霍思民, 连忙道, 我真的没事, 你快让张助理进来吧, 说不定他有急事要找你。 霍思民这才淡淡地朝门外回了声, 进来吧。 张周推开门进来, 见到露囊醒了, 对他笑了笑, 道, 露小姐, 您醒了, 您身体还好吗? 露暖干笑一声, 谢谢, 我挺好的, 你过来是有什么事的吗? 张周, 我是。 霍思民不悦的威名唇角, 开口打断两人对话, 什么事, 直接说吧, 他刚醒, 还需要休息。 言下之意, 说完赶紧滚蛋。 张周心里暗暗迪过了句, 霍总促进真是越来越大, 他只是跟露小姐打个招呼而已, 都要招嫌弃了。 张周定的定心神, 严肃地道, 霍总, 冰江酒店那边已经查过了, 桑拿房的门之所以会打不开, 是推拉门下面的轨道有一条手链掉在里面, 导致门被卡住, 但因为桑拿房没有装监控, 所以是谁掉的手链, 也没办法确定。 霍思民谋光骤了, 陈生道, 怎么处理, 你应该很清楚了。 张周道, 霍总, 我明白了, 我现在回去处理。 不用想, 冰江度假区肯定是一大批管理层要被开除, 包括今天值班的服务生等人, 无一例外。 张周走了, 露暖还是控制不住目光是不是看向霍思民受伤的手。 终于在吃完晚饭后, 他忍不住问道, 你的手怎么会受伤了? 霍思民冷了一下, 随即微抬眉骨, 与气息穴道, 关心我。 露暖立刻反驳道, 谁关心你啊, 我就是随口问问的, 不想说就算了, 我困了, 我要睡了。 说完, 他迅速躺下来, 拉过被子蒙住自己的头K。 躲在被子下, 露暖在心里一个劲地骂道, 谁关心你了,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他就是在医院太无聊, 随便问问而已, 自作多情, 不要脸。 可露暖没发现自己心跳开始有点加速。 霍思民望着用被子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的人, 勾唇轻轻一笑, 眼底宠溺的神色更甚。 他伸手去拉露暖的被子, 放晴嗓音说道, 躲在被子底下不闷嘛, 不怕又被闷得晕过去, 才不会。 听话, 松开被子, 把套露出来, 然后你该休息了。 露暖又不过霍思民, 松开了紧紧攥着的被子, 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撇了撇嘴, 要, 我困了, 我睡了, 别吵我。 霍思民嘴角的弧度微扬, 笑了笑, 把病房内的灯光调暗一点, 真的再也没有打扰他休息。 没多久, 本来打算装睡的露暖, 就真的睡了过去。 冰江酒店的餐厅, 王林林拿着手机, 神情略微担忧地说道, 露总监的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旁边的同事不以为然地道, 露总监好好的在酒店的房间, 又不出去, 怎么可能出事呢? 别多想了, 现在都晚上11点了, 可能是露总监睡了, 明天一早再打给他看看吧。 王林林想了想, 觉得同事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他们去逛街现在才回酒店吃饭, 但露总监在酒店里, 这么晚了, 他说不定早洗漱完休息了。 王林林收起了手机, 继续跟同事吃饭聊天。 望清婷听了, 垂眸洋装若无其事的家财, 眼底却暗暗闪过一抹阴森森的光芒。 露暖一觉醒来, 天已经亮了, 窗外照射进来的阳光刺眼, 她合上了眼眸, 好一会儿才适应了明亮的光线, 再次睁开眼睛。 病房内静悄悄的, 没有见到霍思明的身影。 露暖心底疑惑了一下, 她去哪里了, 回滨江酒店了。 露暖先开被子从病床下来, 想着走出病房门外看看, 刚好有护士进了病房, 见她打算往外走, 笑着道, 露小姐, 请放心吧, 霍总去李主任办公室 看您昨天各项的身体检查报告, 很快就会回来的。 护士最后还补了一句, 露小姐, 霍总对您可真是好。 露暖不知道该回什么, 只能尴尬一笑。 霍思明根本是知人之面部之心, 这些人根本不知道 他私底下有多混蛋。 露小姐, 您坐下吧, 我替您做一些常规检查, 没什么事的话, 您等一下就能出院了。 好的, 谢谢。 护士检查完后, 霍思明还没回来, 病房外响起了敲门声, 露暖道, 进来吧。 推开门进来的人是张周, 张周见病房霍思明不在, 挣了一下, 等回过神, 反应迅速地往后退了几步, 站在病房门外跟露暖打招呼, 露小姐, 早上好, 张助理, 早上好, 露暖一脸莫名其妙地望着退出去的张周, 不解地道, 张助理, 您往后退做什么, 不进来嘛。 张周干笑着应道, 不用, 不用, 我是来见霍总的, 既然霍总不在, 我在门口等等就行。 不用客气, 病房里有沙发, 你进来坐下等吧。 谢谢露小姐, 真的不用了, 我在门口站着就好, 之前我去体检的时候, 医生还提醒我有压健康的症状, 不宜多做, 我站着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露暖觉得张周奇奇怪怪的, 但也没起疑心, 心以为真, 傲了声, 原来是这样啊。 张周脸上扬起一抹笑, 笑得有点牵强, 她刚才为什么要对露小姐胡编乱舟呢? 你想想, 我昨天只是跟露小姐打个招呼, 就招霍总嫌弃, 等下要是霍总回来, 发现她和露小姐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怕不是要被丢到非洲开发新项目去了。 为了生命安全着想, 她还是小心紧伸点吧, 毕竟霍总自从遇见露小姐开始, 活脱脱变身一个大醋坛子, 以前那个不尽泥色的高朗霍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露暖坐在病房里, 张周和其他几个人毕宫毕竟站在病房门外, 她不眠有点尴尬。 呃, 那个, 张助理, 你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张周回答道, 这几位是滨江度假村今天刚刚调过来的高层管理, 他们想过来见见霍总。 露暖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 又静默了两秒, 她呼得想起霍思明受伤的右手, 忍不住问道, 张助理, 你知道霍先生她的手为什么受伤了吗? 张周一正, 反问道, 露小姐不知道霍总的手为什么受伤? 我, 我不知道啊, 露暖神情迷茫, 她昏迷前霍思明右手完好无缺, 她昏迷醒来后她就受伤了, 她应该知道吗? 张周也一下子反应过来, 对了, 您当时昏过去了, 应该是不知道的, 她继续解释道, 我当时也不在现场, 是昨晚听兵将酒店的服务生说起的, 当时桑拿房的门是霍总拿面火器砸碎了玻璃, 看到你昏迷在地, 她不顾门上的玻璃碎片, 直接把门的木架给拆开, 就是为了进去救你才会受伤的。 露暖心底一阵, 微微敏紧了唇半, 精致的小脸上神情略微复杂, 是为了救她才受伤的, 她好像真的没那么坏。 张周还又补了一句, 霍总急急忙忙地把你抱出来, 急得只穿着玉袍就送你来医院的, 我当霍总助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她在外人面前不注意形象的, 而且送你到医院后, 霍总一直阴沉着脸, 好不吓人, 直到听医生说你没事了, 她脸色才好点呢? 看露暖眉心微醋的样子, 张周心底岸岸得意, 霍总要是知道她在陆小姐面前拼命给她刷好感度, 一定会想要给我涨工资的。 高兴不到两秒, 霍思明回来了, 看张周一脸开心的表情, 露暖坐在病房里, 眉心紧周好似不太开心, 俊美的脸瞬间冷下来, 语气冷嗖嗖地道, 张助理, 你在做什么? 张周抬头一看, 瞧见霍思明神情不悦的脸, 心下一咯噔, 眼盲解释道, 霍总, 我只是跟陆小姐说您昨天为什么受伤, 刚解释完, 您就回来了。 给她十个雄心抱子胆, 也绝对不敢对陆小姐有半分不尊敬啊。 霍思明怀疑的目光看向露暖, 露暖收敛起自己的思绪, 点点头, 道, 张助理是来找你的, 我只是跟她随便聊了几句K。 说话期间, 露暖总是不受控制地去看霍思明包扎着右手, 心里一种说不上的滋味。 想霍思明说些谢谢, 可想起昨晚他一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模样, 他又有点说不出口, 正在沉思之际, 霍思明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 搭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轻声说道, 不用担心, 一点小伤口而已。 露暖咬了咬唇, 还是把刀嘴边的话说出来, 昨天谢谢你救了我。 霍思明嘴角微扬, 于公于斯, 救你都是我应该的。 于公, 他是霍氏集团的员工, 出事的地方还是霍氏集团旗下的度假酒店, 于斯, 更是不用说, 他是他的女人。 看着霍思明出奇的和颜悦色, 张周后面新调来的 宾江度假区高层们一脸怀疑自我的表情。 他们被调到宾江度假区的原因, 既是只小一二, 所以特意偷偷去打探过霍总的性格。 据说霍总性子十分冷淡, 工作严谨, 容不得员工犯一点错, 提气更是不好。 可眼前这一幕看来, 他们霍总分明很和颜悦色, 性格也很好啊。 张周一眼看穿他们的心思, 嘴角抽出了一下, 心里暗暗地想, 果然都还是太年轻了, 都不知道把霍总温柔体贴的样子 只限于陆小姐面前, 离了陆小姐十米远, 立刻变回一张冷冰冰的脸。 陆暖刚想说什么, 放在身旁的手机响了, 上面显示是同事王玲玲的来电, 她忙得一个机灵。 对了, 昨天她昏迷被送到医院, 手机落在冰江酒店, 刚刚她才拿到酒店送来的手机, 还来不及看。 也不知道昨天公司的同事有没有联系她, 万一联系不上她, 会不会以为她出事, 直接报警了。 陆暖一急, 就顾不上想和霍斯明说的话, 拿起手机对霍斯明他们丢下一句, 我去接个电话, 你们聊, 你们聊。 说完, 直接走进病房妹的厕所, 把门关上。 陆暖接通了电话, 喂, 玲玲玛, 电话那头传来王玲玲松了一口气的声音, 陆总监, 你总算接电话了, 我昨晚给你打电话没接, 刚刚给你打也没接, 我都以为你出事了, 打算去酒店前台问你的房间号, 上去看看你。 陆暖道, 不好意思, 我昨天不小心把手机按了静音, 所以没听见, 刚刚睡醒才看到的, 我没事的, 你们不用担心。 啊, 原来是这样, 那陆总监腿上的伤好点了嘛, 我们等下打算去坐缆车上山, 据说上面的雪景很漂亮, 陆总监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陆暖倒是想去, 可他现在人在医院, 搬出院手续磨磨蹭蹭差不多得到中午才能走, 他又不会瞬间移动, 能直接出现在酒店, 所以只能拒绝了。 陆暖心虚地扯了一个谎, 道, 我刚刚收到总部传来的一份急着要的文件, 需要马上处理, 不能跟你们去了, 你们自己去吧, 玩得开心点。 啊, 我们出来团建还有工作啊, 陆总监真是太辛苦了, 那您忙吧, 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 王玲玲语气有点同情地道, 哎, 好, 那再见了, 再见, 滨江酒店的餐厅, 王玲玲刚挂断电话, 孟清廷略微反常, 迫不及待地问道, 陆暖接你的电话了, 她没事。 王玲玲误以为孟清廷询问昨天陆暖电话打不通, 担心陆暖出事, 她微微一笑, 回道, 陆总监说她手机昨晚不小心按了静音, 所以没有接到电话, 她没事, 不过今天还是不能跟我们一起出去玩, 总部有一份紧急工作继续处理, 她要留在酒店里处理。 其他同事听了, 皆是一脸同情地道, 陆总监也太惨了, 出来团建不小心受伤, 这刚好, 马上又要工作。 是啊, 看来这总监的位置, 也真不是随随便便能做的, 只有孟清廷知道陆暖都是在说谎, 可她又不能戳破陆暖的谎话, 否则昨晚她在VIP区域桑拿房做的事, 就会被人知道了。 孟清廷憋得脸色一阵清一阵白的, 早餐也吃不下了, 摔下叉子, 冷着声音说了句, 我吃饱了, 先回房间, 等下在酒店大堂等你们。 人起身离开了餐厅, 剩下的同事你看看我, 我看看, 明显都察觉到孟清廷的不开心。 孟主管这是怎么了? 一个同事小声道, 财务总监这个位置, 本以为空缺了孟主管会顶上去的, 谁知道半路冒出陆总监这个程咬金, 你们刚才说的话, 孟主管听了, 心里肯定会不开心的, 其他人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王玲玲不解地道, 可孟主管不是财总的女朋友嘛, 她直接让财总把她调到总部, 不比在飞训当财务总监强嘛。 这谁知道呢, 也许孟主管是不想麻烦财总, 有自己的原则, 不想走后门。 医院里, 陆农打完电话出来, 跟着张州来的滨江度假村新高层已经全部离开。 霍思明抬头看向他, 柔声道, 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但医生说回去后需要多休息, 走吧, 我们回酒店。 陆暖当然不喜欢医院, 也想早点回去, 万一住院费公司不报销住院费, 他又得花一笔钱, 想想他就肉疼。 他点点头, 道, 好。 霍思明转头对张州道, 你去搬出院手续。 张州, 是, 霍总, 我现在就去办。 搬个小时后, 搬完出院手续, 霍思明带着陆暖从病房出来。 院长毕恭毕敬地将霍思明和陆暖送到医院门口, 两人上了张州早安排好的车, 坐着车远去, 院长脸上显而易见是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滨江酒店, 车稳稳地停下, 张州先行下车, 拉开车门, 霍总, 霍小姐到了。 霍思明和陆暖从车里下来, 并肩往酒店里面走。 刚走进酒店大堂, 就响起了一道吊耳郎当的声音。 思明, 你也太不厚道了, 自己带着陆暖出来度假也不跟我说一声。 陆暖抬眸朝声音的房间看去, 吃惊道, 南宫先生。 霍思明垂眸看陆暖除了惊讶外还有高兴, 脸色沉了馋, 对走过来的南宫城毫无热情, 甚至带着嫌弃, 你过来做什么。 南宫城洋装看不见霍思明明显的嫌弃, 搭上他的肩头, 还没说话, 就被他垂眸冷冷盯着手臂。 那表情, 分明在对南宫城说, 手还想要的话, 就赶紧拿开南宫城尴尬一笑, 拿开了手, 摸摸鼻子, 语气悠怨地道, 你以前出去度假, 都会和我约一下时间, 看能不能一起去。 这次倒好, 医生不吭就跑来度假, 我要不是去霍氏集团正好撞见霍伯父, 我还不知道呢。 霍思明一如既往地嫌弃, 有事。 南宫城笑着挑了挑眉烧, 继续道, 正好吧, 我这几天有点空, 也挺久没度假了, 就决定过来找你们。 露暖看到南宫城, 想到上次答应请他吃饭的, 结果年假后回去上班, 他一直没空, 找不到好的时机请, 可现在不正是时候吗? 露暖眼镜清澈明亮, 问道, 南宫先生, 你吃午饭了吗? 要是没有的话, 不如我请你在滨江酒店的餐厅吃吧。 之前一直说要感谢你, 请你吃饭, 可一直也没找到机会,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话音一落, 露暖没注意到霍思明脸色成了馋。 而南宫城注意到了, 狭长的挑花眼闪过一抹脚下, 故意道, 好啊, 我才刚到冰江酒店, 肚子还真是有点饿了。 正好公司的同事都出去坐缆车, 到山上看雪景了, 他不怕在餐厅碰上同事。 露暖道, 那我们快过去吧。 南宫城笑咪咪的, 嗯, 好。 露暖刚想跟他迈步往餐厅走, 手腕护得被温热的大手握住, 霍思明沉声嗓音道, 医生说你刚出院, 需要注意休息, 回房间。 我身体很好, 没有事, 而且只是去餐厅吃顿饭而已, 又不是去什么干体力活, 能累到吗? 露暖撇了撇嘴, 布满地道。 霍思明心底的不悦家具, 来宾江度假驱后, 跟他走在一起, 他都小心翼翼地, 唯恐被人知道, 他们就那么见不得光, 反而现在一点都不必回和南功臣去吃饭了。 霍思明语气不容拒绝地道, 回房间休息, 要请他吃饭的话, 我让张助理去安排。 露暖心底快抓狂了, 你见过为了感谢请吃饭, 然后本人不出现的马, 这还能体现出诚意吗? 南功臣站在一旁, 军脸上闪过饶有趣味的神情, 故意以退为进, 露暖, 你刚刚出院嘛, 身体不舒服,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吃饭好了, 不用勉强的。 露暖摇了摇头, 急声道, 不是的, 我身体没事。 要是错过了, 下次再有机会不知道的什么时候, 他说过很多次要请南功先生吃饭, 都没兑现, 太说不过去了。 露暖在心里安安中骂了霍思明几句, 望向他, 不得已小脸上挂着讨好的笑, 道, 霍先生, 您看, 在冰冰江甲村您救了我两次, 我也没来得及好好感谢您, 要不我一块请您吃午饭, 当作我的谢意, 请您一定要赏脸, 可以吗? 霍思明深邃的眼眸威眯, 瞥了眼男功臣, 道, 请我吃午饭, 他只是顺带请的, 对吗? 露暖心里只翻白眼, 明明他才是顺带的那个, 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 但他不能说, 不然这个混蛋肯定直接把他押回酒店房间。 露暖干笑一声, 略微含糊地道, 算, 算, 是吧? 对于露暖的含糊, 霍思明全当他不好意思让南功臣觉得难堪, 嘴角不着痕迹未扬, 单声道, 走吧。 说完, 拉着他往餐厅的方向走去。 露暖被拉得勉强跟上霍思明的脚步, 见南功臣还在身后, 回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道, 南功先生, 你也快点过来吧。 霍思明闻言, 头也不回地, 语气冷缩缩地丢下一句, 又不是没长腿, 管他爱走不走。 说完, 霍思明拉着露暖走得更快了。 南功臣站在后面, 一脸无奈地怂怂肩, 抬脚跟上去。 亏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思明对他的嫌弃还能再明显点吗? 果然是见色忘有。 冰江酒店的餐厅, 三人落座, 点了菜, 服务生很快上菜, 上完菜后, 微微一笑, 三位请慢用。 露暖点点头, 好的, 谢谢。 服务生走后, 露暖冲南功臣笑着说道, 南功先生, 你快尝尝, 这家餐厅我吃了几天, 无论西餐或者中餐味道都很好。 哎, 好。 南功臣切了一块牛排放进嘴里, 咀嚼了几下, 露暖期待的眼神地问道, 怎么样, 是不是味道还可以? 味道很不错。 露暖顿时露出了笑容, 南功先生你会在这里待几天对吗? 你要是喜欢, 明天我再请你。 这都不好意思啊, 要不明天我请你吃吧? 不用不用, 我请你就好, 毕竟之前你帮了我很多, 请你吃一顿饭来感谢, 其实有点说不过去的。 是你跟我太过客气了。 南功臣披见霍思明越来越阴沉的脸色, 嘴角不动声色地痒了痒, 故意道, 对了, 我还没问你回去上班, 还习惯吗? 要是不习惯的话。 霍思明冷着声音打断了南功臣的话, 他如果不习惯, 你想怎么样? 南功臣怕自己说出不习惯就来南功集团上班吧, 会被霍思明用眼神凌迟, 干笑着改口道, 我就随口问问, 随口问问, 露暖美好气地白了霍思明, 才一脸认真的回答道, 南功先生, 不用担心, 我现在上班挺好的, 除了要面对霍思明这个混蛋。 啊, 是吗, 那就好, 南功臣笑笑地说道。 自从到了餐厅, 露暖一直跟南功臣说话, 小脸上露出的笑容是在霍思明面前没有的, 让他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看着有说有笑的两人, 霍思明在餐桌下狠狠踹了南功臣一脚, 南功臣痛呼出声, 揉着小腿呲牙咧嘴的, 思明, 你是想谋杀兄弟啊? 话在嘴边还没说出口, 霍思明眸子微眯, 他立刻拾去地闭嘴了。 露暖一脸不挤地看着南功臣, 南功先生, 你怎么了吗? 啊, 没事, 我自己不小心踢了一下桌脚, 脚疼, 脚疼, 为了避免霍思明等下真的下杀手, 南功臣见好就收, 道, 我今天开了几个小时刚到滨江度假村, 实在有点累了, 露暖, 不好意思啊, 我先到酒店的房间休息了, 我们明天再见。 露暖没有多想, 心以为真, 好的, 南功先生先生好好休息, 明天见。 南功臣一走, 霍思明看了眼隔壁桌的张周, 道, 结账, 说完要拉着露暖要回酒店房间, 他现在一肚子不疼快, 想狠狠地稳住他, 吻得他不能呼吸, 好给他一个教训, 不过没能如愿, 露暖急声喊道, 等等。 霍思明下意识遁住脚步, 低头, 眉心微醋地望着他, 什么事? 露暖对上他漆黑深邃的眼睛, 道, 今天是我说要请南功, 见他神情骤变, 他迅速改口, 我说要请你吃饭的, 应该我来给钱, 否则怎么能算是我请呢? 霍思明何尝听不出刚才露暖的意思, 心底无名怒火更甚, 从他上次被非讯扣光工资开除, 蹲在路边酷的样子来看, 还有平时的节俭, 他分明很在意自己的工资, 今天为了请南功臣吃饭, 倒是大方得很。 露暖在包里翻出自己的信用卡, 递给张周, 张助理, 麻烦你拿我的卡去结账, 啊, 霍先生, 你干什么, 快点放我下来啊。 露暖话才说了一半, 霍思明阴沉着脸默地将他打横抱起, 他的信用卡掉在了地上, 不顾他的抗拒, 霍思明大步地往电梯走去。 露暖生气地道, 我的信用卡, 你, 快点放我下来。 眼看霍思明对他的花枝若网玩, 半点没有要把他放下来的迹象, 露暖气得直咬牙, 被逼无奈, 大声对张周道, 张助理, 麻烦你帮我结完账, 把卡带上来给我。 话刚说完, 霍思明抱着人进了电梯, 电梯门盒上, 隔绝了露暖带着怒意的声音。 餐厅里的服务生看着刚才的一幕, 脸上皆是花痴的表情。 哇, 霍总刚才好帅啊, 男友力满分, 被他抱着的那位女士太幸福了。 另一个服务生也是眼毛红心, 赞同的连连点头, 对呀, 真的好羡慕那位女士, 能拥有霍总这么好的男朋友。 张周站在原位, 捡起地上的信用卡, 轻叹一声, 心里暗暗嘀咕。 露小姐, 我是不敢拿你信用卡结账的, 怕霍总直接咔嚓了我, 而且滨江酒店属于霍氏集团旗下, 霍总用餐只需要签个字就行, 根本不用结账的。 丁一声, 电梯门开了, 霍斯明抱着露暗来到房间前, 放他下来, 拿房卡开门。 露暗看他脸色有点可怕, 趁着他开门的时候想溜走, 无奈他一直大手牢牢抓着他纤细的手腕, 根本没法挣脱。 门开了, 霍斯明拉着露暗进去, 碰一声关上门, 露暗一阵头晕目眩, 被他摁在门板上。 霍斯明轮廓分明的脸睛在眼前, 温热的呼吸喷勃在脸上, 露暗的心跳悄悄加快, 脸颊微微发烫。 他不自在地别开脸, 结结巴巴地说, 霍先生, 你, 你有话好好说, 你能先松开我吗? 霍斯明眼神又深不见底地盯着他, 声音暗哑地道, 看着我。 啊, 神, 什么? 露暗心里要抓狂了, 这个人混蛋有毛病吧, 喜欢别人盯着他看, 他才不想盯着他看, 靠这么近的情况下, 他不想看到他的眼神好吧。 他声音加重了点, 看着我。 露暖觉得霍斯明身上的气息包围, 快要喘不过气的感觉, 他下意识伸手推散的霍斯明结实的胸膛。 霍先生, 你, 你, 你还是先放开我, 有什么事, 我们坐下再慢慢, 话没说完, 霍斯明修长地手捏着他的脸掰震过来, 只副暧昧地摸缩着他柔软的唇瓣, 哑声道, 为什么总是不听话? 诶, 我不是让你看着我的吗? 露暖撞入了那双漆黑幽深的眼睛, 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心脏砰砰砰直跳的声音很大。 他这是怎么了? 尚未得出结论, 慌张的露暖索性紧紧闭上眼睛, 完全不敢睁开眼睛看霍斯明。 霍斯明低声又重复了一遍, 睁开眼睛, 看着我。 露暖死死闭着眼睛, 就是不睁眼, 他听见他发出一声轻笑, 随即唇瓣被咬住, 他霸道的功成劣池, 扫荡他口腔的每一处地方, 摄取他的甜美。 露暖被吻不过气, 小手无力地推嗓着霍斯明, 含糊不清地道, 吾吾, 放, 松开。 霍斯明气息不云离开他的唇一点点, 暗哑道, 看着我。 他下意识将眼睛闭紧, 更不敢睁开。 他又是一通激烈的亲吻, 然后道, 睁开眼睛看我。 露暖不从。 霍斯明的搭手在他身上不规矩了起来, 露暖逼得睁开了眼睛, 眼泪泛着泪光, 脸颊通红, 看起来别外的妩媚动人。 别, 不要。 霍斯明嘴角微扬, 大手抚着他的侧脸, 凑近在他眉心轻了一口, 很好, 只能看着我, 知道了吗? 露暖脑海早乱成一团浆糊, 压根没注意他说的什么, 下意识就点了点头。 惹得霍斯明眸光微暗, 线条凌厉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露暖还没回神, 就被他抱起, 大不留心进了卧房, 被扔在柔软的床上, 他栖身而上, 将他压在身下, 三两下就将他的外套给拖了扔到床下, 直到霍斯明把自己的皮带抽出来扔在地毯上发出的声音, 一乱情迷的露暖一下子回过神来, 他咬了咬唇, 忧恼忧羞, 这个混蛋又要对他做那种事了吗? 他灵机一动, 道, 我的头好晕啊, 哎呀, 好难受呀, 这天花板怎么都在撞啊? 埋头在他脖梗处亲吻的霍斯明瞬间顿住了动作, 眼底情, 愈何担心交织在一起, 身体又不舒服, 我们现在去医院。 霍斯明二话不说开始捞起自己的衣服往身上穿, 穿好后开始拿露暖的衣服往他身上套, 露暖愣住了, 霍斯明这种急色的人, 一听说他不舒服就放过他了, 总感觉有点不真实, 是他在做梦, 还是霍斯明今天脑子进水了? 霍斯明给他穿戴整齐, 正要抱起他往外走, 露暖猛地回神, 控制不住心虚地道, 我, 我没事, 就是有点不舒服, 不用去医院的, 太麻烦了, 你让我躺着休息一会儿就好, 休息一会儿就好, 为什么要心虚啊? 他说谎只为了保护自己。 霍斯明刚才心急则乱, 现在也反应过来了, 一眼看穿露暖的小心思, 但到底念及他刚刚出院, 舍不地折腾他, 在他眉心亲了一口, 低声, 行, 你休息吧, 露暖躺下来, 霍斯明给他拉上被子, 人就去了浴室, 听着浴室洗澡稀稀沥沥的水声, 露暖眉头紧簇, 心里涌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浴室里霍斯明靠着浴室的墙壁, 胸膛微微起伏, 气息凌乱, 水珠顺着他线条分明腹肌往下滑落, 沉重的喘息声在浴室里回荡, 暧昧非常,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缓过来, 把瘦洗干净, 顺带冲了一个枣材从浴室出去, 出去后, 露暖躺在床上, 已经睡着了, 霍斯明站在床边, 正想伸手去抚了扶他的脸颊, 他床头柜的手机响了, 霍斯明眉头一皱, 趁着他还没被惊醒, 将手机按了静音, 望着露暖甜静的睡眼, 霍斯明猛地想起刚才在餐厅南宫陈述的话, 明天见, 两人在一起有说有笑的画面让他觉得风外刺眼, 霍斯明眸光微闪, 拿起自己的手机走出卧房, 拨通了张州的号码, 霍总, 您给我打电话, 是有什么事吗? 霍斯明低声道, 没错, 你安排车, 过几个小时我们回去, 回去, 张州压一地道, 霍总怎么这么突然就要回去了, 您不是打算带陆小姐出来好好玩几天的吗? 这回去的比预期的要早两天了, 这你不用管, 按照我说的去办就可以, 张州搞不清楚霍斯明提早回去的原因, 而且是连夜回去, 但他不敢多问, 连忙回到, 好的, 霍总, 我明白了, 我现在去安排, 您和陆小姐什么时候要回去都可以, 我让司机在酒店门口等着, 哎, 霍斯明挂断了电话, 张州赶紧联系司机, 让司机把车准备好, 随时能送他们回阿城市中心, 露暖一觉醒来, 窗外的天色已经黑了, 床边响起一道低沉的嗓音将他吓了一跳, 醒了, 头还晕不晕, 露暖下意识身体网力缩了缩, 神情惊恐地望向身旁, 见识霍斯明坐在床边, 他心里暗暗吐槽了一句, 混蛋, 不知道人吓人, 吓死人啊, 但由于之前撒谎的缘故, 露暖到底有点心虚, 没敢说什么, 干笑着道, 没, 没事, 感觉已经好多了, 霍斯明看穿露暖心虚的表情, 也不拆穿他, 轻声道, 嗯, 那就好, 我叫人送了餐上来, 起来洗下脸, 吃晚饭吧, 哦, 好, 露暖起床,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跟霍斯明走到外面的餐桌前坐下吃晚饭, 晚饭吃得差不多了, 霍斯明突然开口说了句, 吃完进房间把你的行李收拾一下, 半个小时后, 我们回去了, 露暖猛得一惊, 回去了, 不是说要来五天的吗, 现在才第三天而已, 出什么事了吗, 为什么要提前回去, 霍斯明脸不红心不跳, 一本正经的成谎, 公司临时出了点事, 我要赶回去处理, 那, 霍先生您先回去吧, 我到时候跟公司的同事一起坐大巴车回去就好, 我自己回去不要紧的, 霍斯明要走了, 他可以抓紧时间开开心心玩两天再回去, 简直不要太幸福了, 露暖高兴不到两秒, 霍斯明慢条思理地放下看筷子, 勾唇一笑, 单声道, 刚才你同事发微信问你处理完总部的紧急工作了吗, 我替你回了, 露暖脸上的表情已僵, 什么, 我说总部工作紧急, 你需要提前回去总部处理, 所以, 现在你的同事都知道你已经回去了, 言下之意, 你不可能再留在酒店和你的同事一起团建游玩, 露暖恨得牙痒痒的, 手里的筷子被他握得紧紧的, 如果可以, 他想把筷子砸在霍斯明这张讨人厌的脸上, 分明把他后路堵死了, 很痒痒得意是吗, 可他不能, 也不敢, 只能带着笑, 咬牙切齿地道, 好吧, 霍先生, 我等下去收拾行李, 看着小女人要扎毛的样子, 霍斯明眼底的笑意更深了, 经不住抬手揉了揉他的发顶, 语气带着丑腻道, 下次再补偿你, 带你去国外玩一段时间, 呵呵呵, 不用了, 那个霍先生, 我先进去收拾行李了, 过了半个小时, 滨江酒店的门口, 张周帮忙将露暖的行李放上车, 拉开车门, 霍总, 霍小姐, 可以上车了, 霍斯明微微汗手, 让霍暖先上车, 自己紧跟骑后, 关上车门后, 张周上了副驾驶座位, 对司机说道, 走吧, 司机启动车子, 缓缓离开滨江酒店, 后视镜中的酒店越来越小, 直至再也看不见, 露暖猛地想起一件事, 道,我们就这么走了, 没有跟南宫先生说一声吗, 他还说明天要找我们一起出去的, 这是不是不太好, 霍斯明不着痕迹地皱起眉头, 道,他知道的, 露暖没多想, 心以为真, 毕竟南宫先生和他是朋友, 他应该会说一声再走的, 而坐在副驾驶车的张周眼角余光 偷偷看向霍斯明, 开始自我怀疑了, 霍总跟陈总说过了吗, 可他明明交代过, 不要惊动陈总的啊, 当天晚上, 回到江峰别墅, 顾管家和女佣们站在门口迎接, 霍先生, 陆小姐, 欢迎回家, 霍斯明汉手, 牵着露暖往屋里走, 一边说道, 我们的行李在车上, 去拿进来, 好的, 霍先生, 说完, 霍斯明牵着露暖到楼上卧房休息, 林小宇看着两人的背影, 消失在楼梯的拐角, 脸上的表情激动不已地道, 顾管家,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霍先生和陆小姐不是一起去度假, 却是一起回来的, 霍先生一开始肯定是想给陆小姐惊喜, 他羡慕不已地继续说道, 霍先生对陆小姐可真好, 从前他对所有人都冷冰冰的, 现在简直就是所有女人梦中的白马王子, 当然陆小姐人也很好, 长得也漂亮, 顾管家无奈一笑, 敲了一下林小宇的脑袋瓜, 别愣着了, 快去将霍先生和陆小姐的行李拿进来, 送到楼上放好,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 顾管家回头朝楼上望了一眼, 心中意识十分认同林小宇的话, 自从陆小姐来到江峰别墅后, 霍先生变化简直判若两人, 楼上, 霍暖坐了几个小时的车, 有点累了, 但由于白天在医院睡过, 下午又在酒店睡了一段时间, 他倒是不困, 霍思敏也看出了这一点, 眸光微闪, 长臂一身, 将人抱到他腿上坐着, 低头稳住他柔软的唇, 霍暖一惊, 要挣扎, 但双手轻而易举被他一只大手抓住, 反扣在背后, 他故意用力顶了一下他的后背, 让他只能挺直腰身, 被迫接受他炙热缠门的吻, 眼看又要一发不可收拾, 霍暖气喘吁吁的, 勉强推开了一点霍思敏, 估计重施, 我, 我脑袋好晕, 好难受, 我想要休息, 霍思敏斜思一笑, 却不再上当, 没事, 你接下来两天不用上班, 有的是时间休息, 坐一瓦, 休息两天, 嗯, 我不, 呜呜呜, 霍暖拒绝的话被堵住了, 化作含糊不清的低吟, 混蛋, 亏他之前还以为他没想象中的坏, 现在看来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第二天, 南宫辰吃过早餐后, 特意想着打个电话给霍思敏, 约他和霍暖出去, 想着给他添个堵, 可电话刚一打过去, 不到两秒就被挂断了, 南宫辰勾着嘴角, 俊朗的脸上挂着吊耳郎当的笑, 嘖嘖嘖, 可真是好兄弟, 嫌弃得很明显, 这只醋也吃得太鲜而易见, 南宫辰脸上浮现一抹完美的神情, 从酒店的房间下去, 来到酒店的前台, 问道, 你好, 请问你们霍总的房间号是多少, 以为不接电话, 他就不能出现在面前添堵了吗, 太天真了, 下一秒, 酒店前台服务生的回答, 让南宫辰知道太天真的人是自己, 南宫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霍总昨晚已经办理了退房手续, 在昨晚离开了度假酒店, 服务生顿了顿, 继续道, 还有霍总临走前安排了度假村所有娱乐项目给您, 还交代, 务必让您都一一体验过, 还特别吩咐我们为你开启一项新的娱乐项目, 雪山夜景, 是由缆车送您上去, 让你独自在山顶欣赏一夜的美景, 南宫辰嘴角抽出了两下, 独自欣赏雪山夜景, 霍思明怕不是想把他冻死在山上而已, 所以他大老远跑来, 霍思明的热闹没看到, 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 两天后, 陆暖回飞讯公司上班, 刚到公司, 经过财务部的时候, 王玲玲走过来打招呼, 陆总监, 早上号, 你的腿上伤没事了吧, 陆暖微微一笑, 早上号, 放心吧, 早就已经没事了, 那就好, 陆总监这次去团监运器真是太不好了, 先是受伤, 后来又是总部临时有工作, 让你提前赶回来处理, 你一天都没有好好玩过, 陆暖有点心虚地笑着回道, 是, 是啊, 挺遗憾的, 等下次公司团建吧, 我一定跟你们出去好好玩, 跟王玲玲等人含暄了几句, 陆暖往自己办公室走, 一下子就撞见了一面走来的孟清廷, 孟清廷走到他面前停了下来, 无懈地冷哼了声, 鼻的神情看着他, 陆暖懒得搭理孟清廷, 反正被灯也不会少快肉, 脚步都没顿一下, 竟只见了自己的办公室, 财务总监办公室的门盒上, 隔绝了孟清廷阴朗的目光, 孟清廷咬咬牙, 低声骂道, 见人, 我看你还能得一几天, 一周后, 孟清廷特意请假一天, 开车来阿诚某一处警察局前等着, 他为什么会来这里, 自然是来找陆暖的妹妹陆芷兰, 他特意跟上次和陆家人发生争执的保安打听过, 知道他们一家被拘留在这里, 等了有一会儿, 孟清廷看到陆芷兰等四人从警察局走出来, 神情憔悴, 看样子拘留15天在里面过得并不好, 走到警察局外面, 张云再也忍不住了, 立刻开始扯着嗓音破口大骂, 露暖这个小贱人, 竟然让我们一家被拘留15天, 真是反了他, 走, 我们现在就去找到他, 好好教训他, 陆文昌阴沉着脸, 呵斥道, 够了, 是刚从里面出来, 就又想进去了是吧, 他之前对这个从小柔柔弱弱的女儿真是小看了, 他现在能冷眼旁观看他们坐牢, 逼急了, 人家现在有靠山, 帮上有钱人, 指不定还会做出点什么, 张云被骂得一脸委屈, 陆芷兰咬了咬牙, 气不过地道, 爸, 难道就这样放过陆娜娜的奸人吗, 他把我们害得这么惨, 我淹不下这口气, 陆文昌当然淹不下这口气, 当老子的被女儿报警抓进去坐牢, 他脸都快丢光了, 可他也胆小, 只好道, 先回去吧, 刚出来不嫌晦气, 先回家煮碗猪脚米线去去晦气, 以后总是有办法教训那丫头的, 陆昊玉点头复合道, 对对对, 我们先回去吧, 在里面半个月, 我都没吃过一顿饱饭, 我以后都不想再进去了, 根本不是人带的地方, 陆昊玉加快脚步跟在陆文昌后面走, 张云和陆芷兰走在后面, 两人心里憋着火, 别提多不舒服, 梦青亭下车了, 带着墨镜走过去, 走到陆芷兰面前, 微微一笑, 道, 陆小姐是吗, 有时间吗, 可以跟我聊聊吗, 陆芷兰和张云停下了脚步, 张云上下打量了梦青亭一眼, 突然就掐了陆芷兰的胳膊一把, 骂道, 死丫头, 你是不是又在外面欠人家什么钱了, 陆芷兰疼得闷哼一声, 不耐烦地推开张云, 妈, 你以为我是陆浩宇呢, 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怎么可能欠她钱, 可张云根本不信, 她生的女儿, 她比谁都清楚她女儿什么德行, 张云骂骂咧咧地道, 反正你自己欠的钱, 你自己搞定, 我管不了你, 你爸爸和弟弟还等着回家给他们煮猪脚米线, 我先走了, 说完张云加快脚步追上前面的陆浩宇和陆文昌, 丢下陆芷兰一个人走了, 陆芷兰站在原地, 气得脸都黑了, 要是他那个混蛋弟弟被债主拦着要债, 他们哪怕砸锅卖铁都会想着替他还钱吧, 孟清婷眉宇微醋, 墨镜下的脸难掩对这一家人的厌恶, 但想到陆暖, 他还是忍着厌恶, 继续道, 陆小姐, 你好, 我想你妈妈刚才可能是误会了, 我来找你是, 陆芷兰气头上, 尖锐着嗓音骂道, 叫谁小姐呢, 谁是小姐呢, 我看你的穿着, 胸都快全部露出来了, 你才像是个小姐吧, 你, 孟清婷被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脸色白了又轻, 说不上的难看, 你什么你, 让开啊, 自己长了什么体格不知道吗, 挡着别人的道路了, 大马路又不是你家的, 还真当一点都不客气, 陆芷兰直接撞了孟清婷肩头一下, 怒气冲冲地往前走, 孟清婷肩头被撞得生疼, 捂着肩头气得快疯了, 但想到陆暖, 他还是强行忍下怒意, 冲陆芷兰的背影说道, 现在陆暖背后的金主 可是或是集团的总裁霍斯明, 你们要是想教训他, 想都别想了, 但, 我有办法能帮你们, 陆芷兰猛地顿住了脚步, 脑海闪过在飞讯公司前 拉着陆暖拉开俊美的男人, 他抿了抿唇, 转过身看着陆芷兰道, 你是谁, 还有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孟清婷见陆芷兰上钩了, 倾笑一声, 不仅不慢走过去, 道, 我说的当然是真的, 不介意的话,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好好聊一聊, 怎么样? 陆芷兰眸光闪了闪, 点头答应了, 好, 去哪里聊, 我跟你走, 我车在前边, 走吧, 我知道前面有家不错的咖啡厅, 陆芷兰上了孟清婷的车, 两人离开了警察局, 孟清婷带着陆芷兰来到一家咖啡厅, 两人进去坐下, 咖啡厅的服务生走过来, 微笑着问道, 两位客人, 请问需要点什么? 孟清婷摘下墨镜, 道, 给我们来两杯拿铁, 还有两块巧克力蛋糕, 好的, 两位请稍等, 咖啡厅的服务生说完, 转身离开, 陆芷兰打量的眼神看着孟清婷, 孟清婷嘴角含笑, 故作优雅大方, 满不在乎地被他打量着, 最后按捺不住的是陆芷兰, 他问道, 你是谁, 刚才说能帮我们教训陆暖那个贱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 孟清婷不紧不慢地回答, 我是飞训公司的部门主管, 曾经是陆暖的顶头上司, 陆暖的顶头上司, 孟清婷点点头, 没错, 难道你不好奇陆暖为什么能攀上像霍思明这样的男人? 陆芷兰顺着他的话往下问, 为什么? 孟清婷苦涩一笑, 思明他是我的男朋友, 陆暖是通过我认识他的, 那时候思明和我很恩爱, 经常来公司接我上下班, 没想到这倒是成了陆暖勾引他的机会, 就这样, 他成功让思明开始花钱包养了他, 陆芷兰不笨, 立刻反应过来, 眼前这个女人嘴里说着帮他教训陆暖的话, 其实自己也想教训陆暖吧, 陆芷兰态度立刻不一样, 威扬下巴, 道, 你是想利用我帮你对付陆暖吧, 要我帮你可以, 但你总得给我一点好处吧, 孟清婷眉心不着痕迹的微醋, 心里实在有点厌恶陆芷瞬间的趾高气扬, 可要从霍思明身边赶走陆暖这个贱人, 还得指望陆芷兰, 他忍了, 孟清婷微微一笑, 那是自然的, 听说你们家现在情况不好, 你父亲的身体也出了些问题, 你们应该挺缺钱的, 要是你答应帮我, 我可以给你们一笔不少的钱, 是多少钱? 十万, 陆芷兰脸上露出贪心的表情, 不满地道, 就只是十万, 你当打发叫花子呢, 这么点钱, 还想让我帮你, 孟清婷也不笨, 不可能任由陆芷兰狮子大开口, 孟清婷脸上挂着微笑, 等服务声放下咖啡离开, 他端起咖啡慢条丝里的钱迷一口, 道, 陆小姐, 做人不能太贪, 我们现在共同的目标是陆暖, 我们合作的话, 对双方都有好处, 否则, 不将陆暖从思明身边赶走的话, 你们一辈子都别想教训他, 而他仗着有思明当靠山, 这次是让你们被拘留十五天, 下次说不定就是刑居十五年了吧。 孟清婷的话对陆芷兰来说, 无疑是一针见血, 陆芷兰从小就能随意欺辱陆暖, 把他踩在脚下, 自认为比陆暖高一等, 现在被陆暖骑在头上, 可想而知肯定是不会甘心的。 对, 不能让陆暖那个贱人好过, 吃点亏就吃点亏吧。 陆芷兰道, 好, 我答应跟你合作, 你说吧, 要我帮你做什么? 结果完全在孟清婷的意料之中, 他满意一笑, 道, 很简单, 你上次不是说他故意假装清纯, 其实被地理交过很多男朋友, 私生活极其混乱, 只要你有证据能证明给思敏看, 我保证第二天思敏就会把陆暖赶走。 到时候, 陆暖没了思敏当靠山, 你们想对他搓圆捏扁, 还不是一如反掌吗? 陆芷兰脸色微变, 神情有点泛男。 他那天在飞讯公司门口, 就是信口胡说的, 他了解陆暖, 从小就知道死脑筋读书挣钱, 根本没见陆暖谈过恋爱。 陆芷兰见陆芷兰没说话, 眉头微醋, 问道,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陆芷兰眸光微闪, 吱吱呜呜了起来, 要证据, 什么样的证据, 我总不能都找到那个贱人的前男友, 全部拉到霍斯明面前吧。 陆芷兰本来随口一说的, 但陆芷兰眼镜却一下子亮了, 你能联系到陆暖那些前男友的话, 这个办法当然是最好的。 陆芷兰, 我, 这让他去哪里找编造出来的人啊? 陆芷兰心急如焚, 绞尽脑汁地想办法, 一个机灵, 他猛地想起一件事, 道, 对了, 我想到一个最好的证据。 什么证据? 陆芷兰阴朗地笑了笑, 陆暖出去乱搞花了野种, 做流产打胎的手术单。 孟清廷迫不及待地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的, 陆暖真的打过胎? 当然是真的, 三四年前吧, 手术单还是阿城的大医院, 完全可以去医院扎得到档案的。 陆芷兰语气十分笃定地说道, 孟清廷信了陆芷兰的话, 沟纯冷冷一笑, 讥讽地道, 真是知人之面不知心, 陆暖表面轻轻纯纯地, 看不出来被地里的私生活却混乱成这样, 三四年前, 他不过才二十岁, 竟然就打过胎了。 要是让思明知道这一点, 他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定会把陆暖这个贱人赶走的。 陆芷兰眸光闪了闪, 难道没有顺着孟清廷的话一起批判陆暖? 孟清廷正在高兴抓到了陆暖的把柄, 也没发现陆芷兰的异样, 笑着说道, 只要你把陆暖做流产的那张手术单给我, 我可以立马给你十万。 陆芷兰道, 手术单放在我们以前住的房子, 爸爸欠债后, 房子被法院查封了, 但现在还没拍卖出去, 东西都在, 我需要点时间才能把手术单弄出来。 行, 我也不急在这一两天, 孟清廷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过去给陆芷兰, 道, 这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你拿到手术单号, 随时可以联系我。 陆芷兰拿过名片, 我知道了, 到时候会联系你的。 孟清廷, 嗯, 你也放心, 我做人向来是说到做到, 答应给你的十万, 到时候绝对分文不少。 陆芷兰和孟清廷从咖啡厅出来, 孟清廷本来提出要送陆芷兰回去, 陆芷兰拒绝了, 她也没有抢球。 看着陆芷兰的背影消失在前面转弯的路口, 孟清廷上了车, 启动车子离开。 牧师前方地开着车, 孟清廷嘴角的弧度高高扬起。 哼, 贱人, 这下看你还能得意几天, 等着吧, 过几天有你好看的。 霍思明这个男人, 只能是他孟清廷的, 谁也抢不走。 陆芷兰从咖啡厅出来, 站在路边打算拦车, 手机就响了, 他拿出来一看, 是张云的电话。 陆芷兰不耐烦地接通了电话, 喂, 妈, 什么事啊? 顶头那头的张云妈妈咧咧地道, 你个死丫头, 你去哪里了? 家里煮好了面线, 但没盐了, 你回来的路上给带一包盐上来。 电话还隐约传出陆浩宇的催促声, 妈, 能不能让陆芷兰快点? 我都快饿死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张云急促催促道, 听到没有, 快点回来。 陆芷兰眉头紧促, 不跃地道, 妈, 你让陆浩宇自己下去买, 我还有事, 今天不回家了。 你不回家, 你这个死丫头去哪? 陆芷兰不等张云说完, 已经啪一声挂断了电话。 哼, 她找孟清廷拿到的钱, 一分都不愿意给那个像无底洞的家。 陆芷兰拦了一辆出租车, 上了出租车后, 她说道, 师傅, 去江南小区。 哎, 好, 小姐你坐好, 我这就送你去。 车行驶了一个小时, 停在了江南小区前, 陆芷兰付了车费下车, 站在江南小区前面, 陆芷兰表情略微复杂。 江南小区不算顶级的豪宅区, 但也是阿城的黄金地段, 里面全是房价过千万的小户型别墅。 陆芷兰就是在里面住着长大的, 直到三年前陆文昌生意失败, 他们家欠下一大笔债, 房子被法院查封, 他们一家人被迫搬出来, 搬到一家偏僻又落后破旧的普通小区。 陆芷兰站在小区门口心里无畏杂陈之际, 门口的保安大爷已经认出他了, 立刻没好气地赶到, 你们家房子都被法院查封了, 你现在不是小区的业主, 无权出入小区, 走走走, 快走吧, 别站在门口挡着, 一会儿有业主的车要出入的。 陆芷兰被气得脸都摆了, 狠狠朝地上拍了一口, 骂道一条开门口而已, 也认不清自己的位置, 房子以后我会买回来的, 到时候让你好看。 保安大爷嘲笑道, 就你们家欠的钱都没还清楚呢, 还想重新在这里买房, 做梦呢, 我警告你, 赶紧走, 否则我报警, 让警察赶你走了。 陆芷兰气得哑哑哑, 最后狠狠蹬了保安大爷一样, 转身走了。 离江南小区门口远一点, 陆芷兰还是气得要跳脚, 在那里自言自语地 骂了十来分钟才消停下来。 消停下来后, 陆芷兰打了一个电话, 过了约某十分钟, 小区门口走出一个身材微胖, 个头不算高, 面容粗犷, 看起来三十岁出头的男人。 陆芷兰一见男人走过来, 刚才脸上的阴朗瞬间消失不见, 笑得一脸甜蜜, 娇滴滴地喊道, 林哥, 你怎么出来得这么慢, 人家在这里等你, 都快冷死了。 眼前的男人叫林百扬, 是江南小区物业的人, 以前曾经追过陆芷兰, 但那时候陆芷兰是有钱人的千金小姐, 自然看不上她, 到时候来家里落魄了, 陆芷兰为了进茶缝的家里拿东西, 跟她有过几次来往。 林百扬色咪咪的一笑, 大手搂住陆芷兰的喜腰, 不安分地摸索起来, 嘻嘻, 老师嘛, 林哥有办法让你热起来, 要试试嘛。 男人身上浓郁的香烟味酒味, 陆芷兰心底厌恶不已, 但表面还是洋装娇羞地道, 林哥, 你真坏, 林哥还可以更坏呢? 林百扬在陆芷兰身上动手动脚的, 搂着她亲了一会儿, 陆芷兰推开她一点, 眸光微闪, 用较滴滴的声音道, 林哥, 我要回家拿一样东西, 你帮帮我好不好? 林百扬面露难色, 芷兰呀, 不是林哥不想帮你, 是你偷偷从房子拿走太多东西, 要再拿, 被别人发现了, 我可是不好受的啊。 林哥, 你放心, 我这次拿的东西不值钱, 是以前一张放在我房间的单据, 我突然要用, 能不能麻烦你帮帮我? 林哥, 林哥, 好不好嘛? 林百扬略微动摇了, 真的, 只是拿一张单据吗? 真的林哥, 你还信不过人家吗? 陆芷兰软着嗓音撒娇道, 林百扬道, 好, 我这两天想想办法, 再带你进去一趟。 陆芷兰面上一喜, 踮起脚尖亲了一口林百扬, 真是太谢谢林哥了。 林百扬眼睛微眯, 色眯眯地捏了一下陆芷兰的屁股, 道, 那芷兰是不是该, 先好好慰劳慰劳林哥? 陆芷兰妩媚一笑, 靠到林百扬耳边, 吹了一口气, 小声道, 林哥, 我们现在去酒店开房吧。 林百扬露出吟笑的表情, 笑得何不拢嘴, 好, 我们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两人打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最近的酒店。 两天后, 江南小区附近的林越酒店, 某一间客房中, 陆芷兰躺在林百扬花里, 两人被子底下的身体皆是赤裸裸的, 一场情势刚完, 林百扬正惬意地抽着香烟。 陆芷兰眸光微闪, 趁机用指甲有一下没一下刮着杨柏林的胸膛, 叫滴滴地问道, 林哥, 你答应人家的事呢? 都两天了, 你还要多久才能带人家进去吗? 林百扬低头狠狠亲了陆芷兰一口, 陆芷兰样物地皱起眉头, 想推开这个男人, 但强忍着没有。 林百扬亲完后, 笑眯眯地道, 我的小宝贝, 不用担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从物业偷偷拿到你家的钥匙, 今天晚上是我兄弟值班, 等晚点, 我光明正大的带你进去。 听到这里, 陆芷兰显然态度不一样了, 立刻又跟林百扬腻歪了起来。 外面的天渐渐暗下来, 陆芷兰在林百扬的带领下, 偷偷来到自己被查封的家, 将封条轻轻拆开, 打开门进去。 进到屋里, 陆芷兰轻车熟路地打开灯, 然后静止地上了二楼, 朝自己以前住的房间走去。 林百扬在后面小声提醒道, 芷兰,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了, 除了那个单据, 你不能再拿任何东西了啊。 陆芷兰没理会, 推开自己以前房间的门进去, 拉开床头柜翻找起来。 翻找了一阵子, 他终于看到压在下面的流产手术单据。 单据上面写着陆娜的名字, 林百扬站在陆芷兰身后, 不解地问道, 芷兰, 你拿着什么单据啊, 对你很重要吗? 陆芷兰将单据塞到包里收好, 没给林百扬看, 他转身微微一笑, 道, 林哥, 我们先出去再说吧, 毕竟留在这里被人发现就不好了。 林百扬其实正好有这方面担忧, 百分百的赞同, 点头道, 好, 那我们先从这里出去再说。 两人关上灯, 从小别墅出去, 将法院的封条重新贴好, 林百扬带着陆芷兰离开江南小区。 到了外面, 林百扬还想搂住陆芷兰的腰, 不料他闪身一朵, 道, 林哥, 我好意思, 这个单据对我很重要, 我先, 继续要赶回去办一点事, 我忙过这阵子再联系你。 不是, 芷兰你这么快就要走, 你。 林百扬的话还没说完, 陆芷兰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弯腰上车, 坐在车里对杨柏林说了句, 林哥, 我先走, 然后趴一声关上车门, 出租车扬长而去。 林百扬站在原地, 目光有些不舍, 冲车摆了白手, 还不忘喊上一句, 芷兰, 你忙完记得联系我啊。 而车里的陆芷兰全然不在意, 利用完了林百扬, 压根不想再多看他一眼。 陆芷兰拿出手机拨通了孟清廷的电话, 喂, 你好, 我是孟清廷。 是我, 陆芷兰。 那话那头的孟清廷的语气瞬间迫不及待地问道, 陆小姐给我打电话, 是露暖的流产手术单拿到了吗? 没错, 我已经拿到了, 明天吧, 我在上次见面的咖啡厅等你, 你记得把钱带过来, 看到钱后, 露暖的流产手术, 我可以立刻给你。 孟清廷带着笑一道, 没问题, 陆小姐请放心, 钱我肯定会准备好的。 嗯, 那明天见, 明天见? 挂断了电话, 孟清廷走到客厅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心情很好的一言而尽, 拿着高酒杯轻轻晃动着, 她嘴角扬起恶毒的笑容。 露暖你这种不知见点, 不要脸的见人, 这下看你还怎么勾引斯明。 出租车上, 陆志兰拿出那张流产手术单, 上面的的确写着露暖的名字, 医院的档案里记载的肯定也是露暖没错。 这是因为, 陆志兰的眼眸微眯, 眸光闪烁了一下。 四年前, 她才刚刚18岁, 交往了一个男朋友, 在一起三个月后, 她就怀孕了, 她当然知道不能生下来, 于是立马决定要去做流产手术。 可她才刚刚成年, 去医院做流产手术, 医院方面说不定要通知家长或者学校的, 于是她灵机一动, 找了骗来了露暖的身份证, 因此才有了陷在她手上这张流产手术单。 陆志兰拿着那张流产手术单, 勾成冷冷一笑。 露暖, 没了包养你的金主当靠山, 我们走着瞧吧。 一日一早, 按照约定的时间, 孟清廷来到上次和陆志兰见面的咖啡厅等着, 期间她不停低头去看腕表, 可见心里有多急迫。 过了十分钟后, 陆志兰来到了咖啡厅, 在孟清廷对面坐下。 孟清廷微微一笑, 陆小姐来了, 请, 我帮你点了上次的咖啡和蛋糕, 希望你能喜欢。 相比笑意盈盈的孟清廷, 陆志兰对她的算不上好脸色, 撇了撇嘴, 连句谢谢都没有, 端起咖啡喝了起来, 毕竟面对容貌出色, 还是霍思敏女朋友的孟清廷, 陆志兰还是难免心生嫉妒。 孟清廷也懒得建议了, 你说关于陆暖的流产手术单, 你带来了吗? 可以先给我看看吗? 陆志兰没好气得到, 钱呢? 你钱都还没给我看, 我凭什么给你啊? 孟清廷从包里拿出一个沉甸甸的信封, 放到了陆志兰面前, 这里是十万的现金, 陆小姐, 现在可以给我看了吗? 陆志兰拿过信封打开看了眼, 确认里面是现金后, 才将那张流产手术单拿出来, 递过去, 给, 你想要的? 孟清廷确定真的是陆暖的流产手术单, 脸上的表情喜出望外, 太好了, 有了这个流产手术单, 我就不信陆暖那个贱人还能留在思敏的身边。 提及陆暖, 陆志兰脸上闪过一抹恨意, 被刑拘十五天的仇, 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陆志兰问道, 这个手术单给你了, 你要多久才能让霍思敏把陆暖踹了。 到时候他好上门给陆暖好看。 孟清廷仔细地收好那张手术流产单, 单单一笑, 道, 为了稳妥起见, 我得再仔细安排一下, 不能给陆暖在思敏面前花言巧语翻身的机会, 你放心, 等思敏把陆暖踹了, 我会马上告诉你的。 他要见到霍思敏可不容易, 毕竟他没有任何霍思敏的联系方式, 可好在飞讯现在是霍氏集团旗下的, 他总会有机会见到霍思敏的。 好, 我知道了, 两人喝完了咖啡, 陆志兰拿上钱离开。 孟清廷从咖啡厅出来, 本来他今天为了来见陆志兰, 请了一整天的假, 下午不用回公司的, 但转念一想, 他还是开车回了公司。 回到了公司, 孟清廷端着水杯到茶水间, 正好见到陆暖和王玲玲在, 两人还笑着说什么。 孟清廷走进去后, 茶水间安静了下来, 陆暖眉头不着痕迹微醋, 不想跟孟清廷有过多的接触, 想抬脚离开。 但没走, 孟清廷就先语气阴阳怪气地道, 哟, 现在的人啊, 都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 平日里看着清清纯纯的一个人, 背地里啊, 二十出头都打胎了, 不知检点, 不要脸到了极致。 茶水间鸦雀无声, 王玲玲察觉孟清廷话里有话, 但又才不清楚他在说谁。 陆呢隐约又感觉孟清廷在针对他, 但人家没有指名道姓, 他也没必要赶着上前对号入座。 更何况, 他根本不想搭理孟清廷。 陆呢面无表情地越过孟清廷往茶水间外走, 王玲玲也紧跟着出去。 身后又传来孟清廷笔的话, 别以为自己做过的事, 不会被人知道, 有句俗话说得好, 若想人不知除非几莫为。 陆呢脚步一秒都没停顿, 仿佛没有听见孟清廷的话, 头也不回地走了。 惹得孟清廷好像一拳头好像打在棉花上, 气得脸都黑了。 陆呢走到了外面, 王玲玲犹豫了一下, 快步跟过去。 小声道, 陆总监。 陆暖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一脸欲言幼稚的王玲玲, 不解地问道, 怎么了吗? 王玲玲道, 陆总监, 你别误会了, 我想孟主管刚才的话不是说你的, 应该是在说别人。 陆呢反应过来, 王玲玲是怕她因为孟清廷的话难过, 她微微一笑, 道, 没事的, 我没有放在心上, 她说谁我不知道, 反正我自己知道不是我。 你没往心里去, 那真是太好了。 哎, 我没事的, 你快回去工作吧, 当心瞻总一会儿下来了。 好, 我现在就回去上班。 陆暖看着王玲玲回去工作, 也迈不往自己的办公室走, 她确实没有把孟清廷的放在心里。 一日上午, 霍氏集团高层会议时, 霍斯明拿着手机给陆暖发了几个消息, 却都像是石沉大海, 毫无回应。 霍斯明脸色紧跟着就阴沉下来。 正在开会的高层们, 瞬间觉得压迫感起来, 一个个都小心翼翼了起来, 唯恐霍斯明这个定时炸弹, 随时要爆炸。 一个个高层也想不明白, 霍总的心情为什么变得比六月天的还快, 进会议室时看着心情还挺好的, 这才过了十分钟, 他们什么都没做, 他脸上就突然阴霾遍布。 而站在霍斯明身后的张州, 他十分清楚霍斯明突然变天的原因。 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霍总连着发了好几条微信过去, 陆小姐一条都没回, 他都不知道该说陆小姐胆子肥了, 还是视宠儿骄。 为了避免城门失火殃及驰鱼, 张州偷偷出去打电话 查了一下飞讯今天的工作。 在回到会议室时, 霍斯明已经爆发第一轮, 一个高层正在被骂的狗血淋头的。 再有下次, 这种企划案还出现在我面前, 你也不用再在霍氏待下去了, 自己地词成罢。 被骂的高层脸都白了, 是,是,霍总请放心, 我绝不会再出现这种错误。 霍斯明冷哼了一声, 第一轮爆发暂时作罢。 张州趁机赶紧上前, 附身靠在霍斯明耳边小声道, 霍总, 今天飞讯公司进行一季度的财务汇报会议, 您看,要不要抽空过去看看呢? 张州言下之意, 陆小姐没回您消息, 是因为要开这个财务汇报会议。 霍斯明脸色果然缓乎了些, 微微抿了抿薄唇, 道,今天的例外暂停, 让司机备车, 我要去一趟飞讯。 张州道, 是,霍总, 我马上去准备。 霍斯明起身从会议室出去, 张州立刻打电话让司机李伟 被车在公司门口等待。 张州收拾好会议纪要, 其他高层一脸感激地看着他, 道,张助理, 你到底跟霍总说了什么啊? 你真是太厉害了, 立刻就我们与水深火热之中啊。 张州无奈苦笑一下, 各位如果不想再次体会水深火热之中, 还请努力工作吧, 毕竟今天的例会霍总是取消了, 明天的早会可没取消。 是是是, 张助理说得没错, 我们还是赶快去修改方案, 霍总发火太可怕了。 其余人赞同的点点头, 一同齐刷刷地离开了会议室, 张助摸了摸鼻子, 无奈叹息一声。 他只是在自救而已, 试想工作中和霍总接触最多的无疑是他了, 要乱水深火热, 最惨的那个一定是他。 半个小时后, 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在飞讯公司门前停下, 随着停下的还有三辆昂贵的进口商务车, 里面坐着全市霍斯明的保镖。 张助拉开车门, 恭敬地道, 霍总, 到了。 霍斯明摁了声, 弯腰从车里下来, 面容俊美, 身形修长, 定制的西装修身得体, 举手头组间散发出成熟男人魅力。 霍斯明沉声问道, 没通知飞讯公司的人说我要来吧。 张助道, 霍总, 我按照您的意思, 没有通知飞讯公司, 现在陆小姐等诸多飞讯的高管, 应该都在楼上的会议室开会了。 霍斯明满意地点点头, 诶, 我们上去吧。 是, 霍总。 霍斯明迈开长腿往飞讯公司里面走, 嘴角扬起若有似无的弧度。 不知道小女人见到她, 会露出什么表情。 张助紧跟其后, 一起进了飞讯公司, 坐电梯上楼, 直达飞讯的高层会议所在楼层。 来到会议室, 张国文的秘书见识霍斯明, 正要敲门经会议室向张国文汇报, 但张助借到霍斯明的眼神, 眼疾手快地拦下了秘书。 不用你进去通报张总了, 霍总自己进去就可以。 秘书自然不敢拦着霍斯明, 陪着笑, 忙不迭地让开身体, 好的,霍总, 您请。 霍斯明汉手, 往前走了一步, 直接推开会议室的门。 下面由我来汇报下嫉妒的财务计划, 露暖说了一半的话, 因为突然开门的动静止住了。 他下意识看过去, 对上霍斯明深邃的眼眸, 心下一惊, 猛地愣住了。 霍斯明这个混蛋, 他怎么突然来了? 梦清廷也是心头一震, 随着想到露志兰给他的那张手术流产单, 心中狂喜不已。 他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 在斯明面前揭穿露暖这个贱人的真面目。 张国文也听到开门声音, 眉头紧促, 还没抬头看去, 就不耐烦地立一声道, 谁啊, 不知道会议室里在进行一季度的财务汇报会议吗, 连门都不敲就进来, 是不是想? 张国文转头看去, 话戛然而止, 看到霍斯明那张脸, 吓得脸色都发青了。 张国文忐忑地站起身, 满脸尴尬的表情, 哼, 霍总, 您怎么过来? 我刚才, 对不起, 我以为是不懂事的员工, 不知道是您来了。 从推开门的那一刻起, 霍斯明视线落在露暖身上, 就没离开过, 也难得好心情地没跟张国文计较。 张周站出来打圆场, 道, 听说霍总你们今天开财务汇报会议, 总部队飞讯很重视, 因此霍总决定亲自来参加这个会议。 啊, 那我们真是太荣幸了, 让霍总百忙之中能抽身过来, 霍总请坐, 快请坐, 张国文站起来, 重新拉了一张椅子到自己刚才的位置请霍斯明坐下。 霍斯明坐下后, 面对露暖的呆愣, 嘴角弧度上扬, 看着露暖道, 会议继续吧。 露暖还没反应过来, 张国文就连连说道, 对, 会议继续, 露总监, 会议快继续下去吧。 露暖闭了闭唇, 猜不透霍斯明的心思, 只好强迫自己定了定心神, 暂时甩掉脑海里乱七八糟的思绪, 他暗暗深呼吸一口气, 继续道, 下面由我来汇报下嫉妒的财务计划, 根据之前的数据, 我针对已嫉妒的成本管控做了详细的计划。 在霍斯明注视下, 露暖做不到镇定自若, 甚至接二连三出现错误。 张国文好几次想呵斥露暖, 但见霍斯明听得一脸认真, 丝毫没有想要打断或者生气的征兆, 他心底有开始打起了鼓。 难不成陆总监没说错, 是他自己听错了? 而梦蜻蜓一直注视着霍斯明, 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露暖, 心里气氛极了, 紧紧地咬着唇。 冷静点, 让露暖那个贱人再得意一会儿, 等下找到机会在斯明面前揭穿他的真面目, 看他还怎么得意。 半个小时后, 露暖汇报完毕, 勉强冲会议室的所有人点点头, 坐下来, 矿泉水平喝了一大半, 才将心底的紧张压制下去。 这不怪他, 都怪霍斯明死死地盯着他, 还是在这么多人面前, 他不紧张才怪。 张国文脸上挂着讨好的笑, 道,霍总, 您看, 你对我们财务汇报是否有什么意见吗? 可以给我们大家说说吗? 会议室所有人目光都聚集在霍斯明身上。 众人心里纷纷猜测, 刚才露暖的汇报虽然不能说错漏百出, 但犯了不少的小错误, 霍总工作严谨, 他们都是有所耳闻的, 露暖这次肯定少不了要被批评一顿。 殊不知, 霍斯明清了清嗓子, 道, 霍总监的汇报做得非常好, 我没有任何需要补充的。 话音落下, 会议是一片寂静, 大家都一脸怀疑自己耳朵出问题的表情。 只有站在霍斯明身后的张周神情波澜不惊。 面对露小姐的事, 霍总何止能睁眼睁瞎话, 她的良心都丢到太平洋未经与老。 张周时明智心疼今天早上出了点小错误, 被霍斯明骂的狗血临头的霍氏集团总部高管们。 张国文正了正, 最先回神, 带头笑着复合道, 对, 霍总说得没错, 霍总监财务汇报做得太好了, 相信有霍总监这样有实力的员工在, 和在霍总的英明领导下, 我们飞讯一定越来越好的。 其他人也赶紧复合道, 对, 霍总说得很对, 没错, 相信有霍总监在, 我们公司一定会更好。 霍暖被夸得都不好意思了, 精致的小脸上挂着尴尬的笑, 趁着没人注意, 他哥狠狠瞪了霍斯明一眼。 这混蛋肯定是故意的, 故意让他尴尬的吧。 梦清廷则是把这一切都尽收眼底, 极度让他都险些控制不住想上去扇霍暖一巴掌。 贱然, 臭不要脸。 但好在想到要揭穿霍暖的真面目, 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 梦清廷咬着牙忍了下来。 又过了二十分钟, 财务汇报会议正式结束。 散会了, 霍暖低着头, 努力降低存在感, 心里想着快点收拾东西, 避开霍斯明。 等他走到会议室门口的很时候, 霍斯明淡淡地开口道, 霍总监请留下, 刚才财务汇报上我有些听得不太清楚, 麻烦你留下来再讲述的详细一点。 至于其他人, 霍斯明扫了眼还在会议室收拾东西没出去的人, 张州一领神会, 往前站了一步, 道, 霍总还有重要工作和陆总监说, 麻烦各位快点出去。 其余人自然不敢多问, 赶紧收拾东西离开, 其中包括张国文和愤恨不甘的梦清廷。 人都走了, 张州最后一个出去, 顺手把会议室的门关上。 霍暖警惕地望着霍斯明, 你, 你想干什么? 外面可都是人, 你别乱来。 霍斯明看霍暖紧张的表面, 就猜到他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 勾纯略微无奈一笑, 我只是想说, 中午休息我带你出去吃午饭。 我, 我不乐, 而且我今天还要赶会议总结, 没空出去吃午饭。 霍斯明挑眉, 怎么, 我刚才给你做的会议总结还不够吗? 我, 露暖被堵得哑口无言。 霍斯明放柔了嗓音道, 听话, 我让张助理在上次的餐厅里定了位置, 现在距离中午还有点时间, 走吧, 去你的办公室看看。 露暖自从任职飞训的财务总监后, 他都还没看过他的办公室。 露暖下意识就是要拒绝, 不用了, 我办公室挺乱的, 就不好意思让霍总进去视察, 要不我带你去别的部门看看, 或者你需要查看公司什么财务报表, 我立马去找出来给你。 要是霍斯明单独去了他办公室, 明天之后, 公司的谣言四起, 他就是跳入黄河都喜不清。 霍斯明眉头微醋, 俊美的脸上神情明显不悦, 用不容抗拒的语气说道, 走吧, 去你的办公室。 看着霍斯明站起身, 要往外走, 露暖心急如焚。 得快点想办法阻止这个混蛋 要去他办公室的决定。 真是的, 他的办公室有什么好看的, 里面又没长花。 正在露暖着急之际, 会议室外响起了敲门声, 随即听见张国文道, 霍总, 不知道你和露总监说完话没有, 我有点重要的事情跟霍总谈, 能否请霍总到总经理办公室一趟。 露暖仿佛见到了救星一般, 眼睛发亮, 连忙说道, 那个霍总, 你和张总有事要谈,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您先去谈, 等到中午休息, 我们再去吃午饭。 说完露暖迅速打开会议室的门, 笑着对门外的张国文道, 张总, 我跟霍总已经说完话了, 你们慢慢谈。 好的, 露总监。 霍斯明看露暖跑得比兔子还快, 心中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不过看在他答应出去吃午饭的份上, 他就暂时放弃到他办公室看看的决定。 霍斯明措手看向会议室门口的张国文, 单声道, 进来吧, 正好会议室没人, 张总想跟我说什么, 就在这里说吧。 张国文盲不迭应道, 好的, 霍总。 张国文走进去, 把会议室的门关上。 梦清廷从会议室出去后, 并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 而是故意找借口在会议室不远处待着, 看着张国文去敲门进去, 露能走出会议室, 而且霍斯明没有跟着出来, 他心中难言喜悦。 这就是一个能见到霍斯明的好机会。 梦清廷回办公室, 从自己包里拿出从陆志兰手里得到的流产手术单, 嘴角勾起一抹阴朗的笑意, 快速走回会议室。 梦清廷回到会议室前, 霍斯明和张国文还没出来, 他也不着急, 低头看了一下腕表, 打算过15分钟后再去敲门, 到时候霍斯明和张国文应该谈得差不多, 他可以想办法制开张国文, 单独跟霍斯明说。 会议室里, 张国文心里忐忑地跟霍斯明说话, 无非为了刚才在会议室差点好了霍斯明的事道歉。 不过霍斯明今天似乎心情不错, 没跟张国文计较, 张国文见状, 心里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正在此时, 会议室的门被人敲了敲。 张国文下意识道, 请进。 说完才想起霍斯明还在, 他这就让人进来, 似乎不太好, 不过他看到推门进来的是梦清廷, 当即又松了口气。 就算他刚才没有说请进, 霍斯明知道是梦清廷, 肯定也会让人进来的。 梦清廷自认为优雅大方地走过来, 微微一笑, 喊道, 瞻走, 霍走。 霍斯明面无表情, 冷淡至极, 没有任何回应。 张国文笑着应道, 梦主管, 你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梦清廷目光看向霍斯明, 那张俊美如似的脸, 让他不由自主地脸颊微红, 叫称递道, 我是有时想跟霍总说, 能麻烦张总您出去一下吗? 张国文一副我懂得表情, 笑咪咪递道, 正好我和霍总已经谈完了, 我先出去, 你们慢慢说, 慢慢说。 梦清廷还来不及洋装被打去娇羞的表情, 霍斯明就面容冷淡地站起身, 道,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一句话, 顿时让张国文和梦清廷都傻愣住, 眼看霍斯明要走出会议室, 梦清廷猛地回过神来, 不行, 今天要是错过在霍斯明面前揭露露暖这面目的机会, 下次就不知道的什么时候了, 他不能错过。 梦清廷冲着霍斯明的背影急声喊道, 霍总, 我想跟你说的是和露总监有关, 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霍斯明眉头微醋, 深邃的眼底多了一丝不耐烦, 但因为听梦清廷说是关露暖, 他还是停下了脚步。 梦清廷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按耐住心底的喜悦, 对站在身旁一头雾水的张国文说道, 张总, 实在不好意思, 麻烦你先出去了。 张国文觉得梦清廷和霍斯明之间怪怪的, 但也不敢多问, 点点头, 道, 好, 那我先出去了。 张国文从会议室出去, 还顺手把门给两人拉上。 会议室只剩下霍斯明和梦清廷, 霍斯明眼神冷漠得没有一丝温度地看着梦清廷, 让他倍感压力, 不由紧张了起来。 梦清廷深呼吸一口气, 也不奢望霍斯明能先开口问, 他拿出那张从陆芷兰手里得到的流产手术单递过去。 霍总, 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 你看过就明白了。 霍斯明表情一如既往的冰冷, 看都不看梦清廷递过来的单剧, 道, 有事快说。 见霍斯明连接过露暖的流产手术单都不肯接, 梦清廷急了, 也顾不上卖关子, 急声道, 霍总, 这是露暖四年前做流产手术的单子, 是他亲妹妹给我的, 说不忍心让你被他装出来的样子蒙骗, 他拜托我一定要告诉你真相的。 露暖的流产手术单, 霍斯明伸手拿过梦清廷递过来的那张流产手术单, 低头, 俊美的脸上神情灰暗不明地看了起来, 梦清廷面上一喜, 心中笃定霍斯明这下一定会踹了露暖的。 梦清廷皱着眉, 叹息一声, 道, 霍总, 这张手术流产单是真的, 上面有医院, 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查医院的档案, 一定能查出来的, 绝对不是谁想陷害陆总监, 而故意伪造的。 看霍斯明眉头越皱越紧, 梦清廷心里不知道多高兴。 梦清廷惋惜的语气道, 霍总, 你不相信也是正常的, 一开始陆总监妹妹跟我说, 她以前私生活很乱, 有过很多男朋友, 经常逃课出去跟男人开房之类的, 我都不相信, 直到陆总监的妹妹把这个手术流产单给我, 我才不得不信。 她顿了顿, 哎, 谁能想到陆总监外表看起来清清纯纯, 背地里是一个这样的人。 霍斯明望着梦清廷的眼神越来越冷, 沉寂在装母作样中的梦清廷却没察觉到, 她曾经让张周去查过露暖, 得到的资料和梦清廷口中的没有一丁点相似, 她积极向上, 勤工俭学, 甚至只有过她一个男人。 霍斯明很相信张周的能力, 不可能调查会出错的。 至于手上这张手术单的真假, 哪怕能在医院档案扎得到又如何, 俗话说得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 要在医院档案动手术何其容易。 霍斯明心中不屑冷笑, 像梦清廷这种心肠恶毒, 使尽手段的女人, 她见得不少, 她不过其中一个罢了。 当初她拿着飞絮门禁卡来找人, 梦清廷故意承认是那晚的女人, 心里打得什么如意算盘, 再清楚不过。 梦清廷冒名顶替露暖的事, 霍斯明最近因为露暖, 根本无暇想起, 本来就这么算了, 但梦清廷现在送上门来, 还想着栽赃陷害露暖, 霍斯明可不是心慈手软, 怜香惜玉的人。 霍斯明放下那张手术流产单, 陈生对外面喊道, 张助理, 进来一下。 张周听到声音, 推开会议室的门进来, 恭敬地问道, 霍总, 请问你有什么吩咐? 霍斯明道, 去把张总请过来, 我突然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跟他说。 张周, 是, 霍总, 我现在去张总办公室请他过来。 张周说完离开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 梦清廷看霍斯明在刚才的位置坐下, 冷冷地板着脸, 经不住心里暗暗得意。 斯明找张总过来, 肯定是要先开除露暖那个贱人了。 哼, 贱人, 这下看你还得不得意, 他说过了, 霍斯明只能是他梦清廷的, 谁也抢不走。 给读者的话, 嬉戏, 有人真是不作不死。 过了五分钟后, 张周重新推开会议室的门进来, 身后跟着神情疑惑的张国文。 张周道, 霍总, 张总来了。 张国文看了看梦清廷, 又看了看霍斯明, 略微忐忑地道, 霍总, 您让我过来, 请问是有事要说吗? 霍斯明还没说话, 梦清廷就忍不住得意地率先开口, 张总, 霍总让你来说的是很很重要, 事关公司高层人员的变动。 说完, 梦清廷回头冲霍斯明忘了句, 霍总, 你说是吗? 霍斯明面容冷峻, 微微汗手。 张国文心下一咯噔, 不会是霍总要开除他吧? 可看梦主管的表情, 也不太像啊, 难不成因为梦主管在霍总面前给说了好话, 霍总打算给他升职加薪? 这么一想, 张国文忍不住扬起灿烂的笑容, 恭敬地道, 原来如此, 请霍总尽管安排, 我们公司的全体员工, 肯定都会服从霍总的安排的。 梦清廷按耐住心底的喜悦, 等待着霍斯明说出开除露暖的话。 霍斯明抬眸, 冷漠的目光定在了梦清廷的身上, 薄唇微动, 吐出一句, 从今天开始, 梦清廷不再是飞训的员工, 让人士不给他结算工资, 他被开除了。 话音已落, 会议室内压却无声。 梦清廷脸色骤然一白, 不可置信地望着霍斯明。 张国文也愣住了, 完全一头雾水,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霍总, 你开除梦主管, 是想调遣他回总部上班吗? 张国文的话倒是提醒了霍斯明一点, 霍斯明转头对张周道, 通知下去, 从此以后, 霍氏集团旗下所有的子公司, 将永不录用梦清廷。 张周应道, 是, 霍总, 我知道了, 梦清廷文言, 总算是稍稍回神了, 眼眶泛红, 不可置信地望着冷漠无情的霍斯明, 哭诉道, 斯明,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是露暖这个贱人勾引你, 他在你面前诋毁我了, 是不是? 梦清廷哽咽着说道, 斯明, 你千万别信他的话, 他说的全是假的, 反观他自己私生活混乱, 才二十出头就打太流产, 他在你面前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 他, 霍斯明眸光一领, 脸色冷得仿佛能掉下冰渣子, 立声道, 够了, 如果你不想在阿诚再带下去, 你可以尽管再往下说, 还有, 霍斯明目光锐利如刀尖, 看到梦清廷后背一阵发凉, 那天晚上的女人不是你, 你知道骗我的下场是什么吗? 梦清廷站在原地, 身体猛得一将, 浑身上下冷得如至冰窖, 他, 他知道了, 霍斯明慢条斯里地站起身, 但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都带着绝对压迫, 让人几乎喘不过气, 他厌恶的眼神望着神情错愕的梦清廷, 冰冷的话语中带着警告, 滚, 别再让我从你嘴里听到任何一个诋毁他的字, 否则, 阿诚没有一处地方是你能容身的, 说完, 霍斯明大不留心地走出了会议室, 梦清廷被吓得脸色轻了又白, 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空, 霍斯明的话让他不寒而栗, 张周十分了解霍斯明的心思, 临走前, 还不忘叮嘱一句张国文, 道, 张总, 霍总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麻烦你尽快给梦小姐办理好离职手续, 张国文稍稍回神, 人还是云里雾里的, 但霍斯明都开口了, 他不敢不从, 忙不迭陪着笑回道, 好的, 张助理, 麻烦您跟霍总说一声, 我一定尽快给梦主管办好离职手续, 张周点点头, 诶, 那我先走了, 霍总还在下面等我, 诶, 好好好, 张助理慢走, 张周也离开了会议室, 张国文看着脸色惨白的梦清廷, 心底的疑惑如同春雨后的竹笋, 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这梦主管不是霍总的女朋友吗, 霍总怎么说开除就开除, 还有霍总说梦主管骗了他, 梦主管骗了他什么啊, 张国文心里就是在好奇, 这都是时光霍斯明的八卦, 他可不敢冒死去问, 张国文眉头紧簇地望着面如死灰的梦清廷, 倾壳了一声, 略微为难地道, 梦主管啊, 那个霍总的话你也听见了, 希望你不要让我难做, 你赶紧去人事不办理离职手续, 今天下午就收拾好东西离开公司吧, 梦清廷紧紧咬着唇, 他了解张国文, 视力也能喊, 霍斯明的话, 他不敢不听, 知道过多的纠缠无用, 他只好道, 好, 我等下去办理离职手续, 诶, 那你快点吧, 说完, 张国文也没再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只剩下梦清廷一个人, 他垂眸望着桌上那张流产手术弹, 发红的眼睛里迸发出阴森森的光芒, 他伸手抓过那张流产手术弹, 用力地捏成一个纸团, 使劲地钻紧, 仿佛把这个纸团当成了露暖, 梦清廷咬牙切齿地道, 露暖, 你这个贱人, 我发誓, 我梦清廷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 另一边, 霍思明从飞训公司出来, 车停在公司门口不远处, 等到了时间, 露暖一副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坐着一样地从公司出来, 然后飞快上了霍思明的车, 露暖小声道, 快开车走吧, 司机离尾见霍思明汉手, 启动车子缓缓往前驶去, 霍思明望着露暖, 眉心微醋, 眼底安藏一丝无奈, 小女人以为她还不知道那晚的女人是她, 对那晚的是绝口不提, 可见她心底有多抗拒, 这个隔阂要怎么才能化解, 要不直接告诉她, 跟她道歉, 霍思明想得微微失神, 露暖觉得她怪怪的, 这个混蛋不会又再想什么不正经的事吧, 露暖偷偷在心里按骂一句, 不动声色地开始拉紧自己的大衣, 悄悄挪动屁股, 想要离霍思明远一点, 霍思明将露暖的举动尽收眼底, 眉头皱得更紧, 长臂一身, 将人搂到华里, 低声警告道, 别乱动, 露暖僵住了身体, 没敢乱动, 本以为难逃魔掌, 霍思明除了搂着她, 就又没有其他动作了, 这个混蛋今天真的好奇怪, 露暖不知道, 霍思明在心底暂时打笑跟想跟她说破那万事情的念头, 吃过午饭回来, 露暖路过财务室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着什么, 她没有太在意, 经直进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处理工作, 因此露暖没有听到别人都在讨论孟清廷被开除的事, 孟清廷的办公室, 孟清廷正在收拾自己的东西, 办公室外响起了敲门声, 她勉强收敛了一下自己情绪, 道, 进来吧, 孟清廷的助理站白月月推开门进来, 白月月皱着眉, 担心地问道, 孟主寡, 好端端的, 你怎么会被公司开除啊, 而且你还是霍总的女朋友, 真总开除你, 真是太过分了, 孟清廷眼眸垂下, 眼眸眸光微闪, 再抬头, 她苦笑一声, 道, 开除我就是思民的意思, 白月月满脸惊讶地张大嘴巴, 什么, 霍总的意思, 孟主寡, 你是和霍总吵架了吗? 孟清廷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将白月月吓得不轻, 她赶紧拿起纸巾给孟清廷擦眼泪, 孟主寡, 你先别哭啊, 你真的跟霍总吵架了, 心里难受的话, 你跟我说说, 说出来就好受多了。 孟清廷抽气了两下, 握住白月月的手, 带着哭腔道, 月月, 但我太难受了, 我跟你说, 带你前往别往外面说啊。 孟主寡, 你就放心吧, 我嘴巴最牢靠了, 保证不会乱说的。 孟清廷擦拭着眼泪, 伤心地说道, 其实我跟思民早就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是, 露暖背着我跟思民在一起了。 白月月瞪大眼睛, 吃惊不以地道, 什么, 你跟霍总早就分手, 还是霍总监当第三者导致你们分手的? 感情的事, 本来就不好说, 或者露暖和思民是真心心, 相爱的吧, 我都毫无怨言地退出了, 真心祝福他们两个人, 谁知道, 谁知道, 孟清廷抽气得更加厉害, 谁知道露暖看我不顺眼, 见不得我留在公司, 硬要思民把我开除, 露暖还让他不许或是集团旗下任何子公司录用我, 哇, 呜呜呜, 露暖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明明都把思民让给他了, 孟清廷哭得入戏之声, 白月月听了, 分开不已地骂道, 露总监当小三抢走了货走, 竟然还对你这么过分, 分明就是要把你往死路上憋啊, 真是太不要脸了, 我说他怎么上次被开除后, 突然空降回公司任职财务总监, 原来是用这种肮脏的手段上位, 白月月到底年轻气盛, 越想越生气, 瞻起身道, 孟主管, 我现在去找露暖, 把他抽骂一顿, 他对你做的事, 真是太过分了, 孟清廷赶紧拉住白月月, 杨庄着急地道, 月月, 我知道是为我抱不平, 但今天我跟你说过的话, 你听听就算了, 千万不要说出去, 万一露暖知道了, 他让公司开除你怎么办, 现在工作可不好找, 答应我, 不许冲动, 知道了吗? 孟主管, 你人就是太好了, 露暖才会这样欺人太甚的。 孟清廷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 没事, 事情都过去了, 你以后在公司好好努力上班, 我也会另外找一份工作,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孟清廷越是这样善良, 白月月越是心疼他, 越是觉得露暖可恶。 孟主管, 你放心, 我会的, 你也不要难过了, 像露暖这种小三, 肯定会招人唾弃的, 我一辈子都看不起他这种人。 白月月又安慰了孟清廷几句, 这才依依不舍地从孟清廷办公室出去。 办公室的门一关上, 孟清廷脸上伤心难过的表情骤然一变, 抽过纸巾擦干自己眼泪, 嘴角微扬, 语气阴森森地道, 露暖, 走着瞧吧, 别以为我离开了飞训, 你就能好过。 孟清廷很快收拾好东西, 办理了离职手续, 包着自己的东西坐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 孟清廷坐在自己的车里, 拿出手机翻了翻, 突然收到陆芷兰询问的微信。 微信内容是问霍斯明揣了露暖没有。 孟清廷眸光微闪, 她播了一个语音过去, 电话传出陆芷兰的声音, 喂, 孟小姐, 你不是说拿到陆芷兰的流产手术单, 很快就能让霍斯明揣了陆芷兰的吗, 怎么还没有动静。 孟清廷冷笑一声, 道, 我想到另一个办法, 可以让陆芷兰声名狼藉, 整个二城的人对她唾气谩骂, 你应该也更希望陆芷这样吧。 哼, 反正她过得越不好, 我就越开心。 孟清廷道, 很好, 那我需要你去为我办一件事。 电话那头的陆芷兰语气不满的道, 你给的十万, 我们说好只给陆嫩的流产手术单给你, 我可没答应还帮你做其他事。 孟清廷咬了咬牙, 我还在给你钱的。 陆芷兰听说孟清廷还能再给钱, 立刻改口了, 行吧, 那你说要我帮你干什么。 孟清廷压低音量说道, 我需要你帮我去找几个人。 过了十分钟, 孟清廷挂断了和陆芷兰的语音通话。 孟清廷拿着手机在通讯录翻找了一会儿, 又拨了一个电话出去。 对方接通了电话, 孟清廷客气地跟对方寒暄, 张记者, 好久不见了呀, 最近可好。 哈哈哈哈, 挺好的, 不知道孟小姐突然给我打电话, 是有什么事吗? 我想给张记者一个猛料, 不知道张记者敢不敢兴趣。 张记者明显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那孟小姐可真是我的贵人了, 我最近正愁排不到劲爆的娱乐新闻, 不知道你提供的是什么类型的, 方便说说嘛。 孟清廷嘴角勾气冷笑的弧度, 到知名企业高管差足多个家庭, 勾引有负支付。 张记者, 这个够劲爆了吧。 知名企业, 是哪家公司呢? 或是集团? 张记者声音明显很高兴, 那我真的多谢孟小姐了, 给我提供一个这么好新闻, 你是不知道, 现在的民众就喜欢这种牵扯伦理道德的新闻, 话题度很高, 等着, 我要好好感谢一下孟小姐, 请你吃饭。 好说, 那详细的相关资料, 我稍后发给你。 好的, 谢谢孟小姐。 挂断了电话, 孟清廷的眼神音很毒辣, 咬着牙道, 见人, 我看你还能不能好过。 一日一早, 江峰别墅的司机将陆暖 送到飞讯公司附近停车, 陆暖从车里下来, 往飞讯公司走。 陆暖没发现, 她身后跟着三个鬼鬼祟祟的人, 其中有一人就是陆芷兰。 陆芷兰低声对身旁的两个女人道, 就是前面这个女人, 快跟着她, 等她到了公司门口前, 你们就将鸡血泼上去, 接下来就按照我昨天跟你们说的去做, 知道了吗? 名为高姗姗的女人点头, 芷兰, 你就放心吧, 我们都记住了, 就是你昨天答应给我们的钱, 可不能反悔。 另一个叫李莫莉的女人道, 对啊, 说好给我们的钱, 你可得记得。 陆芷兰白了两人一眼, 美好气地道, 放心吧, 答应给你们的钱, 一分都不会少, 但你们也记住自己说过的话, 无论发生什么, 哪怕被警察抓到警察局, 你们也绝不能供出我, 否则别怪我不给你们钱了, 这点你就放心吧, 我们肯定会记住的。 没错, 陆芷兰, 嗯, 那么你快过去吧, 她马上要走到公司门口了, 李莫莉和高珊珊对视一眼, 提着手里的鸡鞋快步跟上陆暖。 陆暖走到飞讯公司的门口, 正打开拿出门禁卡进去,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尖锐的嗓音。 见女人, 让你勾引别人老公, 臭不要脸的东西。 陆暖刚一转头, 她见到一个满脸猙獰的女人提着什么东西朝她泼过来, 她只来得及抬手挡了一下脸, 浑身被泼了个正着。 恶心难闻的血腥未蔓延开来, 手臂的皮肤上流动是滑腻恶心的液体。 陆暖吓得都傻了, 颜色苍白, 站在那里回不来神。 高珊珊上前拽了着陆暖的头发, 恶声骂道, 见女人, 让你勾引别人老公, 你这种小三, 不得好死啊。 对啊, 破坏别人家庭, 你这种贱人, 去死吧。 好在陆暖回神得快, 一把抓住了高珊珊想伸她巴掌的手, 稍微用力, 一把推开了高珊珊。 但推开高珊珊的时候, 腾得闷哼了声, 陆暖勉强镇定下来, 大声道, 你们是不是搞错人了? 什么小三, 什么破坏别人家庭, 她根本就不认识眼前这两个女人。 我搞错了, 你化成灰我都认识, 像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就是欠收拾, 你破坏别人的家庭, 抢走别人的老公, 抢走别人孩子的爸爸, 你良心被狗吃了吧? 高珊珊和李莫莉说着又要上来和陆暖私打, 幸亏在不远处跟着的保镖察觉到了不对劲, 立马冲了过来, 三两下直接制止住两人。 一名三十出头的保镖问道, 陆小姐, 您没事吧? 陆暖惊魂未定地摇了摇头, 勉强吐出一句, 我没事。 这时候, 飞训公司的保安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纷纷冲了出来, 其他飞训来上班的员工也为了过来。 被保镖控制住的李莫莉和高珊珊还在对陆暖辱骂个不停。 陆暖, 你这个贱人, 你破坏别人家庭, 你会遭报应的, 贱人, 就是, 像你这种臭婊子, 丧尽天良, 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由于两人的辱骂, 周围站着的人纷纷用异样的目光打亮起露娜。 陆暖忍着浑身让人恶心的血腥味, 站到高珊珊和李莫莉面前, 冷声道, 你们两位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从来没有做过你们说的事。 呸, 我都有你跟我老公出入酒店的照片, 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这个小三, 你还想狡辩? 陆暖咬了咬牙, 逼试着高珊珊, 质问道, 你老公叫什么名字? 说出来, 我, 我, 高珊珊被质问得慌了一下, 但很快展开其他战术, 不回答陆暖的问题, 开始大声哭号起来, 老天爷啊, 开开眼啊, 我的家要被这个可恶的贱女人拆散了, 可怜我的孩子才三岁啊, 就要没有爸爸了, 呜呜, 听着周围窃窃私语的声音, 其中夹杂不少指责她的话语, 陆暖怒不可乐, 上前一把拽过高珊珊的衣服, 声音提高了些, 我让你把你老公的名字说出来, 为什么不说, 想平白无故诋毁我吗, 信不信我报警处理? 高珊珊哭得更加厉害, 李莫莉趁机扯着嗓子大声地喊, 哎呦, 这事倒真是不得了, 当小三破坏别人的家庭, 现在还要打人家妻子了, 太不要脸了, 大家快来看看这个小三恶毒的嘴脸啊, 你们, 露暖背气的身体止不住发颤, 眼眶泛红, 她浑身湿血地站在那, 狼狈不堪, 还要面对周遭人指责, 心里委屈至极, 却又拿一直撒破的高珊珊和李莫莉毫无办法, 这时候在人群里的王玲玲挤出来, 着急地拿自己外套给露暖披上, 道, 陆总监, 我刚才已经帮你报警了, 这里人越来越多, 还有你身上的衣服, 我们还是先进公司比较好, 露暖转头看向王玲玲, 强忍着眼眶里打转的泪水, 冰冷的身体感到一丝温暖, 其中一名保镖直接脱下手套把高珊珊和李莫莉的嘴堵住, 对露暖道, 露小姐, 您还是先跟同事进公司里吧, 这里交给我们处理, 您放心, 在警察来之前, 他们不回再有机会说一个字, 露暖勉强地点了点头, 被王玲玲扶着往飞讯公司里面走, 而混乱之际, 没有人注意到不远处有相机的闪光灯闪了几下, 两人一走, 保镖想了想, 还是打了电话给张周, 将事情告诉张周, 张周听完电话, 脸色大变, 想都不想就推开会议室的门进去, 顾不得其他股东不满的表情, 他快速走到霍思明身边, 弯腰凑到霍思明耳边, 着急地说, 霍总, 不好了, 刚才跟着陆小姐的保镖打电话过来, 陆小姐出事了, 霍思明脸色骤变, 她出什么事了, 陆小姐今天刚走到飞讯公司门口被人泼了血, 泼血的人大骂陆小姐是小三, 在飞讯门口弄得挺大的, 现在已经报警处理了, 霍思明的心瞬间提起来了, 她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受伤, 霍小姐在飞讯公司里, 没有受伤, 霍思明的脸上冷得仿佛能掉下冰渣子, 站起身, 丢下一句会议取消, 不顾整个会议室满脸神情不及的股东, 大不留心地往外走, 张周只来得及匆匆对会议室的股东们说了句, 各位股东, 不好意思, 霍总临时有急事, 会议取消, 改天再继续, 到时候定会再主意通知各位的, 说完, 张周走了, 小跑着去追霍思明, 一边等拿手机打电话给司机, 让司机马上备车, 到了电梯门口, 张周去按了电梯, 电梯门一开, 他和霍思明走进去, 张周道, 霍总, 我已经让司机安排好车在停车场等你, 我们现在下去, 马上就能去飞讯公司, 霍思明微微汗手, 神情凝重的民警唇扮, 紧促的眉宇间不难看出担忧的神色, 坐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 上车后, 张周吩咐司机开车静直前往飞讯公司, 飞讯公司, 卫生间里, 王莲莲找来了自己干净的衣服, 敲了敲卫生间的门, 霍总监, 我拿了平时放在办公室的衣服, 是干净的, 你先换上去好吗? 卫生间的门打开一条缝, 露暖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好的, 谢谢你。 王莲莲赶紧把自己衣服递进去给露暖, 不用客气的, 露总监你快换上吧, 我还问其他人借了吹风机过来, 你整理干净后, 出来我帮你把头发吹干吧。 卫生间里的露暖惊魂未定, 颜色苍白, 王莲莲的话让她僵硬冰冷的身体感到一丝丝暖流。 露暖再次说了一声谢谢, 将自己简单地打理干净, 换上王莲莲找来的衣服, 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王莲莲见露暖出来了, 连忙道, 露总监, 你快过来, 我帮你把头发吹干吧, 不吹干的话, 我怕你会感冒。 露暖点了点头, 谢谢, 王莲莲给露暖吹着头发, 贴见露暖眼眶红红的, 犹豫了一下, 他开口安慰道, 露总监, 刚才那些人说的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他们肯定是搞错了。 露暖有点意外, 露了一下, 问道, 你, 不信他们的话吗, 公司应该有不少同事相信他们说的吧。 王莲莲不太好意思地笑了笑, 露总监, 你别不高兴, 以前我总是听别人偷偷讨论你, 不太了解你的时候, 我对你也有一点误会, 可上次去团建之后, 我发现你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你人很好的, 所以我不会相信那些话的。 露暖微微抿紧了唇, 再一次认真的道, 灵灵, 谢谢你, 不用的, 露总监你这样我反而要不好意思了。 吹着头发, 王莲莲想到昨天自己听到的一些闲言碎语, 好像是公司有同事在传门主管被开除和露总监有关系。 王莲莲正打算和露暖说这件事, 话才到了嘴边, 张国文的秘书走进来, 神情焦急地道, 露总监, 我总算找到你了, 张总让我来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麻烦您快点过去吧。 露暖眉头微醋, 张总这么着急找我, 试出什么事了吗? 张国文的秘书道, 是霍总来了, 好像因为今天早上您在公司门口发生的是大发雷霆, 一到公司就狠狠责骂了张总, 还说要见您, 总之, 露总监, 您还是先跟我去一趟张总的办公室再说吧。 露暖心咯噔了下, 怎么他还过来了? 露暖担心霍思明会乱说什么, 点点头, 道, 好, 我现在跟你过去。 露暖急匆匆赶到张国文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 张国文正神情忐忑地给霍思明道歉。 霍总, 实在不好意思, 是公司的保安失职了, 您放心, 今后公司保安不一定会整改, 增加安保能力, 今向天宫绝不会再发生的。 霍思明冷冷地板着脸, 立声道, 保安连公司员工的安全都保证不了, 更别提保证公司内的财产安全, 还有张总身为飞训的总经理, 连最基本的问题都处理不好, 我很欢迎你如何有能力来管理一家公司。 霍思明的话让张国文朗汉津津, 他着急地解释道, 霍总,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问题, 我一定会反思, 我保证, 公司绝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您。 露暖推开门进去, 正好听到霍思明责备的声音, 他皱着眉头, 解释道, 霍总, 这件事发生在公司门口, 发生的时候很突然, 谁都始料不及, 保安部的人反应过来后, 很快冲出来阻止了那两个闹事的人, 我觉得这事情上他们没有失职。 露暖进来之后, 霍思明目光落在他身上, 视线中夹杂着明显的担心。 霍思明顾不上责备张国文, 长腿一脉, 走到露暖面前, 俊美的脸上还是朗俊的神情, 但嗓音已经放柔了, 有没有受伤, 我带你到医院检查。 露暖摇了摇头, 霍总, 我没事, 没受伤。 看露暖面色发白, 显然吓得不轻, 霍思明宽厚的大手握紧他的手, 大拇指轻轻摸缩着他的手背, 别怕, 我已经让张助理去警察局处理, 这件事会被查清楚的, 敢伤害他的人, 一个都不能放过。 露暖望着霍思明, 心底浮现一模一样的感觉, 就是这种道不轻说不明的感觉, 让他一愣神, 都忘了抽回被霍思明紧握住的手。 张国文在一旁看着, 心里经不住打鼓, 这霍总和露暖关系看起来怎么不太一般, 难道露暖才是霍总的女朋友? 张国文仔细一回想, 霍总除了一开始跟孟清廷有点交集, 后面来公司对孟清廷都冷漠得仿佛像不认识, 反倒是露暖三番两次被开除, 都是张助理出面替露暖解决, 还有露暖直接被总部拼佑, 派遣回飞训任, 这一桩一见的事联想起来, 让张国文职冒冷汗。 要露暖真的是霍总的女朋友, 她以前可没少听孟清廷的怂友, 背地里为难露暖, 要是露暖算起旧账, 那她岂不是总经理的位置都要不保了? 霍思明见露暖不说话, 以为她被吓得不轻, 抿了抿薄唇, 道,今天先不上班了, 回家好好休息一天, 什么都,其他事我会处理好, 走吧。 露暖被霍思明拉着要往外走, 她才猛地回神, 道,我手上还有一件急需的文件要交给詹走, 我不能就这, 接受到霍思明不悦的目光, 张国文一个机灵, 忙不迭地陪着笑道, 露总监,工作上的事不着急, 你今天刚刚发生了这样的事, 受了惊吓, 休息最重要, 您回去好好休息, 文件往后再推推, 不要紧的。 见张国文都这样说了, 露暖思索了一下, 刚才的事确实让她思绪乱作一团, 无心工作, 露暖点了点头, 好的, 张总, 那我请一天假, 文件明天会赶出来交给你的。 哎, 没事, 不着急, 你和霍总慢走, 慢走。 见张国文这么识相, 霍思明临走前才没对张国文再说什么, 牵着露暖的手离开了。 两人一离开, 张国文后怕得擦了擦自己额头冒出来的冷汗, 腿都有点发软了。 天啊, 他竟然看不出来露暖才是霍总的女朋友, 想到自己连续开除未来老板娘两次, 他觉得自己还没被开除, 真的多亏了露暖不跟他一般见识。 张国文心里暗暗地下决心, 从今往后对露暖一定要恭敬再恭敬。 霍思明带着露暖从飞讯公司出来, 上了车后, 霍思明突然把露暖抱到华里, 让露暖吓了一跳。 你, 霍思明的手将露暖的脑袋摁在自己华里, 低沉着嗓音道, 刚才吓到了吧, 别怕, 已经没事了, 有我在。 耳边回荡是霍思明强有力的心跳声, 露暖难得一次没有抗拒霍思明抱他, 乖乖被他抱在花里, 一下接一下地俯着后脑勺。 半个小时后, 车停在江峰别墅, 霍思明吩咐林小宇送一杯温牛奶到卧房, 他接过温牛奶递给露暖, 柔声道, 喝了牛奶睡一觉吧, 醒来之后, 我会处理好的。 露暖乖乖喝了牛奶, 却毫无睡意, 脑海里反复想着今天在飞讯公司辱骂他的两个女人。 他肯定自己没做过那些事, 而那些女人能叫出他的名字, 也不像是认错人, 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露暖想得正入神, 本来坐在床边的霍思明突然附身抱住了他。 露暖惊得一跳, 看着近在咫尺的脸, 紧张地淹了淹口水, 霍先生, 那个, 你想干什么? 霍思明眸子微眯, 嘴角微扬, 暧昧地道, 我让你好好睡一觉, 你不乖乖听话, 我只能用我的方式让你睡觉了。 霍思明薄厚适中的唇越来越近, 露暖不由自主地脸颊泛红, 心跳悄然加快。 情急之下, 露暖双手捂住霍思明的嘴巴, 急声道, 我好宽啊, 我现在就睡, 我马上睡, 而且秒睡的那种。 说着, 露暖还真的装模作样别开脸, 紧紧地闭上眼睛, 唯恐慢了一秒, 霍思明就要用他的方式了。 霍思明轻笑一声, 拿下捂住他嘴巴的手, 再掌心亲吻了一下, 漆黑的眼里满含笑意, 故意道, 快点睡着, 否则我就要用我的方式了。 露暖线长的睫毛轻颤了两下, 愣是忍住没睁开眼睛, 那样子仿佛无声再说, 我已经睡着了。 混蛋, 果然一点都没变, 满脑子就像这些黄色废料。 露暖在心里骂着骂着, 本来想假装睡着的, 但渐渐地, 困意真的袭上来, 他就真的睡着了。 听着露暖的呼吸声平稳下来, 霍思敏温柔地神情慢慢退下, 眼神冷得如胜寒冰。 他站起身, 放轻脚步从卧房离开, 霍思敏来到书房, 拿出手机拨通了张周的电话, 霍思敏冷声问道, 张助理, 怎么样, 查清楚了吗? 电话那头的张周回道, 霍总, 我还在警察局, 经过警察的审问, 那两名女子一个叫李莫莉, 一个叫高杉杉, 她们给陆小姐破的是市场买的鸡血, 但无论警察怎么审问, 高杉杉都一口咬定陆小姐是小三, 破坏了她的家庭, 她才伙同李莫莉上飞讯公司闹事的。 张周顿了顿, 接着到, 警方调查过高杉杉的资料, 发现她说的事都是子虚乌有的, 她确实结过婚, 但早在半年前因为出轨, 丈夫和她离婚了, 她现在没有固定的男朋友。 霍思敏眸光皱老, 去查他们最近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人。 霍总的意思, 是怀疑有人指使他们故意污蔑陆小姐的。 霍思敏道, 嗯。 张周立刻回道, 好的, 霍总, 请您放心, 我立马联系人去查, 如果他们真的受人指使, 我一定会尽快查出来告诉您的。 霍思敏眸子微眯, 抿了抿唇, 又道, 这两个人无论他最后有没有招供什么, 不能轻易算了, 找公司的法务不起诉他们, 想尽办法让他们能在牢里待多久, 就待多久。 张周道, 好的, 霍总, 我明白了。 霍思敏, 嗯, 我今天不回公司了, 今天的行程全部帮我推掉。 是, 霍总。 霍思敏挂断了电话, 好看得眉心微醋, 俊美的脸上神情若有所思。 昨天才开除的孟清廷, 今天露暖就遭人无险, 霍思敏下意识联想到孟清廷, 可他一个公司小职员, 应该没有胆子敢跟他作对。 这么一想, 于是霍思敏就没有放在心上了。 霍思敏错算了一点, 女人的极度心能让他失去理智, 让其疯狂。 某小区的公寓楼里, 孟清廷手机叮咚地响了几下, 她打开手机一看, 是昨天她联系的张记者。 张记者在微信给孟清廷发来了一段视频, 从视频上来看, 应该是躲在某个角落偷拍的。 视频中露暖被两个女人泼血, 一身狼狈地站在公司门口, 两个女人对她破口大骂, 围观的人群对她指指点点。 张记者发来感谢孟清廷的话, 还说明天在网上发布这段视频, 肯定会招来很大的热度。 孟清廷嘴角微扬, 勾起了冷笑的弧度。 露暖这个贱人, 勾搭上霍思敏又怎么样, 你就等着被所有人唾骂, 被网爆, 人生攻击吧。 让我不好过, 我让你比我更残疾百倍。 露暖一觉醒来, 被林小雨喊到楼下吃午饭, 她下楼的时候, 霍思敏已经坐在餐桌前等着她。 洛暖走过去坐下, 拿起筷子心不在焉地吃着饭, 眼角余光好几次偷偷瞥向霍思敏。 霍思敏察觉到了, 眉骨微台, 柔声道, 想问什么就问吧。 既然霍思敏都开口了, 露暖自然也忍不住心里一直惦记的问题, 问道, 霍先生, 今天在飞逊门口闹事的两名女子被送到警察局后, 调查清楚了吗? 是他们认错人了吗? 霍思敏微微汗手, 其中名为高杉杉的女子, 她一口咬定你是破坏她家庭的人, 但警方查过她的资料, 她半年前离异, 现在没有固定的男朋友, 所以对你的指控不过是子虚无有, 至于她为何要这样做的原因, 暂时不清楚, 但你不用担心, 我会让张助理处理好的。 露暖跟霍思敏道了一声谢谢, 眉头紧锁, 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咬着筷子, 他们故意诬陷自己是小三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钱, 可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提过钱的事情, 那是自己得罪过他们, 可自己很确定并不认识他们啊。 露暖猛地想到一点, 是谁指使了他们吗? 那指使的人极有可能。 露暖目光看向身旁的霍思敏, 心里暗暗敌过了句, 说不定就是霍思敏自己招惹来的烂桃花连来了他, 不过现在没有证据, 他也仅仅是怀疑而已。 一日一早, 露暖已经收拾好情绪, 一如往常收拾好准备出门上班, 霍思敏突然道, 今天我送你过去。 露暖干笑着说道, 霍先生, 不用了, 让刘叔送我过去就行, 再说了, 还有保镖跟着, 你不用担心的, 昨天耽误你的工作了吧, 今天还耽误你上班的时间, 我会很过意不去的。 昨天是他一时大意, 当着詹总的面被这个混蛋拉着走了, 他现在还得绞尽脑汁想着待回去公司要怎么解释, 今天被霍思敏送他去公司, 万一再被谁看见了, 他就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霍思敏眉头微醋, 你确定你一个人过去没事。 露暖, 当然没事, 我昨天休息得很好, 现在生猛火虎的, 好得很得。 露暖努力表现出自己一副神才艺的样子给霍思敏看。 要说有事, 那就是霍思敏硬要送他去公司, 那才叫有事。 霍思敏想了想, 昨天吩咐顾管家都让几个保镖紧跟着保护露暖, 张国文刚被他训斥过, 公司安保方面肯定会加大力度, 昨天闹事的两个人也被拘留了, 应该不会有事的。 霍思敏道, 好, 让刘叔送你过去, 记住, 这次要送到公司门口。 露暖刚想拒绝, 话刚到嘴边还没说出口, 就被霍思敏打断了, 否则我亲自送你过去。 霍思敏送他过去, 还不如让刘叔送到公司门口。 露暖别无选择, 勉强地笑了笑, 哎, 我会让刘叔送我到公司门口的。 霍思敏之才满意一笑, 拉过露暖在他眉心亲了一口, 柔声道, 我晚上去接你上班。 露暖脸微红, 漆黑明亮的大眼睛里浮现一抹慌乱, 急匆匆地道, 那个, 霍先生, 我快迟到了, 我去上班了, 再见。 霍思敏看着露暖跑得比兔子还快的背影, 无奈地摇了摇头, 嘴角擒着宠溺地笑。 露暖前往飞讯公司上班的路上, 本以为昨天那是不过误会一场, 已经被解决了。 露暖没想到此时此刻真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编写了一段知名企业高管道德败坏的文案, 短短几分钟后, 热度在网络上一度飙升, 成为热门话题。 飞讯公司, 露暖刚从电梯出来, 远远就听到财务部传来了争执声, 听着好像还有王玲玲的声音。 露暖心咯噔了一下, 不会是公司出什么事了吧? 这么一想, 她加快脚步走过去。 白月月, 没有证据的事, 你别乱说, 你这叫造谣, 知道吗? 王玲玲生气的声音。 白月月朗哼一声, 道, 这还需要证据吗? 昨天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吧? 露暖她背地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相信大家也是有眼镜看得到的。 你, 露暖从围着的同事中挤进去, 看到怒不可和白月月起争执的王玲玲, 皱着眉头道, 你们在吵什么? 出事? 露暖一出声, 同事纷纷安静下来, 眼神奇怪地看着她, 纷纷不敢说话, 迅速散开了。 白月月经露暖来了, 烟雾的眼神看了她一眼, 也什么都没说, 转身快速回到工作岗位。 等等, 白月月你把话说清楚再走。 露暖拽住想拉着白月月的王玲玲, 神情不解地问道, 玲玲, 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们都在吵什么? 王玲玲一脸着急的表情, 嘴巴张张和和好几次, 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她拉着露暖往财务部总监的办, 露总监, 我们去你办公室再说。 进了办公室, 王玲玲心急如焚地道, 露总监, 不好了, 出大事了。 露暖一头雾水, 出大事了, 公司出什么事了吗? 不是公司, 是, 是你啊。 王玲玲拿出手机, 点开微博的热点新闻递过去给露暖, 露总监, 你快看啊, 昨天你被人剖削的视频不知道, 现在一个娱乐账号发不出来, 现在都上了微博热搜榜, 好多不明真相的人都在骂你是小三。 露暖接过王玲玲的手机, 看了上面的内容, 上面写着某知名企业女高管, 道德败坏, 专门破坏别人家庭, 原配妻子上门教训, 还被报警抓走, 面临行, 骂得多难听的都有, 甚至冒出一些露暖都不认识的知情者, 在下面说露暖曾是某会所的陪酒女, 能当上公司高管都是靠, 露暖明紧了唇, 面对铺天盖地辱骂的评论, 她小脸微微泛白, 王玲玲担心地问道, 露总监, 你还好吗? 露暖勉强地摇了摇头, 道, 所以你刚才跟白月月她们, 是因为这件事情争执的? 不是的, 是因为, 王玲玲犹遇了片刻, 还是实话实说, 昨天梦主管被开除了, 据说是露总的意思, 白月月说, 你是第三者介入梦主管和露总的之间, 现在看梦主管不顺眼, 也要露总把梦主管开除了, 还让霍氏集团与旗下公司永不录用梦主管, 至于白月月说现在露暖被人辱骂是最有应得的话, 王玲玲没有告诉露暖, 露暖一浪, 神情十分意外, 你说什么, 梦主管被开除了, 什么时候的事? 王玲玲道, 前两天, 好像是财务汇报会议结束当天, 人事部就贴出公告了, 至于白月月说的那些, 昨天在公司就好像有人说了, 我昨天正打算跟你说的, 结果露总的秘书过来把你叫走了, 露暖的思虚乱作一堂, 梦卿蜓被开除了, 是霍思明的意思, 可梦卿蜓不是霍思明的女朋友吗? 还有是谁这么巧偷拍到昨天的事, 放到网上的? 就在此时, 露暖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她没有多想, 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出一个尖锐的女声, 电话一接通就开始破口大骂, 贱人, 你咋那么贱呢? 你没爸没妈妈, 你爸妈没教过你什么教理一连尺吗? 你这服模样, 整笼整出来的吧, 是你金主给钱你整的吗? 祝你全家死, 露暖脸色一白, 没再听下去, 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电话一挂断, 马上又有其他陌生号码打进来, 而且好几条辱骂的短信也紧接着发过来, 露暖瞬间反应过来, 她的联系方式肯定被人泄漏了, 露暖没有再接陌生来电, 选择把手机关机, 王灵灵也看到了这一切, 看露暖脸色很难看, 着急不已地问道, 露总监, 你说现在怎么办才好啊? 露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深呼吸了一口气, 道, 灵灵, 麻烦你把手机借我, 我要报警, 对对对, 现在报警最好, 那些泄漏你联系方式, 隐私的人, 报警把他们都找出来, 露暖报警简单讲述了事情经过后, 警察让他尽快到警察局做笔录, 露暖说了谢谢, 挂断了电话, 露暖把手机还给王灵灵, 道, 灵灵, 麻烦你跟詹总说一声, 我今天可能还要请假一天, 去一趟警察局做笔录, 王灵灵不放心地道, 露总监, 要不我陪你去一趟吧, 不用了, 我自己去可以的, 露暖拿上自己的包包, 一打开门, 门口站着的高大的身影让他镇住了, 霍思明气息略微不稳, 眉头紧簇, 俊美的脸上难眼着急的神色, 见到他显然松了口气, 霍思明沉声问道, 手机为什么关机了, 他刚到公司, 张州急匆匆跟他说了网上发生的事, 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露暖, 发现他手机关机了, 霍思明心急如焚, 吩咐张州先找公关部门处理这件事, 就急匆匆地赶来飞讯找露暖, 露暖, 我, 几时地话到了嘴边, 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王林林见霍思明脸色那么吓人, 淹了淹口水, 勉强搭着胆子替露暖解释道, 霍总, 不知道谁把露总监的手机号码泄露出去了, 总有陌生号码打来骂人, 露总监不得已才把手机关机了, 刚才还是借我的手机报警的, 花音一落, 霍思明的脸色明显更冷了几分, 霍思明上前一步, 握住露暖的手, 放轻了嗓声道, 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的, 你暂时先不要上班了, 我送你, 霍思明刚想牵着露暖往外走, 他抽回了自己的手, 转头对王林林道, 你先出去吧, 我跟霍总说点事情, 王林林本来就害怕霍思明, 听到露暖的话, 迫不及待地点点头, 离开了办公室, 还顺手把办公室的门带上, 办公室就剩下霍思明和露暖两人, 露暖神情凝重地望着霍思明, 问道, 你, 为什么要开除孟主管, 他不是你的女朋友吗? 女朋友三个字让霍思明眉头紧你, 陈生道, 我跟孟卿蜓没有任何关系, 他从来都不是我的女朋友, 霍思明的回答让露暖始料不及, 看他的眼神更为复杂, 不是你的女朋友, 飞讯公司上下有谁不知道孟主管他是你的女朋友, 还有我听孟主管亲口说过他是, 霍思明打断了露暖的话, 孟卿蜓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喜欢的人是你, 只想让你当我的女人, 这个小女人难道一点都看不出他的心思吗? 霍思明之热的眼神让露暖下意识躲避, 他别开脸, 心脏砰砰砰的直跳, 露暖在心里告诉自己, 别被霍思明的表面给骗了, 他之前替孟卿蜓解围, 让张助理送人去吃饭, 还有他自己来公司找孟卿蜓, 孟卿蜓更是不止一次说过自己是霍思明女朋友, 这一切难道又假吗? 一定是这个混蛋穿上裤子不认人, 霍思明看露暖不相信的表情, 眉头皱得死死的, 你不信我说的, 露暖强迫自己冷静一点, 低着头, 不敢看霍思明, 小声道, 霍总, 你大可不必如此, 你逼迫我, 我完全无力反, 就算你现在不喜欢孟主管了, 也没必要在我面前把你们两人之间视魔得一干二净, 我之前和孟卿蜓有来往, 是因为他冒充, 霍思明的话被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 他拿出手机一看, 是张周打来的, 露暖也看到了, 赶紧转移话题, 霍总, 张助理打电话给你肯定是有急事, 你快接吧, 霍思明转念一想, 说不定和陆暖被诬陷的事有关, 于是先接通了电话, 霍思明声音微冷地道, 查清楚怎么回事了吗, 电话那头的张周道, 霍总, 我们现在查到那个账号属于南方娱乐公司, 我们这边公关已经联系他们删除今天早上发布的视频, 南方娱乐会刊登道歉声明, 可现在舆论发酵, 哪怕我们已经在公关, 这件事一时半会也压不下去, 霍思明脸上朗得仿佛能掉下冰渣子,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让人马上把这件事压下去, 张周, 霍总, 我已经召集公关部门的人开会了, 一定会尽快想出办法将此事压下去的, 从我到飞讯这中间一个多小时, 你和公关部门的人还没想出办法, 或是集团请你们回来试吃干饭的吗, 张周额头直冒冷汗, 霍总, 这个, 我们, 张周内心苦不开言, 他们第一时间联系删除了原微博, 正在绞尽脑汁想办法压制热度, 可舆论不是说控制住就能控制住的, 他们暂时还束手无策, 霍思明明紧了薄唇, 思索了片刻, 道, 把昨天闹是女子的资料发不出去, 让人知道他半年前已经和丈夫, 视频里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张周顿时一个机灵,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只要把这些发不出去, 现在的网络上诋毁陆小姐的谣言, 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霍总, 请您放心, 我现在就让人去办, 霍思明嗡了声, 深邃的眼睛里闪过一抹朗烈的光芒, 那个发布视频的人呢, 一定要给我查, 看他背后试试, 飞讯虽然属于霍氏集团旗下, 但再这么说, 也不过是一家小公司, 不该有娱乐记者会去蹲点偷拍, 可从视频的角度等来看, 分明是事先准备充足的偷拍, 因此这件事不可能是凑巧, 张周道, 是, 霍总, 我现在亲自去查, 等事情查出来后, 我会立马告知您的, 霍思明, 嗯, 霍思明挂断了电话, 露暖似乎不想再继续刚才的话题, 在霍思明看过来的时候, 他下意识转移话题道, 对了, 霍总, 我刚才报警了, 警察局让我过去做个笔录, 我得先过去了, 露暖转身想走, 霍思明霸道地握住了他的手腕, 我让其他人过去就可以, 你跟我回江峰别墅吧, 不行, 是我报得紧, 做笔录当然得我一个人去, 再说了, 这件事虽然有你帮忙处理, 但我也不能坐以待笔, 说不定警察介入调查, 能查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露暖坚定地说, 我必须要过去一趟警察局的, 霍思明了解露暖的性子, 觉得很, 肯定非得自己过去, 而且昨天被拘留的那两个女人身上也存在很多可疑的地方, 她正想让人去警察局一趟再想办法查清楚, 倒不如跟她一起过去, 霍思明略微无奈地道, 走吧, 我送你过去, 露暖点点头, 跟霍思明从飞讯离开, 上了车, 霍思明吩咐司机开车前往警察局, 到了警察局, 霍思明带着露暖下车往里走, 警察局的局长亲自出来迎接, 霍思明让露暖去做笔录, 看着人走了之后, 他对警察局的张局长道, 张局长, 我今天过来, 是想拜托你一件事的, 霍总是因为露小姐身份信息被泄露仪式特意跑过来的, 这您尽管放心, 我们内案后, 一定会加大力度去排查的, 对于违法者绝对不姑息, 霍思明神情淡漠, 微微点头, 这一点我自然是相信警察局的, 但我想拜托您的是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 张局长满脸不解的表情, 昨天有两名女子在飞讯公司闹事, 被送到警察局因寻信资事被拘留, 我想见见她们, 问清楚些事, 张局长一连恍然大悟的表情, 霍总请放心, 您稍后片刻, 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人把那两名女子带到审讯室, 好的, 劳烦张局长了, 约某过了十分钟, 张局长亲自陪同霍思明来到审讯室前, 霍总, 昨天在飞讯公司闹事的两名女子已经在里面了, 我们进去吧, 霍思明汉手, 迈步跟张局长走进去, 审讯室里, 高珊珊和李莫莉被手铐烤住, 满不在乎的表情, 直到霍思明走进去, 那双冰冷锐利如刀锋的眼镜盯着他们, 压迫的气息充斥整个审讯室, 让两人不寒而栗, 高珊珊和李莫莉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 淹了淹口水, 脸上浮现出一丝恐惧的神情, 张局长脸上挂着笑, 回头对霍思明道, 霍总, 不知道您要问什么呢? 霍思明逼试着高珊珊和李莫莉两人, 直接开门见山地道, 指使你们去飞讯公司诬陷露暖的人是谁? 高珊珊脸上神情微变, 但还是一口咬定之前的说辞K,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有任何人指使我, 是露暖当小三破坏了我的家庭, 抢了我老公, 我气不过, 所以才想去给他一个教训而已, 以莫莉复合地道, 没错, 我们就只是想给那个叫露暖的贱人一个教训, 没有任何人指使我们, 两人殊不知, 这样坚决地反驳更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 霍思明在他们对面坐下, 长腿交叠, 面容冷峻, 冷吃一生, 道, 高珊珊, 早在半年前你因出轨和丈夫离婚, 现在并无固定男朋友, 何来露暖破坏你家庭一说, 高珊珊和李莫莉对视了一眼, 两人显然有点慌张, 眼前这个男人看起来很吓人, 霍思明的语速不紧不慢, 却带着十足的压迫,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不想一辈子在监狱里度过的话, 最好说实话, 高珊珊想到陆志兰答应给的钱, 耿着脖子, 大声嚷嚷道, 你别想胡我们什么一辈子在监狱度过, 你是欺负我们不懂法律吗, 我们昨天又没伤到人, 顶多就是寻衅滋事被刑拘15天而已, 被关15天出去后, 他们可以从陆志兰手里拿到一笔钱, 这样算下来还是很划算的,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吧, 因为你们昨天的诬陷, 导致陆暖被推上风口浪尖, 也因此导致霍氏集团的名誉受损, 股价跳动, 这一切造成的损失大概在10亿左右, 甚至更高, 我们霍氏完全有权起诉你, 让你赔偿这一笔损失, 看到高珊珊和李莫莉白了脸, 霍思明冷冷地道, 赔不起这笔钱吧, 那就只能一辈子在监狱里度过, 高珊珊彻底慌了, 瞪着霍思明, 尖锐着嗓音喊道, 我们凭什么细腻说的, 我们就是想给那个叫霍暖的人一个教训, 什么霍氏集团骨架跳动,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霍思明还没开口, 旁边的张局长立声道, 这位是霍氏集团的总裁, 霍思明先生, 你们说跟他有没有关系, 而且现在霍暖小姐的信息遭人泄露, 警方和李华一和你们脱不了干系, 将会严查你们。 张局长花音一落, 高珊珊和李莫莉彻底就慌了, 他们在无知, 也听说过霍氏集团, 那可是国内外出了名的企业, 企业涉及的行业众多, 把握着重要的经济命脉, 想到眼前的男人竟然是霍氏集团的总裁, 高珊珊和李莫莉不在怀疑刚才霍思明说的话, 高珊珊哭着道, 这位先生, 跟我们无关啊, 我们就是收钱办事, 我们以为只是骂骂人, 画了那个叫露暖的女人的名声, 压根没想到会牵扯到什么骨架跳动, 还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我们, 呜呜,张局长一听, 一声喝道, 收钱办事, 让你们这么做的人是谁啊, 高珊珊哭着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是一个叫露芷兰的女人, 我们跟她其实也不太熟, 之前在一家夜总会上班的时候认识她的, 她说了, 这个叫露暖的女人得罪过她, 只要把露暖的名声搞臭了, 就能给我们一笔钱, 李莫莉一个机灵, 想起了露芷兰特别交代过的一点, 她不敢再有所隐瞒, 急声道, 对了, 那个露芷兰还跟我们特别强调过, 就算我们被抓到警察局, 也不能供出她, 否则不会给我们一分钱的, 霍斯明眉与微醋, 俊美的脸上神情若有所思, 露芷兰, 这人是谁, 本以为会是孟清廷指使的, 现在看来怀疑错了, 而站在张局长后面的一个警察觉得露芷兰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思索了一番, 猛地想起来了, 警察站出来道, 张局长, 霍先生, 我想起来这个露芷兰是谁了, 就是不久前也是到飞讯公司寻信滋使, 被拘留罚款的四人之中的一个, 据他们说, 好像和这位露小姐是亲属关系, 经警察一番话提醒, 霍斯明也想起了大半个月前飞讯公司的事, 所以是这个叫露芷兰的女人蓄意报复露娜吗? 张局长见霍斯明一脸沉思的表情, 试探的问道, 霍总, 现在知道指使他们的人了, 我让人去带露芷兰来警察局调查吗? 话音刚落, 审讯室外的门被敲响了, 外面传来一道声音, 张局长, 霍先生, 露小姐做完笔路过来了, 快点让露小姐进来吧。 审讯室的门被推开门, 露娜走了进来, 看到高珊珊和李莫莉一脸恐惧的表情, 她神情略微不解地看向霍斯明, 她做了什么嘛, 让前两天闹事的两个女人这么害怕? 张局长见露娜进来, 道, 露小姐, 你来得正好, 高珊珊和李莫莉交代, 指使他们到飞讯公司诬陷你的人是一个叫露芷兰的人, 你认识露芷兰吗? 和她有过节吗? 什么? 你说是露芷兰指使他们的? 张局长, 没错, 他们刚刚交代的, 说露芷兰给他们一笔钱指使他们去干的, 露娜不可置信, 过了片刻, 精致的面容上涌现愤怒的神情, 那一家子太过分了, 三番五次想从她身上吸血, 现在还找别人故意诬陷她, 把她推上风口浪尖, 让她被人网爆, 背负无穷无尽的辱骂, 他们这样做根本就不想给她留活路, 露娜因为愤怒, 双手紧紧攥着拳头, 眼眶也微微泛红了起来, 说出去谁会相信陆文昌等人是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血海深仇的仇人也不过如此了吧, 霍思明见露娜难过愤怒的样子, 心疼地握住她的手, 低声道, 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的, 霍思明安慰露娜的见隙, 警察已经给陆芷兰打过电话, 但对方处于关机状态, 电话根本打不通, 张局长想了想, 道, 霍总, 陆小姐, 我们现在派人出去找陆芷兰, 找到她后, 立马把人带回警察局问话, 请两位放心, 有任何消息, 我们会马上通知你们, 霍思明点点头, 带着露娜从警察局出来, 上了车后, 霍思明打电话给张周, 张助理, 想办法让人去找陆芷兰, 找到她后立马把人带到警察局, 露娜眸光闪烁了一下, 呼地抬起头看向霍思明,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绝对能找到陆芷兰,